而且整个南欧国除了几个城市之外,剩下都是大山和分林。 大谷小谷的敌人,简直不计其数。 完全是陷入了杀蛮族民众的汪洋大海了。 真的就如同泥潭一般。 三个城市,十几万大军,每天都会遭到几十次偷袭。 派兵少了去围剿不行,会被灭掉。 派兵多了去围剿也不行,因为人家往大山一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南宫澳进入南欧国战场已经三个月了。 大小战打了几十场。 而且每战必胜。 但什么用都没有。 战局根本没有实质性进展。 每天消耗粮草药材无数。 这里的天气实在太温热了。 这里的树林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瘴气。 而且金军也是一个王八蛋。 之前南宫澳大军没有南下的时候,他一副步步行递的样子。 仿佛明天就要一统杀蛮族,就要称王称霸,就要率领大军收复顾国。 这才让越国极厚厚的集结了近十万大军南下。 但是南宫澳大军到了南欧国之后,金军反而又不急了。 他统一杀蛮族的步伐,又仿佛变得慢吞吞了。 这让南宫澳和株林破口大骂。 现在这两个人只有一个面筒。 草米娘的金军,你赶紧统一杀蛮族,赶紧率领大军来夺南欧国吧。 早早的决战。 要不然再这么拖着,要熬死人了。 而就在8月15这一日中秋夹节中方世界的南部终于传来了这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 金军正式昭告天下,一捧杀蛮族。 大南国正式成立。 金军成为大南国的第一代国军。 这代表着几百年来如同一片散沙的沙蛮族正式统一。 东方世界再次崛起了一个大国。 没错从人口上是小国,整个沙蛮族也就只有小几百万级人口而已。 但从领土上却是大国,沙蛮族领地东林大海,西街乡国,领土面积甚至比越国还要大。 当然绝大部分区域都是大山和原始森林,而且还是处于比较原始的部落。 没有几个上规模的城市,甚至连大阵都没有多少。 一般来说这种大国的成立大典都是恢弘的。 需要大建宫殿,需要绕集各国使臣,需要侧封君臣,需要大赦天下,还需要准备很多祥瑞。 然而,这一切金军统统都没有。 他的宫殿还是一个古老寺庙修缠的。 几乎没有外国使臣,就连楚国也没有邀请。 唯一称得上使节的,大概也只有大杰寺的几个首领了,还有一些西域诸国的商人而已。 然而大南国的成立,还是如同鲸雷一般。 彻底震撼了整个东方从遥远的西域诸国,最北边的大飞国,都被震得抖了几斗。 而越国就更加别说了。 整个越国君臣,甚至万民,被震得头发竖起。 这一天终于来了,接下来的局面已经清晰。 要么这个新兴的大南国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就被打断几辆。 要么他踩着越国的半具尸体,成为南方霸主之一。 而金军一旦宣布大南国成立,一旦登基为军,就一定会掀起夺回故国之战。 从领域上,只有夺回了南欧国,才算是真正的军王。 从战略上,夺取了南欧国之后,才能对越国处于战略优势。 果然,金军登基为军之后,几乎没有任何的庆祝大典,直接开始集结大军。 十万大军,兵分起路,浩浩荡荡从大南国出发,朝着南欧国而来。 宁罗公主,助林,南宫傲不由地纷纷叹息一声。 终于要来了这一场命运大决战,终于要爆发了。 当然,对于沈浪来说,他此时完全顾不上南欧国那边的战局了。 因为,整整两天时间过去了,木兰还没有升下来。 这简直把所有人都吓到了。 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状况啊。 胎位明明很正,而且阵痛很早就开始了。 但就是升不下来。 甚至羊水没破,宫口也没有开。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此时沈浪已经时时刻刻都在木兰的身边。 所有的产婆和女大夫面如土色,不知所措。 沈浪的母亲,木兰的母亲,都已经跪在菩萨面前祈祷了。 然而木兰却是越来越痛,越来越惨烈。 最后,完全上升到痛不欲生的地步。 而且,竟然开始发高烧了。 他武功也算是强的了,竟然痛了几次晕厥了过去。 而且身体开始虚弱。 沈浪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随时准备偷妇产。 但偏偏宝宝很健康,开心稳得很。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真不想偷妇产。 这可不是现代社会,这个偷妇产手术几乎比张冲那一次长龙手术更大。 那一次张冲都九死一生,神浪真是不想木兰冒险。 能够自己生,还是自己生吧。 真的什么法子都试过了。 甚至神秘宝宝都拍着木兰的肚子说,弟弟出,弟弟出。 九个月的神秘宝宝,原本只会喊爸爸的,因而背尽心思才让他说了弟弟出。 结果,这个调皮的弟弟还是没有出来。 三天时间过去了。 神浪几乎要急疯了。 甚至有三次,他已经拿出消毒, 要为木兰进行抛妇产。 但是被木兰阻止了。 木兰已经变得非常虚弱,嘴唇苍白无色。 夫君,我感觉是宝宝不想出来。 木兰虚弱道。 神浪握紧他的手道,每一个宝宝都不愿意出来的。 确实每一个宝宝都不愿意离开妈妈的肚子,那样没有安全感, 会想尽办法留在肚子内,一直到非离开不可。 而就在这个时候,神浪母亲把他叫了出去大郎, 当年大傻的亲母生他的时候,就是这般痛苦煎熬了几天几夜, 最后他几乎咽气了,大傻才生出来。 神母道,所以很多人都说,这孩子是在娘胎里面憋傻的。 这话一出,神浪几乎毛骨悚然。 母亲的话透露出一个可怕的信息。 当年大傻亲母,几乎是死了,才把大傻生出来。 生下来的同时,立刻就咽气了。 那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一直到肚子里面呆不下去了他才出来。 大郎,为娘爱孙子,但更爱儿媳,我们家这个宝宝恐怕不太一样。 关键时刻,宝儿媳更重要,你要想办法,不能再等了。 神母道,你说过可以偷开肚子,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那样做。 绝对不能等宝宝刺激出来,她会一直耗着的。 神浪盯着母亲两久。 这段话让她非常感动。 我明白了。 进入房间之后。 神浪直接道,准备手术。 然后,她把已经消毒过的器具再一次消毒。 准备偷腹。 而就在这个时候,木兰却护住肚子,虚弱哭泣道, 夫君不要,夫君不要,你这样会吓到宝宝的。 神浪道,这个坏蛋宝宝,这么遮阁你,我一定要将它抱出来狠狠打屁股。 木兰却道,夫君,求求你,不要抠肚子,不要抠肚子。 神浪道,没有法子了,你的安危最重要。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有事的,我一定会用最好的刀法,不会留下什么发痕的。 木兰却道,我不在意留下什么发痕,但不能吓到宝宝,我能感觉到她很害怕。 夫君你再想想办法,不要抠肚子,不要抠肚子。 我们宝宝和别的宝宝不一样,你抠开肚子,她会觉得房子塌了。 神浪道,怎么可能。 现在世界有多少宝宝是抠肤产的? 又有哪一个觉得天塌了,房子塌了? 真的,真的。 木兰流声道,我们宝宝不一样的,夫君你相信我。 你再想想办法,再想想办法。 神浪都要疾风了,哪有办法可以想啊。 一想到木兰有危险,她整个人都要炸了。 结果她硬要抠肚铲,木兰硬是不让,心领捂入肚子。 逼得神浪要用强硬手段,直接将她麻醉。 木兰仿佛世界末日一般的哀求哭泣,用前所未有的口气,神浪的心几乎要融化了。 而在这个时候,外面的神母道:"大狼,宝宝不愿意出来,你用针刺一下它,是不是就愿意出来了?" 神浪一饿。 这样可以。 太荒谬了吧。 结果木兰却拼命点头道:"对,这个法则可以试试看,呼君你眼睛不是厉害吗?你对着宝宝的屁股刺一下,千万要瞧准了,一定对屁股刺,不要千万别刺张了其他地方。 神浪和木兰如同连体鹰一般,她眼前的特殊功能虽然没有专门说过,但木兰也已经知道了。 神浪点头,拿出一根很细很细的银针。用X光眼穿过木兰的肚皮,看里面的小宝宝。 小坏蛋,竟然这么折腾你娘,这么折腾的我宝贝娘子。 就算你是我新生儿子,就算你还在肚子里面,也要打你屁股。 神浪确定了一遍又一遍宝宝屁股的位置。 深深吸一口气,确定自己手不会抖,确定银针刺入的深度。 4. 神浪内心颤抖,但是手却非常火断。 细细的银针刺穿了木兰的肚皮,刺在宝宝的小屁股上。 果然,肚子里面脚宝宝动了一下,竟然还躲了躲。 结果神浪又用银针刺了一下。 半克中后羊嘴破了,空口打开一克中后这个调皮的小宝宝生了出来。 哇哇大哭神浪几乎摊倒过去。 神虎直接坐到了等上去了。 小子,你给我等着你稍稍长大一些,我就从小揍你到大。 竟然这么调皮,一点都不乖看看姐姐多乖恭喜姑爷。 生了一个男宝宝,六斤七两。 这个重量刚刚好,不轻也不重。 阿鲁娜娜生出来的小王子,整整十二斤多,当年大傻生出来也有十二斤多。 这个宝宝可真漂亮啊,太漂亮了,长得和忍呼叶太像了。 沈浪看了臭小子一样。 果然超级漂亮,当生出来就这么漂亮,而且完全继承了沈浪和木兰两个人的优点。 而且手舞足蹈,哇哇大哭个没完。 当生出来眼睛就睁得大大的,极其罕见。 而且这双眼睛不仅仅是漂亮,还有一股夺人的光泽。 这臭小子未来长大后,岂不是比我更加美男子。 然后,沈浪顺便用X光看了一下这个宝宝的血脉。 当然,他只是随便看看。 五宝希望。 再说我沈浪的孩子,又哪里需要多高的血脉了? 练武什么的都是下等人。 瞧瞧外面的那个雪山老妖,无限接近于大宗师了。 整个门派腾包下来,一个月才五百青帝。 但是只看了一眼。 沈浪就完全呆了因为。 这个刚生出来的小宝宝是,黄金血脉而且是更加耀眼的黄金血脉。 这道金光几乎要亮瞎了沈浪的X光眼。 我,我日,这咋回事。 沈浪不由的抱过这个连名字都还没有的小宝宝。 小家伙一直在哭闹哇哇大叫,地气大得很,小嘴巴小腿挣扎乱增。 仿佛在发泄着不满。 我在妈妈肚子里面待得好好的那个舒服,你们为何硬要让我出来? 哇哇哇哇。 岳母和母亲两个人把宝宝清洗干净,然后递到沈浪的怀里。 小家伙就算到沈浪怀中也不消停,还是乱登。 而此时沈浪还处于巨大的震撼之中。 完全百思不得其解。 他虽然没有见过大傻的儿子,但剑王李天秋前辈是见过的,他说虽然他不会看具体是什么血脉,但那个孩子不是黄金血脉。 大傻的血脉远远超过沈浪,阿鲁纳纳的血脉也远超木兰。 结果这两人都生不出黄金血脉的宝宝,沈浪和木兰却生了一个出来。 这真是见了鬼了。 沈浪不由的回忆,木兰怀孕之后确实有了不小的改变。 首先变得美丽了。 艳丽四射,比起原来的美丽更加上升了一个台阶。 通常女人怀孕之后,有些人是会变得更加美丽。 风润而又充满光泽,但一般情况下都是怀女孩才会出现这种情形。 但是想木兰这样,容貌有这么明显变化的真是非常少见。 还不仅如此,木兰的感知变得非常敏锐。 好几次了,沈浪距离她还有很远她就能感觉到。 而且她甚至能够感知到宝宝在想什么。 之前沈浪没有太在意,觉得只是怀孕综合针而已。 现在看来,这些情形都很特殊。 沈浪盯着这个小宝宝。 这个小家伙也停止了哇哇大姑,和沈浪大眼瞪小眼盯着,小嘴一点一点的,显得非常委屈。 这孩子奇了。 长得和沈浪非常像,极其神似。 但是五官又和木兰长得像,真真是非常漂亮。 血脉突变。 沈浪知道这个世界的血脉是有遗传性的。 但是也有血脉突变的情形,尤其是高级血脉, 一团几率反而比较低,突变的几率很高。 好了,我们小宝宝已经很乖了,爸爸给咱们起个名字吧。 岳母苏佩佩柔声哄道。 沈浪道,叫沈皮吧。 这话还没有说完,母亲直接在脑壳上削了一下。 不许埋怨宝宝,她还小不懂事的。 沈浪道,那就叫沈也。 几个女人觉得这个名字也太随便了。 但沈浪已经不愿意想了。 可怜的小宝宝,爸爸连你的名字都不愿意多想, 瞧瞧姐姐,爸爸想了好几天,国君也想了好几天, 结果取了一个神秘,多好听,多有意义。 轮到我们小宝宝,一个眼字就打斑了。 这个名字我觉得还不错。 沈浪道,就这么定了。 沈也,沈也。 木兰喃喃的喊着这个名字。 她也觉得很不错。 倒不是这个名字多有含义, 而是这个名字和沈浪莫名其妙的配, 特别像是不子。 一个浪,一个眼风勋,让我抱抱。 木兰道。 然后,她鼓励的伸出手。 沈浪心中一抖。 因为木兰的声音还是很虚弱, 而且双手都有些抬不起来。 她上前将沈也小宝宝放在木兰怀里瞬息。 然后她先叹木兰体温。 差不多已经降低到正常温度, 已经不发烧了。 接着感受木兰的心跳, 感受她的呼吸和脉搏。 然后沈浪发现了不妙。 心跳和呼吸都很弱。 而且木兰竟然还在不断虚弱。 这怎么可能。 最后的生产非常顺利啊, 也没有出现大出血, 怎么会继续虚弱。 沈浪给木兰灌下了参汤。 但还是没有用。 木兰竟然懒洋洋的要闭上眼睛。 宝贝,不要睡,不要睡。 此时,岳母和母亲也发现不对了。 岳母苏佩佩飞奔出去, 找了雪山老妖临长进来。 她进来之后, 直接往木兰体内输入内力, 几乎算是强行推动血脉运转。 但, 还是不行整整半个时辰后。 雪山老妖的内力耗尽了。 沈浪替木兰穿好衣服后, 剑王李千秋进来, 拼命往木兰体内输送内力。 接下来整克选武侯雪府的高手几乎全部倾巢而出。 临长的雪山公高手也倾巢而出。 如同金利一般, 不断往木兰体内输入内力。 这个世界运功疗伤是没有的, 但是用内力推动血脉运转却勉强可以做到。 但是, 依旧没有用木兰的心跳还是越来越慢。 呼吸呼吸越来越弱。 沈浪想尽了一切办法。 甚至连提升兴奋度的药物都用上了。 甚至有成瘾性的几种药物也注射了。 依旧没有用仿佛任何手段都无法阻止木兰不断衰弱下去, 生机不断消耗。 整颗世界仿佛都要飞下来。 就这样。 木兰抱着神眼小宝宝, 无比吃烈望着沈浪。 然后闭上眼睛, 仿佛彻底睡着了过去。 整整几个时辰。 沈浪竭尽全力, 整个玄武侯爵斧都竭尽全力。 依旧都没能阻止木兰沉睡过去。 彻底长眠。 有呼吸, 有心跳。 但是非常非常微弱, 几乎细不可闻。 木兰的大脑为了自我保护, 让她陷入了长眠。 仿佛成为了一个植物人。 或者说, 就是一个植物人。 沈浪呆呆地坐在床边上。 整个世界, 仿佛塌了一半。 一动不动。 她不知道为何会变成这样。 生宝宝明明是好事啊, 为何会给木兰带来这样的灾难? 把她抱走, 我不想看到她。 沈浪喊着泪道。 李智告诉她, 不能责怪沈野宝宝。 但她心里还是忍不住。 沈野小宝宝刚才哭了好一会儿, 现在还在哭, 但是哭得比较无力了, 声音也比较小了。 苏佩佩想要安慰神浪, 却是完全说不出口。 冰儿喊着泪走了过来, 将沈野宝宝宝走去吃奶了。 反正她的奶水很足, 沈浪小宝宝吃不完。 而且沈浪已经开始吃其他辅食了, 只不过冰儿现在这个时候的奶水营养依旧不大够, 所以需要找府上的其他奶娘。 岳父,岳母, 父亲, 母亲, 李千秋站在沈浪的身后。 他们都惶恐, 担心, 悲痛。 但是, 他们更怕沈浪会想不开。 我没事。 沈浪抬起头道, 爹娘, 接下来时间内,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打扰我。 什么涅槃军, 什么南欧国战局, 沈浪统统不管了。 接下来他的时间内, 神浪至少尝试了一百多种办法。 始终无法将沈浪救醒。 甚至, 他还能感受到沈浪不断变得虚弱, 尽管这个虚弱速度已经放缓了。 但,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沈浪不但永远醒不过来, 甚至会在沉睡中停止呼吸, 失去生命。 整整几天, 几夜夜, 沈浪几乎都没有睡。 想尽了一切办法, 都完全无济于事。 不管谁来劝说都没有用。 后来冰儿牵着神秘小宝宝寒山走了进来。 宝宝竟然会走路了。 什么时候的事? 爸爸睡, 爸爸睡。 神秘小宝宝乃声乃气道。 冰儿没有抱沈野小宝宝过来, 他知道夫君现在不愿意看到他。 好, 爸爸睡。 然后, 沈浪回到自己的房间内, 呼呼大睡。 他也必须睡觉了, 因为用医学角度已经就不醒木兰了。 需要重新思考另外一个方向。 这个时候, 尤其需要一个清醒的大脑。 沈浪去睡了之后, 冰儿才把神秘小宝宝抱过来, 放在木兰的怀里, 哭泣道, 姐姐, 你快醒过来吧。 你若醒不过来, 姑爷就完了。 姑爷完了, 我们这个家也完了。 睡了整整20个小时后沈浪醒了过来, 然后她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沈也是黄金血脉, 所以整个成长中需要无比巨大的能量。 而这个能量, 她完全从母体中吸取。 所以, 完全把木兰的生机能量都吞噬了。 结果木兰生下她之后, 所有能量耗尽, 陷入了长年。 而且幸亏是沈浪最后用针刺, 否则这个宝宝还要待在妈妈的体内, 吸取到最后一刻。 所以这才使得木兰只是陷入长年, 而没有彻底离开世间。 所以想要拯救木兰, 又回归到了之前的那个命题。 需要从血脉能量上进行思考。 或者再准确地说, 要改变木兰的血脉天赋, 重新给她强大的能量, 这才能让她苏醒。 这只能进行血脉蜗蜕变一条路所以, 又要继续之前的实验了。 于是, 沈浪兴致勃勃地抽取了木兰的血液进行检验。 她在想着, 木兰生出了黄金血脉宝宝之后, 是不是就变成空白灵血脉了。 那样一来, 一切就变得简单了结果, 让她大失所望。 生完了神野宝宝后, 木兰的血脉能量是有了变化。 原本在沈浪特殊的视野之下, 这些血脉能量因子是有光芒的。 但现在这些光芒都无比的暗淡, 仿佛随时要熄灭了一般。 但是, 木兰的血脉天赋依旧没有变。 依旧是紫色的木造血脉天赋。 沈浪尝试着用最低级的黄金血脉蛊虫注入到木兰的鲜血样本之中结果。 木兰鲜血内那些本来已经暗淡的血脉能量因子, 瞬间大量。 然后, 猛的爆裂。 刹那间, 鲜血仿佛沸腾了一般。 一切都没有改变。 依旧和之前一样除了空白灵血脉者之外, 其他人根本无法进行血脉改造。 唯一的结果就是暴体而亡。 沈浪整个人几乎又要占了。 但是很快又冷静了下来, 再一次开启了新的实验。 他完全适合时间在赛跑。 经过了无数次计算, 经过木兰的虚弱速度。 他大概只有50天左右的时间了。 若50天之内沈浪还找不到救他的办法。 那就要天人永隔。 那样等待沈浪的大概是整个精神的彻底崩溃。 沈浪神经非常强大, 可以完全无视几千几万人的死亡。 但是他的精神也很脆弱, 木兰的离去足够可以摧毁他的内心世界。 我要救木兰, 我要救木兰。 不管花费任何代价, 不管任何后果, 我都要拯救木兰。 其他的一切, 我都不管。 接下来10天时间内沈浪没有出门一步, 每天做20小时实验, 剩下的4个小时包括了吃喝拉撒所有的事情。 几乎没有人能够见到他。 他做实验的时候, 不能有任何人在场, 否则整个人就要发飙大开。 每天兵儿去给他送饭。 每隔两天时间, 趁着他睡觉的时候给他洗澡换衣衫。 整个玄武侯爵谷失去了所有笑容。 很快金木兰生死后彻底陷入常年如同植物人的消息传了出去。 当然再一次无数人谈判相信。 宣称这是沈浪的报应, 他活该, 最好让金木兰就这样惯了。 而天道会源源不断的送来各种各样的药材, 各种各样的珍惜之物。 但完全没有弄国军知道了这件事情后, 没有派御医过来, 因为他知道没有用。 沈浪就是最好的医生。 他用非常谦卑的口气给女儿宁航公主写了一封信。 请求他看在父亲的面上, 由天涯海阁出面拯救金木兰。 几天之后宁航回信, 我不能违背天涯海阁的意志, 我没有拯救金木兰的意愿。 收到这封信之后国军如同雷西, 亮相跌坐在床上。 然后, 身体的帕金森仿佛猛烈发作一般, 双手不断的颤抖。 这个时候, 他想起了很多。 比如, 想起他原配妻子换长庸的时候, 族人能够相救, 他当时何等的绝望。 相信沈浪此刻心境也是一样。 不沈浪心境应该更加痛苦。 因为他对妻子用情更深, 而且他更加骄傲。 便非抱起国军的双手, 不断的揉搓。 夫君,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足足好一会儿后, 国军宁元县西梁一笑道:"爱妃, 其实我很早就已经没有这个女儿了, 整整十几年时间他就回来过一次, 而且是专门警告沈浪不要插手作敌之事。 他心中早就没有我这个父亲了, 是我在自欺欺人。 然后, 国军宁元县泪水忍不度滑落。 爱妃, 为何我们没有孩子, 为何我们没有孩子。 宁元县痛哭。 太子离心, 宁寒离心, 甚至三王子宁齐也把自己当成种事和缺事的代言人。 燕妃柔声安慰道:"夫君, 我们还有郑儿, 他是一个好孩子。 我们还有燕儿, 他虽然稀里糊涂的, 但也是一个好孩子。 还有沈浪那边, 夫君也宽心, 沈浪创造了多少奇迹。 他无所不能的, 一定能够救回他的妻子的。 但国军还是没能止住悲伤。 魅流不止。 距离木兰陷入长眠, 已经半个多月了。 沈浪依旧不眠不休, 但还是无气可施他都恨不得用锤子砸自己的脑袋, 看自己是否能够变得更加聪明一些。 而这个时候太子的代表卓昭炎来了。 沈浪, 我们做一个交易。 卓昭炎道:" 沈浪道:" 说:" 卓昭炎道:" 你交出骨头欢让我杀药, 把那两千三百叶盘均交给太子殿下, 并且把改造灵血脉者的药剂交给我们。 太子殿下可以为你向冥航公主求情, 请天涯海德等救你的妻子金木兰。 沈浪念孔一任偷出。 卓昭炎道:" 你或许还不知道吧。 陛下写信给冥航公主, 让她出手救你的妻子, 但冥航公主拒绝了。 但只要太子殿下要求, 冥航公主就会答应。 沈浪依旧没有说话。 卓昭炎道:" 沈浪, 你不是很爱金木兰吗? 在你心中难道金木兰的性命还比不上那两千多孽盘群吗? 还比不上那些宰盗血脉的药剂吗? 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金木兰死吗? 趁火打劫吗?" 沈浪忽然猛地站起, 指着卓昭炎嘶吼道:" 杀了他, 杀了他, 杀了这个贱人。 顿时, 你剑往里千秋猛地拔剑而出。 他现在和沈浪情感已经很深了, 对他的痛苦完全感同身受。 当下二卦不说, 直接就要杀人然而。 下一秒钟两个宗师出现了。 依旧是上次和他对战的两名宗师, 引元会招来的。 还有四个顶级高手, 时时刻刻跟在卓昭炎身边的那四个顶级高手。 六个人将卓昭炎保护在中央。 沈浪, 好好考虑一下, 金木兰的时间不多了。 卓昭炎冷笑道。 沈浪平静道:" 如果我娘子离开了我, 我会杀一百万人以上陪葬。 哈哈, 哈哈哈哈。 卓昭炎离去。 杀死一百万人。 沈浪你以为自己是神吗? 木兰婚离后的第17件事情有了一点进展。 不是沈浪的实验有进展, 而是发生了一件事情。 而是天涯海隔来了两个人。 两名陌生的学士。 沈浪派我们前来, 检查一下尊夫人。 沈浪? 谁? 银行公主。 她不是已经拒绝了吗? 但沈浪还是让这两个天涯海隔的学士去见了金木兰。 两位学士检查了金木兰的脉搏, 又仔仔细细检查了她的血液。 没有给出任何判断。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的儿子。 两位天涯海隔学士道:" 这对仁秀尊夫人至关重要。 沈浪眼尊微微一缩。 稍等。 然后,她去了冰儿的房间。 沈野宝宝现在主要也是由她来带, 因为她已经有一个宝宝, 两个宝宝一起带。 而且,她身边有很多人帮忙。 这是沈浪第一次主动来看沈野宝宝。 十七天时间过去了, 沈野已经长大了不少。 此时正双手抱着脑袋呼呼大睡。 神秘小宝宝睡在地底边上。 沈浪用X光, 查看沈野宝宝的血脉。 然后, 更加惊骇的事情发生了。 沈野宝宝体内的黄金血脉能量不见了。 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这,太回忆了。 丁儿, 最近有人碰过沈野吗? 丁儿摇头:" 没有,只有我和两个老妇人抱过。 没有人靠近过她。 外面的雪山老妖道。 沈浪陷入了震惊。 也就是说, 沈野小宝宝出生的时候是黄金血脉, 但不知道哪一天忽然消失了。 现在的她, 完全看不出血脉了。 看上去完全像是灵血脉。 她平常反应怎么样? 会不会呆? 会不会没有力气? 沈浪问道。 丁儿顿时哭了, 夫君, 你怎么能这样说宝宝? 姐姐的事情谁也不想, 我们不能怪在宝宝头上。 我们小宝宝好得很, 又活泼, 又灵气, 强壮得很。 丁儿这一哭。 沈野宝宝果然醒了过来。 小嘴一扁, 然后哇哇大哭。 大眼睛滴溜溜的转, 先看了沈浪, 后来又望向丁儿。 然后, 小哥哥小嘴朝着丁儿挥舞, 哭得更加厉害了。 确实很强壮。 而且普通十七天的小宝宝, 哪有这么狡猾? 确实是超级聪明的一个小宝宝。 丁儿抱起沈野宝宝, 送到沈浪面前道, 哭也你看, 我们小野宝宝多好, 多可爱。 小宝宝让爸爸抱抱。 沈浪终究没有伸手, 朝着丁儿道, 你抱着他跟我来。 甚至仿佛感觉到了沈浪的冷淡, 沈野小宝宝点嘴哭得更加厉害了, 甚至哭得都抽了。 丁儿见状, 赶紧哄着宝宝。 他心疼极了, 他觉得这件事情根本不是沈野小宝宝的错呀, 他只是一个婴儿。 这就是木兰生的孩子。 沈浪道。 两个天涯海阁学士眼睛猛的一亮, 甚至一颤, 飞快上前要见他沈野小宝宝。 但是丁儿后退了一步。 你们不许碰宝宝, 除了他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之外, 谁都不许碰。 丁儿如同互毒的母兽。 两个天涯海阁学士后退半步, 隔着几尺的距离观察着沈野小宝宝。 两人不断的打断, 眼睛紧紧落在沈野的眼睛, 皮肤, 还有身体上。 仿佛在寻找什么。 足足好尼惠尔, 两个天涯海阁学士道, 沈浪阁下, 我们能抽一点点这孩子的血吗? 不可以丁儿直接道。 沈浪想了一会儿, 点头道, 我自己来。 然后, 他拿出一个针管, 刺入沈野小宝宝的胳膊。 这个时候, 沈野小宝宝反而不哭了, 目光可怜兮兮的望着沈浪, 点着小嘴做无限委屈状。 真的完全不像是十七天的婴儿。 沈浪抽出了一点点血。 他先用X光仔仔细细检查过, 然后交给了两个天涯海阁的学士。 你们可以在这里检查, 但不能带走。 沈浪道。 两个天涯海阁学士点头, 然后拿出了各种妖剂进行检查。 他们从兴奋激动, 借借转位了平淡, 然后是失望。 最后, 两个人都彻底冷淡了下来。 但仿佛不甘心, 又重新检查了两遍。 然后他们给沈浪一个结果。 非常抱歉沈公子, 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救不了尊夫人, 告辞。 然后这两人一声不发, 直接离去。 沈浪道, 冰儿, 你带他回去吧。 冰儿道, 夫君, 求求你, 抱抱小野宝王好不好。 就抱一下。 沈野宝王依旧用可怜兮兮的大眼睛望着沈浪。 沈浪内心叹气一声, 接过来抱了一下。 结果这个小宝宝胖呼呼的小手, 直接朝着沈浪的鼻子上轻轻抓了一下。 爱这个小怪蛋把木兰折腾成这样, 变成了植物人一般。 从情感上沈浪当然责怪他。 但是, 从某种程度上, 他就是一个无辜的婴儿, 他什么都不知道, 一切都是凭且生命的本能。 婴儿抱着宝宝走了之后, 剑王李天秋走了进来。 沈浪, 天涯海格这两个学士不是来救木兰的, 而是有别的目的, 不可抱人的目的。 李天秋道。 我知道沈浪道, 他们是专门来看沈也的, 他们想要期待一个什么结果。 结果看到沈也并没有如同他们想象中的那样拥有逆天的血脉天赋, 所以失望而归了。 沈浪的话没有说完。 天涯海格居心叵测。 木兰分娩, 成为植物人的消息传出去之后, 天涯海格忍了十几天才来。 这两个学士来的目的就是看沈也宝宝是不是黄金血脉。 然而没有想到, 这黄金血脉竟然在宝宝体内消失了, 所以结果让他们失望了。 这几天沈浪光顾着救木兰, 没有关注沈也宝宝, 也根本不能确定她体内黄金血脉何时消失的。 是过了几天才消失。 又或者只是刚刚生出来的片刻显示出黄金血脉, 然后很快消失了。 李千秋道, 我记得, 木兰曾经在天涯海格待过几个月时间调养身体。 沈浪点头。 之前因为和天涯海格关系密切, 所以她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 而现在看来, 完全不正常。 沈浪找到了岳母苏佩佩。 木兰为何会忽然想起去天涯海格调养身体的? 苏佩佩陷入了回忆, 道,和你成婚之后,丁儿都怀孕了, 木兰始终没有怀孕,她非常急迫。 然后她和张玉音学士聊天的时候, 仿佛听到对方提起, 天涯海格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研究, 而且有专门负责研究这门学科的女学士, 木兰想到你和天涯海格的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就去了。 也就是说, 那次木兰去天涯海格调养身体, 是天涯海格主动引导的。 确实很奇怪。 不孕不育在现代世界都是医学难题, 和放在这个世界。 结果木兰去了天涯海格调养几个月后, 竟然真的治好了。 之后, 她去了国都和沈浪亲热。 几乎是意识中的一次就怀孕了。 而且还生出了这么一个有些逆天的宝宝。 首先长相上, 完全是沈浪和木兰两个人的结合体。 把两个人的优点都发挥到了极致。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黄金血脉, 而且出现之后还消失的黄金血脉。 现在问题来了神野小宝宝身上这个黄金血脉的诞生, 和天涯海格有没有关系? 天涯海格是不是通过什么手段, 改变过木兰的体制? 又或者, 天涯海格是想要见沈浪和木兰二人做实验, 生出一个黄金血脉宝宝。 又或者, 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沈浪顿时觉得这个谜团有些深不可测。 原本就有些神秘若特的天涯海格, 此时变得更加深不见底。 还有凝寒这个贱人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 这次木兰的幸运之威, 天涯海格是不是最回祸首? 这里面究竟有没有阴谋? 有什么阴谋? 这天晚上, 沈浪一夜未免她确定了两件事情。 首先, 想要拯救木兰, 必须激活, 甚至改造她的血脉力量。 否则, 木兰一定会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时间不多了, 只有一个月左右了。 其次, 沈浪对血脉能量的了解还是太少了。 靠着她这样做实验下去, 肯定来不及了。 地球历史上任何一个发明, 任何一个实验, 都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 这无数次, 可能是几千次, 甚至更多。 很多重要的东西, 重要的实验, 许多科学家终其一生都没能成功。 而再过一个月, 木兰或许就要生气断绝了。 沈浪想要成功, 必须得到更深层次的资料。 要么来自上古, 要么来自于这个世界几百上千年的研究。 她有必要去一趟天涯海阁如今很多实验, 都已经触及到了她的知识盲点了。 想要拯救木兰, 想要改造蜕变她的血脉, 神浪必须得到一些血脉点击。 比如上古点击, 又比如将离覆灭之后, 被天涯海阁等势力得到的秘密点击。 剑王前辈, 你陪我去一趟天涯海阁, 现在就去好吗? 剑王李千秋点头道, 我给你赶车。 这次, 剑王李千秋赶车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是三级巨马拉动的马车。 仅仅一天半后, 神浪再一次来到了天涯海阁的面前。 上一次来世近两年前, 当时还真的如同朝圣一般。 而这一次天涯海阁依旧矗立在海边, 在淡淡浓雾中, 美轮美奂, 尸史的殿堂, 文明的堡垒。 但此时在神浪的眼中, 就仿佛西游记中, 孙悟空和唐僧进入假雷音寺一样。 当时唐僧千辛万苦, 十万八千里, 觉得自己终于到达了西天, 到达了雷音寺, 能够求取真经了。 而当时的寺庙, 同样是庄严辉弘。 那里面的佛陀菩萨, 每一个都宝香庄严。 然而, 一切都是假的。 里面所有的菩萨, 甚至包括如来佛祖都是妖怪假扮的神浪上前敲门。 天涯海阁大门开启了一个裂口, 露出了一张面孔。 这是一个熟人, 两年前就是他接待的神浪。 神浪完成了几个大难题, 被他惊为天人, 关系非常密切亲热。 而此时, 他仿佛完全不认识了神浪一般。 何人何事? 神浪道, 神浪, 前来借某些点击一关。 神浪。 那个学师道, 天涯海阁不欢迎你, 请你立刻离去。 然后, 直接房门关闭。 神浪大声道, 请你转告凝寒那个贱人, 让他出来, 我要和他做一个交易。 迫不及待的翻开阅读。 然后, 就这么一直读了下去。 中途他忍不住抬头看了神浪一样。 没有想到啊, 这竟然是一个同道中人。 而且对血脉研究, 竟然也如此深入了。 神浪道, 老师, 您的实验报告呢? 我能看吗? 无徒子一挥手。 不远处的柜子门凌空被开启了。 然后神浪呆了。 原来这不是墙壁啊, 全部都是实验报告。 这, 这起码有几千本吧。 而且全部分门别类, 植物篇, 动物篇, 原虫篇, 血脉篇。 神浪从血脉篇抽出一本实验报告。 结果, 太详尽了, 太细节了。 这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非常了不起, 几乎完全还原了整个实验过程。 但对于神浪来说, 内容实在是太细致了。 他需要的是一本教材, 而不是一个超级学霸的课堂笔记。 他没有时间了。 稍稍犹豫后, 神浪道, 老师, 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您。 吴徒子飞快翻阅神浪的实验报告道, 你说。 神浪道, 我的妻子金木兰之前很难怀孕, 我的身体没有问题, 但她就是怀不上。 我本身也是一个不错的大夫, 我检查过她的身体完全没有问题的, 不管是输卵管, 还是宫内环境都非常健康。 紫色血脉。 吴徒子问道, 顺时神浪惊呆了。 这, 这真是超级专家呀, 一开口就知有没有。 吴徒子道, 紫色血脉是一种冲骨性血脉, 半中无一。 虽然不是非常强大, 但却极其稀有。 这种血脉者适合修炼个人武道, 也适合战场武道。 没错, 就是这样。 吴徒子道, 而且生出紫色血脉者之后, 母体会受到重创, 就算可以再繁衍出第二个孩子, 也会非常凶险, 而且生出来的第二个孩子有很大概率不太正常。 呃。 沈浪惊念了。 太准了岳母苏佩佩生了木兰之后, 再生金木葱就非常凶险, 几乎丧命。 所以岳父斩钉截铁, 以后绝不再生了, 绝对不让妻子苏佩佩冒险。 而且木兰如此优秀, 诞生出来金木葱, 虽然也谈不上不正常, 但, 确实屏隆, 完全不像是岳父和岳母的孩子。 终于找到根了。 吴徒子继续道, 紫色血脉者算是第一代血脉突变者, 但拥有这种血脉的女子不容易怀孕, 因为血脉内的能量充忽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宫内环境。 需要进行非常深层次的调养, 这净乎是改造血脉源头, 对身体是一种非常大的振动。 但紫色血脉者一旦怀孕, 容易反免出第二代血脉突变者。 第二代血脉突变者? 是黄金血脉吗? 沈浪道。 吴徒子瞄头道, 不, 黄金血脉太难了。 所谓的第二代血脉突变者并非黄金血脉, 而是先进于黄金血脉, 但也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血脉。 黄金血脉的孕育在几十年前确实成功过, 但早已经失传。 浮屠山和天涯海河千方百计想要制造出新的黄金血脉, 全部失败了。 沈浪道, 您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黄金血脉吗? 吴徒子道, 大傻事吗? 沈浪道, 不管是天涯海阁, 还是浮屠山, 仿佛都没有去动它。 吴徒子道, 他太珍贵了, 我们为他这个人专门要开破会议, 自由成长, 不得干涉。 沈浪相信将疑。 吴徒子道, 你是说我们会垂涎他体内的黄金血脉能量, 用来做各种实验。 那你多虑了, 不管是天涯海阁, 还是浮屠山, 虽然孕育不出国的黄金血脉者, 但是黄金血脉能量标本却是不缺的。 江离爹道, 所有人吃饱。 明白了江离负面后, 大延帝国和几个超脱势力完全夺取了江离所有的遗产, 包括文明研究。 吴徒子道, 而且很多人希望从大傻身上引出更加重要的人物, 所以很长时间内都不会送他的。 沈浪道, 我继续说我娘子的事情。 嗯? 沈浪道, 我娘子非常心急, 就是想要一个孩子。 天涯海阁就吸引他去进行调养身体, 整整调养了几个月, 调养好了之后找我亲热, 果然怀孕了。 生这个孩子的非常非常艰难, 最后我用针刺这个宝宝, 才让他生了出来。 但之后我娘子就陷入了长年, 仿佛植物人一般。 吴徒子一饿, 停止了看沈浪的实验报告。 你儿子什么血脉天赋? 沈浪道, 什么天赋都没有。 吴徒子道, 那, 那即了按照你说的这种情形, 他应该是第二代血脉突变者, 这是一种非常珍惜的血脉天赋, 非常强大, 请赐于黄金血脉。 为何会毫无血脉天赋? 沈浪内心更加惊诧。 但也更加愤怒。 天涯海阁果然别有所图。 沈浪道, 天涯海阁在利用我的娘子, 利用她的紫色血脉, 想要繁衍出第二代血脉突变者。 吴徒子望着沈浪梁走道, 不, 他们的目标是你, 而不是你妻子。 沈浪一惊。 吴徒子道, 紫色血脉者作为第一代血脉突变者, 虽然非常稀有, 万中无一。 但是天涯海阁不缺, 我们浮屠山也不缺。 确实如此越过有近两千万人口, 就算是万中无一, 也起码有上千人。 这个数量对于天涯海阁来说, 确实不缺了。 沈浪, 你应该对我不粉撒谎了, 但是我无所谓。 吴徒子道, 但天涯海阁设计你的妻子, 目标确实是你, 不过他们显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他们应该派人去检查过你的儿子了。 沈浪道, 对。 吴徒子道, 你的血脉真的很特殊, 简直是百万中无一了。 沈浪道, 您可以说完的。 吴徒子道, 百万中无一的被, 空白灵血脉者还可以进行改变, 灰色血脉还有一点点力量。 而你, 绝对零力量, 还不可改造, 不可提升。 这些当然是 吴徒子经过沈浪的实验报告的出来的结论。 好吧, 这个结论沈浪之前就得出来了。 他也想要改造自己的血脉呀。 做了一百多次实验后, 彻底放弃了。 但是你的血液竟然可以杀死我的高级原虫, 这太神秘了, 我需要长时间的研究或许通过你的血脉, 我可以得到一个化时代的研究成果, 能够制造一场血脉革命。 沈浪此时不关心自己的血脉是否百万中无一, 千万中无一。 他只在乎能不能拯救木兰。 那我的娘子, 还能不能救活。 沈浪直截了当道。 吴徒子沉默了片刻。 沈浪, 你来浮屠山是为了救活你的娘子, 你想要靠血精拯救你的娘子呢? 吴徒子问道。 沈浪点头。 真是让人感动的爱情。 吴徒子道, 那你为何还要勾引我, 甚至迫不及待要把自己卖给我的样子。 恶男人, 男人。 吴徒子不切了点了点嘴, 内心专注, 身体泛滥吗? 不过你好歹还证明了你的情感, 甚至愿你付出生命的代价拯救你的妻子, 你还算是一个深情的人渣。 沈浪道, 恩师, 我娘子能救活吗? 时间真的不多了, 最多只有18天了, 我就算用最快速度赶回去, 也需要11天。 吴徒子沉默了好一会儿道, 我的母亲就是第一代血脉突变者, 我是第二代。 沈浪惊愕。 吴徒子的血脉天赋这么高。 你看我身体不坏吗? 沈浪道, 不不坏, 美极了。 吴徒子道, 说实话。 不坏。 沈浪道, 皮肤特别白, 白得不像是人类, 好像要扣明一样。 而且温度很低, 您的体温比正常人低了两度左右。 吴徒子道, 我其他身体部位不方便给你看, 但总之我几乎不是正常的女人, 我没有越视的, 传说中我的外号是真的。 石魔女。 竟然是真的。 吴徒子道, 我的血脉天赋很高, 但是我不太喜欢练武, 我喜欢进行各方面的研究。 结果就算不怎么练武, 武功也依旧很高。 日又来这一套。 人比人, 气死人。 吴徒子道, 我的父亲是浮屠山长老, 所以某些方面的条件比你好很多。 我母亲生完我之后也陷入了长年, 我父亲想尽了一切办法, 维持了他三年的生命, 植物人一样的生命。 然后他依旧离聚了。 这个信息几乎让人绝望。 完全没有想到, 吴徒子的母亲竟然和木兰的遭遇一样, 哪怕以浮屠山的能力, 也没能救活他。 沈浪道, 我的儿子一切都正常, 他不像您这样。 吴徒子道, 所以很奇怪, 但是你妻子的状况和我母亲一模一样, 我父亲作为浮屠山长老都无能为力。 那意思非常清楚, 当年吴徒子的父亲救不了他的妻子, 现在沈浪也绝对不可能救得婆亲木兰。 沈浪感觉到有些无法呼吸, 深深吸了几口气, 他沙哑道, 老师, 我想要戒院血精。 他绝对不会放弃。 他有智脑, 还有现代地球几千年的科学文明。 当年浮屠山长老做不到的事情, 他未必做不到。 吴徒子望着沈浪道, 你想要研究血精脑道拯救你妻子之法。 沈浪点头。 吴徒子道, 你不用去阅读血精,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这种情形在血清的第一册325页里面有记载, 称之为第二代血脉突变者之繁衍后果。 沈浪道, 那里面无解吗? 吴徒子道, 有解, 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医者, 所以我的话你应该能够听懂。 沈浪道, 您说。 吴徒子道, 你妻子现在的血脉能量完全陷入沉寂, 处于绝对的生气亏空。 沈浪点头道, 对, 我检查过他的血液, 通过特殊的光发现他血脉能量处于极其的暗淡, 就仿佛临死之前的萤火虫, 已经放不出光芒了。 吴徒子道, 这根源在于水, 而不在于血, 水才是血脉之人。 这点沈浪当然能够理解。 人体血液中所有不同的血细胞, 都是来自于肝脏, 骨髓和胸腱里的始祖细胞, 多能干细胞及有此移形的定向干细胞, 这就是人体血液产生的基本道理。 吴徒子道, 金木兰的水已经失去了制造血脉能量的能力了 所以他的血脉能量不断在消耗, 却不再产生。 这下子沈浪彻底明白了, 知道了问题的坑源所在。 吴徒子道, 在上古典籍中, 当时很多人类为了挽救他们的妻子, 付出了无比巨大的努力, 用了整整几百年时间, 终于克服了这个难题, 制造出了一种叫做洗髓精的东西。 洗髓精 神浪道 吴徒子道, 对, 洗髓精将它注入到湖水之后, 能够引发这个常年之人第二次自我血脉突变, 重新得到全新的血脉力量。 如此一来, 它不但能够醒来, 而且血脉能量还能够得到巨大的蜕变和提升, 让它变成第二代血脉蜕变者。 神浪道, 那这洗髓精, 如何制造? 吴徒子道, 神浪, 我们挖掘到的上古文明典籍是残缺的关于如何制造洗髓精的典籍, 我们浮屠山没有。 唯一的希望就是挖掘到现成的洗髓精, 所以当年我父亲疯狂地区探索世界各地, 就是想要找到上古遗迹, 奢望着能够从里面得到一款洗髓精, 结果, 他失败了。 神浪精道, 上古遗迹中会有洗髓精。 吴徒子道, 我无法告诉你具体的数字, 但是根据过去几百年的事实, 大概平均每七个上古遗迹中, 就会有一个洗髓精。 因为上古遗迹中, 通常都会有炼金式。 而洗髓精算是上古炼金式一种非常高级的作品, 而且关键是间隔了无数的岁月, 他依旧有效。 神浪顿时变得激动起来。 这或许是实也。 命也。 神浪道, 最近天涯海阁是不是发现了一处上古遗迹的踪迹? 吴徒子道, 对, 天涯海阁最先发现然后浮徒山、玄空寺、 朱天阁等势力也陆续发现。 神浪道, 现在这个上古遗迹, 被开启了吗? 吴徒子道, 没有。 神浪道, 找不到入口吗? 吴徒子道, 找到了入口, 但是开启不了。 神浪道, 那天涯海阁发布的那个千年难题, 是不是和上古遗迹的入口有关? 吴徒子道, 可能, 我不太关心这个。 但是山长亲自带领浮徒山弟子在那个上古遗迹处, 尤其重视。 神浪道, 老师, 这个上古遗迹是不是对浮徒山非常重要? 吴徒子道, 当然, 因为每一次上古遗迹的开发, 都可能意味着一场革命每一个超脱势力, 一旦错过两三次上古遗迹, 那也意味着距离没落不远了。 神浪道, 那浮徒山。 吴徒子犹豫片刻后道, 错过两次了这次, 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了。 没错, 浮徒山已经错过了两次上古遗迹。 但是将离陛下倒下后, 浮徒山获利巨大, 所以还能支撑住。 算来大劫寺算是百年来第一个没落的超脱势力。 神浪道, 那这个上古遗迹在哪里? 浮徒子道, 南部海域。 神浪道, 距离天涯海格很近。 不算远。 神浪激动道, 老师, 或许我知道开启这个上古遗迹之法。 天涯海格发布的这本千年难题, 我能解。 那确实是一个千年难题, 就算在现代地球, 也被誉为是三大数学难题。 全球数学家, 科学家用了几百年时间才解开。 老师, 我能够代表浮徒山解开这个难题, 开启这个上古遗迹的入口。 神浪颤口道, 到那个时候, 我们浮徒山就得到了这个上古遗迹, 这完全是百年不遇的机遇, 是我们浮徒山击败天涯海格的机会。 浮徒山已经错过两次上古遗迹了, 如果错过这第三次那境遇就比较危险了。 距离下一次上古遗迹的发现不知道要猴年满月。 如果这次依旧是天涯海格开启了这个上古遗迹, 那浮徒山没落的危险就大大提升。 这个上古遗迹对浮徒山的重要程度完全是战略级的。 老师, 我只要洗髓精神浪道, 你立刻带着我去见浮徒山的主人, 我们立刻去开启这个上古遗迹的入口, 狠狠在天涯海格的脸上扇一个耳光。 老师, 时间必须快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狐狐子望着神浪, 点头道:"好我带你去。 老师, 我能问你一下雪隐神女和钟楚客大宗师在哪里吗?" 吴徒子道:"我知道这两个人, 也知道这二人来过浮徒山, 但究竟在哪里我确实不知道因为这不归我管。 神浪信了。 眼前这个吴徒子是绝对的科学狂人, 恨不得一天24小时待在自己的实验室内, 确实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闲适。 吴徒子这就要带着神浪去浮徒山的中间大岛。 结果刚刚走出了你几步, 便由停了下来。 因为有人来了果然, 外面响起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吴徒子长老:"那个神浪还活着吗?" 乔这话问的,真是太直接了。 吴徒子走了出去。 小岛的码头上停了一艘船, 穿上站着五个人。 一个白袍,四个黑袍。 罗巡查使。 吴徒子道:"何事?" 那五个人足下轻轻一点, 身体如铜箭一般残射出, 落在小岛的土地上。 那艘小船, 竟然没有任何晃动, 水面也没有起波澜。 这五人的武功, 真是高啊。 那个罗巡查使道:" 听说有人伪造浮徒山的令牌, 特来抓捕。 如果神浪没死, 我们就要带走处子。 那个传家去上报了浮徒山总部, 总部立刻派来了县堂的巡查使过来抓人。 吴徒子道:"不必县堂操心, 这忍浪确实是我的关门弟子。 这话一出, 罗巡查使不由的疑恶。 见鬼了吗? 这吴徒子压根就没有见过神浪, 而且他根本不能接受任何人涉足他小岛的。 现在竟然收这个神浪做关门弟子。 莫非神浪的美男气成功了。 这吴徒子虽然长得绝美, 但压根就不是完整的女人了。 就这神浪还能搞定。 罗巡查使道:"吴长老, 首先您收弟子要先经过恩德堂的同意, 并且登记入册, 这才算是收图成功。 吴徒子道:"是吗? 那我现在去恩德堂登记可还来得及吗?" 罗巡查使道:"当然来得及, 只不过神浪还犯下了另外一个罪名, 伪造浮屠山令牌。 我们所有的令牌都有登记在册, 根本就没有他的那一面伪造令牌, 乃是死罪我要带着他去献堂处死。 吴徒子道:"他的那面令牌不是伪造的, 是我给他的。 罗巡查使道:"这不可能, 您从来没有离开过浮屠岛, 如何把令牌给神浪。 吴徒子道:"我的侄子吴徒离开过浮屠山, 去专门找获神浪, 是我委托他把令牌交给神浪的, 当时我就看中了他的才华, 想要收他为谱。 罗巡查使道:"去叫吴徒来。 片刻后, 吴徒来了他还是和之前一样, 平凡的面孔上时时刻刻都带着亲切的笑容。 神浪见到他之后, 顿时如同他相遇故知一般, 大声道:"义兄,可想杀小弟了。 吴徒大喜道:"浪帝, 你终于来了,可真是想死我了。 几个月前我就时时刻刻盼望着你来浮屠山, 如今你总算来了。 来来来,跟着哥哥回家, 我们不醉不归。 这两个人见面真是亲热无比。 罗巡查使道:"吴徒, 吴徒子长老可有委托你把一面浮屠山的令牌转交给神浪。 这话说出的时候, 吴徒子和神浪都盯着他看。 这时候哪怕是一个傻子都知道怎么回答了。 吴徒一恶道:"没有啊, 姑姑你没有让我转交什么令牌呀? 看看这就是塑料兄弟情。 当然, 对于这点神浪半点都不意外。 当他的实验记录出现在引员会那里的时候, 他应该就能想到吴徒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了。 但吴徒子脸色顿时意冷。 吴徒, 你确定没有为我转交令牌。 吴徒一脸无辜道:"真的没有啊, 姑姑是不是你记错了?" 吴徒子一阵冷笑道:"那或许是我记错了, 我不是让吴徒转交的令牌, 而是另有其人。 罗巡查使道:"谁? 我立刻找他来对质。 我忘记了,可以吗?" 吴徒子道:"但神浪的那面令牌就是真的。 这, 这是虎脚蛮缠啊。 而且是完全不讲道理的虎脚蛮缠。 这同样不意外, 就这已经是吴徒子耐心的极限, 你想要他编造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 抱歉他没有这个经历。 反正化缘不了, 就直接翻脸动武。 果然下一秒钟。 吴徒子寒声道:"我说过了, 神浪是我的关门弟子, 他的令牌是真的。 现在请你们立刻离开我的岛屿, 否则就怪我下手无情。 他左臂微微抬起, 袖子花落,露出了雪白的玉碧, 阳光照射之下真的如同透明了一般。 顿时, 后面的花谱变得无比艳丽。 几百几千只蝴蝶飞了起来。 这一幕, 神浪活生生惊呆了。 我, 我日这些花, 竟然不是花。 而是蝴蝶。 我说了, 刚才看着这些花非常不对劲, 显得游几妖艳。 这几千只蝴蝶在空中飞舞, 释放出无比危险的气息。 很显然, 有剧毒罗巡查使道:"吴徒子长老, 您不要让我难办。 我只是在履行献堂的职责。 吴徒子道:"我说了, 要么滚, 要么死。 恶罗巡查使无奈。 犹豫了片刻道:"吴徒子长老, 您的这种行径是触犯了浮屠伤规的, 严重者可要被剥夺长老之位的。 我这就去县堂的孔长老, 请吴长老三思。 滚。 罗巡查使无奈离去。 吴绝道:"浪弟, 那哥哥先走一步, 等这边事情处理完毕, 一定要去我家里喝酒了。 沈浪亲热道:"一定, 一定义兄, 见到你真高兴。 吴绝道:"我见到你才高兴呢, 浪弟告辞一定要记得去我家呀, 我手都给你温好了, 菜也要炒好了。 还高兴呢? 你这都要置沈浪于死地了, 还高兴呢?" 一众人走了之后, 吴徒子手放了下来, 所有的蝴蝶回到花谱中。 看上去, 又仿佛是艳丽的花瓣。 吴徒子和沈浪究竟静在等着。 他没有任何要开口的意思。 沈浪忍不住用X光点查他的身体。 刚才他说过, 他并不是完整的女人, 甚至没有越视。 而且是石魔女。 沈浪扫描他的身体后, 发现他腹部内有正常的工房, 也有正常的卵巢。 但是较正常女人都要小, 就仿佛没有发育完全一般。 而且他的血脉天赋果然很高, 不是金色的。 像是红色, 但又像是橙色, 甚至还有些游离不定。 你这是在观察我的身体吗? 吴徒子道。 沈浪点头。 吴徒子道, 别费劲了, 我自己检查过不下一千遍了。 沈浪道, 所有第二代的血脉突变者都是这样的吗? 吴徒子道, 几乎所有的第二代血脉突变者都不大正常, 但每一个人的不正常也不一样。 接着, 他道, 你应该听说过我低碎相亲者一哥蛋的故事吧。 当然听过, 甚至还因为做了几场噩梦。 这件事情是真的。 吴徒子道, 但是朱天阁的那个垃圾是故意的, 他明明知道我不正常, 却故意向我求亲, 其实是在羞辱我, 我只踢碎他一颗蛋已经非常脚下留情了。 若不是看在他妻子份上, 我早已经让他彻底变成太贱了。 恶每一个不正常的人, 都是所有人眼中的一类吴徒子道。 沈浪不由地想起了那些灵血脉者, 在其他人眼中也是异类。 不过眼前这个异类尤其强大, 也尤其狠毒。 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吗? 应该说是冷酷, 在他眼中人类性命和那些用来实验的小裤子, 小老鼠没有什么区别。 差不多半个小时后又来了一艘小船无绝没有来, 那个罗巡查使也没有来。 来了三个老者气息非常强大的老者。 这种气场的感觉,非常强烈。 哪怕沈浪没有武功也能感受得到。 刚才罗巡查使五个人在的时候, 气场完全被无徒子一个人压制住了。 而现在整个小岛上的气场完全被这三个长老压制住了。 师妹,不要胡闹,把人交出来。 其中一个老者道。 无徒子目光一寒。 二话不说,两只手举起。 哭。 顿时,所有花卜的几千只蝴蝶飞起。 然后更加惊艳的一幕出现了。 所有树林的树叶也飞了起来。 也全部都是蝴蝶,几万,几十万只。 遮天避日,在空中盘旋。 这一幕真的把神浪阵的头皮发麻。 然而,这仅仅只是开始片刻之后,地面开始涌动。 无数的毒蛇从地下钻了出来,几千,几万条,甚至更多。 这些毒蛇坛绕在一起,竟然组成了一道墙,拦住了三个狐狐山的大长老。 勇动的黑色城墙天空几十万只的蝴蝶不断盘旋。 这个画面,简直比任何电影都要惊面绝伦。 无徒子恩师啊,我,我真是小看你了。 你这本事真是牛逼啊。 难怪这个岛上一个人都没有。 你不愿意别人来,别人也不敢来呀。 甚至都不但愿意踏上这片岛屿,会知道你有多少毒虫啊。 不过无骨子老师你这性格也真是暴烈啊,一言不合就开看。 就算面对三个大长老也直接开队。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混上长老的,想必在浮屠山的人际关系非常差吧。 此时沈浪赶紧走了出来道,且慢动手,且慢动手。 我嗨。 一名浮屠山长老见之寒声冷翅。 沈浪道,三位长老听我一言。 动手,抓人,杀之。 这三名长老压根不听沈浪的任何话,直接就上前抓人。 哦,是杀人这等傲慢,这等是人命为草剑,果然是浮屠山作风啊。 何等高高在上。 沈浪道,我能开启南部海域的那个上谷一记入口。 他直接开门见山。 三个长老不由得一恶。 不过,完全没有停留,依旧往前走。 这三人所过之处,释放出无比强大的能量。 无数的毒蛇,距离他们还有好几米的地方就直接粉碎。 无数的蝴蝶,更是在空中化为稀粉。 这武功太高,已是与沈浪压根不懂的啥级别了。 沈浪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个上谷一记的入口处,有一副地图对吗? 这话一出。 浮屠山的三个长老停下了脚步。 这个小白脸是怎么知道的? 见过上谷一记入口的情景不超过二十人,这里面没有一个人会告诉神浪。 甚至连吴爵都不知道。 当然吴徒子也不知道神浪道,几个超脱势力想必已经耗尽了无数的智慧,都没能解开这个地图谜题吧。 按照几大超脱势力的规矩,谁先解开这个地图的谜题,谁开启这个上谷一记的入口,就能得到这个一记的开发权对吗? 一直一来都是如此的。 什么不同开发,不存在的。 神浪道,我能够解开。 三个长老不信。 为了解开这个难题,天涯海阁、浮浮山、玄空寺、通天寺、都天阁等超过势力不知道费了多少努力。 可以这么说,他们完全把天下最聪明的人都集结常识解开这道难题。 所有人都失败了。 不知道有多少天才号称解开了这个难题,结果一世,依旧是失败的。 神浪差不多是第几百个号称自己能够解开这个难题的人了。 那些智者不是吹牛,而是觉得这个难题确实不难,自己确实能解。 但真正开始做的时候,发现难如登天。 到现在整个东方国度不知道有多少个天才正在呕心沥血,不眠不休地解答呢。 动手。 三个浮浮山的长老停论片刻后,依旧不为所动。 继续往前不断地摧毁无独子的毒蛇和蝴蝶。 毁造浮浮山令牌是重碎,必死无疑。 但是在这三个长老眼中, 沈浪此时还有一个对名更加严重,那就是勾引无徒子。 这无徒子本来如同天煞公星一般,不合任何打雕荡的, 而现在竟然如同被灌了泥粉药一般护着沈浪, 就单单这一点,沈浪就该被碎尸万段。 无徒子忽然道,三位长老,让沈浪试试看, 如果他解不开尚苦一记入口难题。 我就持续花木堂长老之职。 这话一出,三位长老一惊。 沈浪这个小白脸如此了的吗? 短短不到一个时辰,就把无徒子迷的神魂颠倒了。 为了他,无徒子竟然愿意持续浮屠山长老的职位。 此人就是个祸害呀,雄性祸水。 不过,比起一个小白脸的性命, 花木堂长老的位置显然珍贵得多。 三个长老对视一眼。 一言为定,半个时辰后出发。 然后,三个长老退去。 无徒子后退半步,脚步微微有些亮枪。 所有的毒蛇丧开,钻回到地里。 所有的蝴蝶返回到树林, 该扮演树叶的继续扮演树叶, 该扮演花瓣的继续扮演花瓣。 沈浪也不敢置信望着无徒子, 他也被惊呆了。 恩师啊。 咱俩之间没有那么深的交情吧。 花木堂长老, 是继承我父亲的位置。 无徒子道, 我这个长老名不复实的, 从来都没有去访过市, 我没有离开过这个倒半步, 但山长坚持让我做这个长老, 我自己无所谓的。 原来如此不过, 那三个长老说半个时辰后出发什么意思? 留给沈浪和无徒子半个时辰。 做什么? 我和他完全是清白的呀。 你们把我沈浪当成什么人了? 走吧。 无徒子道, 然后直接朝着马口走去。 现刻后, 水面直接端出了一艘小船。 无徒子登上了小船, 沈浪微微一额。 微微一额, 也登上船。 没有船夫, 没有船长, 没有风帆这船竟然自己纵了。 太神奇了。 沈浪低头一看, 发现水中又三条大水蛇, 正拉着小船往前流。 每一条水蛇, 大概有六七米长。 沈浪再一次心中惊叹, 我的美女恩师好牛逼。 这就是我的天赋, 能够和动物交流。 无徒子道, 所以整个小岛, 都是被我驯养的。 这些狐蝶, 毒蛇都是都是我看着孵化出来的, 他们是我为母。 那可惜了。 刚才被浮屠山的三个长老杀了那么多, 让人心痛。 沈浪道, 老师, 您不需要带什么吗? 什么? 沈浪道, 比如换洗的衣衫。 您这么爱干净。 无徒子几乎是沈浪见过最最干净的人, 简直是有超级解体症。 不需要无徒子道。 天课之后又有一艘小船追了上来。 船上挂着一面旗, 写着线字。 这应该就是浮屠山剑堂长老了, 他身后跟的竟然是无绝。 义兄, 你也去吗? 沈浪无比欢喜道。 无绝太祖依旧很亲热, 道:"对啊, 我实在不放心姑姑和浪帝, 就主动请应, 顺便一路侍奉红长老, 浪帝呀我们又能千里交谈了。 塑料兄弟情, 塑料不执情, 简直演绎到了极致。 我若此去花木堂长老, 接任的是吴绝的父亲, 也就是我的兄长。 吴谷子道。 哇, 又多了一段塑料兄妹情。 接下来, 两艘小船一前一后。 沈浪和吴绝, 隔着好几米, 无比热情的交流。 那架势简直比亲兄弟还要亲。 十几个小时后 沈浪乘坐的小船再一次来到了浮海入口的码头。 剑王李千秋依旧等在这里, 正心急如焚。 浮屠山太危险了。 沈浪这一去, 真的怕死无荡身之地啊。 结果抬头一看。 沈浪回来了, 而且身边还坐着一个绝美的女子。 这, 这就是吴徒子。 还真的被他搞定了。 这等手段, 真是让人看为官职啊。 我们这等农民的后代, 真是学不来, 学不来的。 离开浮海, 回到了陆地。 这趟浮屠山之旅就算是结束了。 总共在浮屠山待的时间不超过三个小时。 浮屠山什么样? 不知道因为沈浪压根就没有到了浮屠山门派的主导, 就只是远远眺望了无比之高的浮屠山无风。 而且, 浮屠山的人他拢共就见了十个人而已。 真的比麻人摸象还不如。 但就算如此, 浮屠山的强大、神秘, 高高在上已经在他心中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 毒蛇祖腾的小城墙。 无数蝴蝶组成的花圃, 组成的树林。 简直离奇的不真实。 回到陆地上后, 已经有两辆华丽的马车等在这里了。 神浪恬不知耻地坐在马车里面, 而且和无徒子一辆马车。 剑王李千秋朝着那车夫道:"兄弟, 要不然还是我来赶车吧, 这行当我熟。 恶好吧两辆马车, 不断南下挂着浮屠山的旗帜。 这还是神浪第一次见到这面旗帜。 一点都不威武。 蓝色的丝绸上, 绣着很多浮游。 还不如天涯海格呢。 天涯海格的旗帜也很简单, 就是一朵云。 这群超脱势力太爱装低调了。 这旗帜看上去不威武。 实际上非常威武两辆马车所过之处, 都变成了无人区一般。 不是因为挑无人之地行走, 而是有人见到这两辆马车的旗帜后, 驱散前走了所有的人群。 或者说, 不管哪个国家的人, 对浮屠山都必知如蛇蝎。 看到这面旗帜之后, 远远就避开了。 没有任何盘问, 没有任何关卡。 轻而易举地穿过了楚国境内。 唐儿皇之走在关道之上, 若不是因为关道上有很多新鲜的车德和马蹄印记, 沈浪真怀疑这片地区的人都死绝了。 穿过江国的时候。 同样如此之前来的时候, 整个江国草原经常能够看到呼啸而过的骑兵。 这一次南下的时候, 按说能够看到更多的。 结果一个骑兵都没有看到。 结果一问, 沈浪明白了因为浮屠山事先把路线图交给了楚国、 岳国、大南国、南欧国 然后这个线路上,就不会有人了。 这不是巴结。 而是一种弊讳。 比如楚王和浮屠山的关系就谈不上好,岳王也是。 江王阿鲁纳纳, 更是没有任何要巴结浮屠山的意思。 这就仿佛在中南亚的一些国家, 有人看到一群和尚经过, 本能的避开, 让出整个道路是一个道理。 南下的速度非常快 浮屠山的马车穿过了枪国后, 进入了金军的大南国审浪看出不同了。 大南国的金军也收到浮屠山送来的路线图了, 但是并没有遣散人群。 沙满族的大军, 依旧大摇大摆的从边上经过。 甚至还不断观察这两辆马车。 但是同样没有人上来拦截盘问, 就仿佛当浮屠山这两辆马车不存在一般。 而浮屠山也当这些沙满族军队不存在。 双方请水不放河水。 倒是沈浪非常诧异。 真是没有想到啊, 自己和金军还没有交手, 倒是先穿过他的大南国了。 而且还看到了他的军队在行军。 新军的十万大军, 正朝着南欧国而去。 沈浪此时近距离看到了这支军队。 个子不高, 甚至谈不上很强壮。 但真的很彪悍。 每一个人身上肌肉如铁一般, 看上去瘦, 但却充满了绝对的爆发力。 每一个士兵看上去装备很差, 其实战斗起来威力很强。 大多数沙满族穿的是藤甲和草鞋, 手中拿的盾牌也是藤甲。 背的弓看上去也不精致, 甚至个头不大。 倒像是一支原始部落的军队。 然而沈浪知道, 这藤甲其实很坚固。 尤其这藤甲盾牌, 普通弓箭根本射不穿, 刀子砍在上面也只是留下一个身影而已。 还有他们的弓看上去粗糙无比, 但却很强。 弓壁很粗, 都是用一整根木头弯曲而成的, 差不多有一弹左右。 这对于大规模军队来说已经是超级强弓了, 至少比越国的弓更强。 还有他们手中的刀子, 看上去比较古怪, 弯刀不像弯刀, 砍刀不像砍刀。 但都是西域支援的上好钢铁, 非常坚韧锋利。 知己知己,百战百胜。 对于沙蛮族的装备, 沈浪是认真研究过的。 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 不好看, 但是很好用。 而且这些沙蛮族士兵行军的时候, 未必走道路, 反而选择翻山越岭, 完全不知道疲倦, 如同猴子一样灵活。 尤其奔跑起来, 那瞬间的爆发力, 真正纵如波骨。 嗖嗖嗖嗖。 一路上, 沙蛮族大军有专门的狩猎队伍。 在丛林之中飞快光奔, 在树木中跳跃。 手中弓箭纷纷射出, 快如闪电。 甚至你还没有看到猎物的身影, 就已经倒地毕命了。 这些狩猎队的剑法高超。 在快速奔跑中, 他们能够射中奔跑的兔子, 游走的毒蛇, 甚至在林中穿梭的飞鸟。 剑王李千秋不由地和沈浪对视了一眼。 沙蛮族武士果然名不虚传。 越国有大麻烦了。 马车飞快穿过了大南国的东部区域, 进入了南欧国境内。 这里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越国十五万大军, 浩浩荡荡, 无边无际。 南宫澳, 宁罗公主, 驻林大将军依旧在调兵前将。 无数的民夫, 正在疯狂地修建防线和堡垒南欧国的三克城池之外, 密密麻麻到处都是堡垒, 都是沟壑。 整个南欧国都变成了巨大的战场这还是沈浪第一次身临其境到剧情战场上。 比他想象中宏大的多。 甚至比电影中的场面还要巨大。 十几万大军, 十几万民夫, 防线延连几百里。 沈浪断来的那几百万金币, 其中大部分都变成了这几百里防线。 这性价比已经算很高了。 乾隆的大小青川之战, 用掉七千万两银子, 但青川只有一个线大小, 汉军或万而已。 清国之战。 完全如同两只超级巨瘦的碰撞浮屠山的马车唱风无阻穿过了南欧国, 进入了越国天南行省, 然后掉转南下, 再一次了海边。 这里已经有一艘海船在等候, 挂着两面旗帜。 主旗帜是浮屠山, 还有一面小旗帜竟然是南海建派。 这艘船是南海建派的。 艳南飞和浮屠山的关系, 果然很亲密啊。 不过, 他并没有出现甚至驾驭船只的水手, 也压根没有来打扰浮屠山的两位长老, 因为根本发解不上。 海船航行了一天两夜到达目的地了这是南部海域无数荒岛中的一个。 甚至没有码头。 大海船先停了下来, 然后挂小船登上了这座小岛上古一记就在这个荒岛上。 这座岛屿, 没有任何草木, 全部都是黑石。 岛屿的周围, 怪石锁利, 猙獰可怖。 剑王李千秋不能登岛, 只能留在海船之上。 绝对的骑士。 甚至没有商量的余地。 当然, 吴绝也没有登岛, 他的级别不厚。 浮屠山口长老, 吴谷子长老, 沈浪三人登上了这座黑岛。 从近处看, 这座岛屿真的仿佛发在海上的一只黑色巨兽。 从西边进入岛深入岛屿之后, 沈浪感觉到了怪异的气息, 却又完全说不上来。 压抑。 不是就感觉呼吸不舒服, 不是因为湿度, 也不是因为气压。 对磁场这座岛上的磁场很怪, 甚至已经影响了人的大脑, 本能的感觉到昏眩。 一般来说不会这样的, 人就算进入强磁场也不会眩晕的。 通过智脑, 沈浪再一次检测到了另外一项数据。 辐射值让人不舒服的根源, 还有辐射。 不止有雷, 不, 有等放射性金属才有辐射, 很多大理石都有辐射的。 而这座岛屿上的磁场环境和辐射, 远远超过了其他区域。 神浪本来想要问, 上古尼迹的入口在哪里。 不过不需要问了因为他已经看到了。 那里就是上古尼迹入口。 岛屿的中间, 有一个石头巨人, 大概二十层楼那么高。 他抬头望天。 手中还捧着一个大星球星球上刻着复杂的地图, 有着很多陆地和海洋板块, 而且这些板块中间四处, 已经涂上了四种红色, 蓝色, 黄色, 绿色。 这个石头巨人仿佛是要让太阳光绕射在星球地图上。 巨人手中这个星球地图, 就是上古尼迹入口的关键。 这幅地图就是千年数学难题解开了这个难题, 就能开启上古尼迹。 神浪一眼就看出这是四色定理, 也被称之为四色猜想。 这是近代数学三大猜想本质正是二维平面的固有属性, 即平面内不可出现交叉而没有公布点的两条直线。 很多人证明了二维平面内无法构造五个或五个以上两两相连区域。 用简单言语来形容, 就是任何一张地图只用四种颜色就能使具有共同边界的国家者上不同的颜色, 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一张地图只需四种颜色来标记就行。 这个猜想看起来很简单, 甚至一个中学生看到这个题目后都能兴致勃勃, 提起以来进行解答。 但是真正开始之后, 才发现这道难题实际上无比之难。 否则他也不会被认为是近代世界三大猜想之一, 和贝马猜想、哥德巴赫猜想同集。 整整一百多年时间内, 没有一个科学家完成这个猜想, 包括许多天才级的科学家都得挤在这个猜想上。 比如伯克霍夫利和富兰克林。 一直到了1976年, 两台计算机用了1200小时, 做了100亿个判断, 才完成了整个猜想。 此时浮屠山, 天涯海阁, 朱天阁, 玄公寺等超脱势力都在。 他们都对这个上部一记志在必得。 战略级别的存在。 这些势力已经在这个岛上消耗了半年多的时间了。 偶心沥血, 竭尽全力也无法完成这个难题。 银行公主也来了她此时依旧在绞尽脑汁, 在纸上进行演算。 在唐级大势力, 几十个天才, 都在疯狂演算, 争分夺秒。 他们算不出来是正常的, 别说半年时间, 就算一年两年都算不出来。 地球那么多杰出的数学家用了一百多年都没有完成他们想要靠半年内算出来, 绝不可能。 但是, 沈浪却可以轻而易举做到因为, 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而且, 他有至脑在场几十个人, 大概都属于这个世界金字塔间的人物了。 几个超过势力的主人, 还有他们的传人, 以及最聪明的人都在这里了。 沈浪不知道这些人谁是谁。 也没有人为他介绍。 沈浪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包括冥航公主在内, 他甚至头都没有抬起来过。 沈浪大概注意到, 整个天涯海阁大概来八九个人左右。 朱玉音并不在, 显然以他的身份并不够资格出现在这个地方。 你们在这等着。 线旁的孔长老道。 然后沈浪和吴仆子就留在园里, 孔长老前去顶报。 那人就是浮屠山的主人。 显得非常年轻啊。 孔长老顶报之后, 那人朝着沈浪望来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片刻后, 红长老走了过来道, 你就在这里解吧, 可以拿一张纸, 一张笔。 沈浪心中冷笑。 这群超脱势力的人都是这般高高在上, 藐视众生的吗? 不过想想也正常, 在这些超脱势力看来, 他们是先进为营的代言人, 而沈浪只是土著的代表。 如果表现得李贤恰是倒仿佛是虚伪了。 想要这些人相信沈浪可以解开这个四色定理。 那就是对他们自己世界观的天赋。 在场这几十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最智慧绝顶之人, 他们已经耗费了半年多时间都没有解开, 更何况沈浪这么一个区区土著呢? 沈浪这样的天才他们见得多了。 稍稍看了这一道题都觉得简单, 觉得自己能够解答。 太肤浅了。 真正深入之后, 你就知道会有多难了。 浮屠山主人的意思是, 给你一张纸, 你埋头在边上一起点, 然后知难而退, 自己离去吧。 这已经是给吴徒子的面子了, 否则你沈浪根本连踏上这个岛屿的资格都没有。 至于对沈浪能够解开这个千年难题。 浮屠山主人压根就没有想过。 但沈浪哪有这个功夫瞎耽误。 此时距离木兰生七号节的最后期限只有几天时间了。 他必须在半个时辰内就解答这个难题开启上谷一气入口。 浮屠子欠之问道:"神浪, 这个地图你可看清楚了。 神浪道:"看清楚了。 浮屠子道:"你确定能解。 神浪道:"当然能解, 两刻钟内就能解完, 否则就将我碎尸万段。 浮屠子点了点头, 然后他再也不需要孔长老做传声孔, 直接朝着浮屠山主人走去。 孔长老祖拦。 走开吴屠子寒声道。 孔长老面色一变, 但在场毕竟那么多人, 不能让其他势力的人看到浮屠山内的不团结, 于是他让开了去路。 浮屠子来到浮屠山主人道:"山长, 神浪他能够解开这个难题, 两刻钟内就能完成。 这话一出, 浮屠山主人眉头皱了皱。 让他在边上自己是吧, 写出来了再说。 浮屠子道:"他直接要去地图星球上市。 让神浪在纸上完成这个难题, 然后再交给浮屠山的人。 他才不看。 这样太不风光, 太不装逼打脸了。 这就相当于某个学生有了一个超级牛逼的发现, 写了一篇论文在世界顶级杂志自然上发表, 结果这篇论文先交给了导师, 发表出来了之后作者就变成了导师的名字。 听到吴屠子的话后, 浮屠山主人一个。 这神浪这么不知道天高地厚吗? 你现在可是代表我浮屠山出手的, 你这一上去如果没有完成, 岂不是丢了我浮屠山的人吗? 不行浮屠山主人道:"兔子, 你好不容易收了一个徒弟我很高兴。 不管他使了什么手段让你这么护着他, 但若再这么不懂事, 就让他离开。 浮屠山主人真的生气了。 这是什么场合? 你神浪以为你是谁? 把在越国沙坡的那一套也用在了这里。 你以为我是宁元县, 会这么纵容你?" 吴屠子道:"两刻钟内, 如果神浪完成不了这个难题, 开启不了这个入口, 我辞去花木堂长老之位, 我说到做到。 当然你不答应的话, 我也直接辞去花木堂长老之位。 这话一出, 浮屠山主人一清。 神浪这个小白脸使了什么手段呢? 竟然让浮屠子这般神魂颠倒。 其实, 上去试试也无所谓。 失败了, 也不影响的, 都是桌面子而已。 开始一个月内, 几大势力轮流上去试了好多次了。 只不过后来发现太难了, 也就不上去丢人了。 自己先埋头解答, 全部解答完毕, 再上去试吧。 浮屠山主人道:"兔子, 我可以让他试试。 但在两刻钟内他完不成的话, 你就将他逐出师门, 我浮屠山不要这种弟子。 浮屠子点了点头, 然后他朝着神浪招了招手道:"你来。 神浪走了过去。 浮屠子是在场所有人如同无物, 提着神浪的身体, 轻飘飘地往巨人雕像身上攀增。 很快, 两个人就爬上了巨人的两只大手。 神浪, 两刻钟, 如果你解不开的话, 我辞去花木堂长老之位, 并且将你逐出师门。 浮屠子也算是另外一种无知者无惧了。 他压根就不了解这道题有多个难, 甚至完全没有兴趣了解。 他的人生信条就是:"不要怂, 就是干。 神浪点头道:"没有问题。 浮屠山主人没有说话, 旁边的孔长老直接点燃了一炉香。 这炉香烧完后, 就是半个小时。 浮屠山主人道:"诸位师兄, 这位神浪此时是我浮屠山的弟子。 他没有再多说半句话。 干在场都是绝顶高手。 刚才吴屠子和神浪的对话, 他们都已经听到了。 所有人都只有一个反应。 又来了一个大言不惭的天才浮屠山又临时收了一个弟子。 这种情况大家已经毫不奇怪了, 因为过去半年内, 发生了很多次。 几大超脱势力慢视线寻找天才来解答这道题。 比如宁航公主还代表着天涯海阁找过神浪呢。 当然了, 她找神浪的最重要原因还是阻止她参与越国夺敌之事。 很多外援天才一开始看到这个题目, 感觉很简单, 我轻而易举就能完成。 神浪说两课钟, 还有其他更傲的天才, 直接喊一课钟。 大家已经见惯不惯了, 像神浪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土著天才, 如同坐井观天的青蛙一般。 通过这些外援天才的表现, 几大超脱势力一致肯定。 这个世界真正聪明绝顶的人都在几大超脱势力之内, 因为大家受的是上古高等文明的熏陶, 和这些土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稍稍看了神浪一眼之后, 在场所有人便没有理会,继续埋头解答。 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种坐井观天者身上。 出丑又有什么好看的? 包括宁航公主在内。 她对神浪的智慧是有所了解的, 甚至了解的还很深。 毕竟神浪可是解答过天涯海阁放出去的超级难题, 而且还有一个天残棋局。 但是, 但是那一道超级难题对于宁航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 杜宁也在很短时间内解答出来了。 而那个天残棋局, 非常不好意思, 这个棋局就是宁航和另外一个天涯海阁长老琢磨出来的。 所以在智慧上, 他依旧是藐视神浪的。 神浪此人就算在聪明, 但毕竟没有受过高等文明的教育, 依旧属于盲光土著。 而眼前这个上古一记入口的四色定理难题, 绝对不是一想天开就能够解开的, 更不是灵机一动就能豁然开朗。 他需要大量的计算, 需要整颗天才大脑疯狂的运转。 所以之前神浪去找过他, 且答这本千古难题换血精, 被凝寒拒绝了。 一是因为凝寒的傲慢, 我们天涯海德不妥协, 既然把你神浪列为不欢迎来往对象, 那就绝对不会为了任何利益而改变自己的立场。 二是凝寒在智慧上的赐负。 像神浪这种天才他见得多了, 如今说出两克中美要解答出这个难题, 更加证明了他的风险。 所以在所有人眼中, 神浪的这次挑战如同其他土著天才一样都是小丑行径。 只不过没有人会笑话他, 这群人都是金字塔尖的人, 怎么可能会公然嘲笑人, 岂不是显得太风险了吗? 特地无视便是了。 这里好高啊。 神浪此时站在巨人的双手上。 这双大手足足有几十平方米。 巨手捧着的这个星球, 直径两米左右。 神浪仔细观察这星球。 不是地球, 甚至也不是这个世界。 很陌生的星球地图。 检查了两遍之后神浪不由的碳围观止。 真是牛逼啊。 这个星球上地图的布置, 简直是将四色定理的难度放大到了极致。 整整几百个不规则的板块, 有些板块互相深入, 互相交融。 完全不像是正常地图。 太诡异了。 完成了这个星球上的涂色, 虽然不能说完全证明了四色猜想, 但也几乎完成了99.9999了。 接下来, 神浪就要用四种颜色分别涂上这个星球地图的每一个板块。 绝对不能用第一种颜色。 而且任何相邻的板块, 都要是不同的颜色。 这看上去真的很容易, 仿佛小学生都能完成。 但真正开始操作的时候, 简直让人绝望。 尤其是眼前这幅星球地图, 完全是为了这个地理而制定的。 整整几百个板块地图交叉纵横。 也就是说总共会超过上百亿个排列组合, 但只有一种是正确的。 所以这起大超脱势力想要彻底证明四色猜想的话, 几十年都不够。 但想要完成这个星球的图色, 神浪大概想了一下, 集结几百人来演算, 用排除法几年之内或许能够完成。 如果没有制脑, 让神浪来做呢, 或许需要十年吧, 甚至更久。 但是在1976年两台计算器用了1200个小时。 而神浪的制脑运算速度是那两台电脑的几千万倍都布置了。 所以, 他将这个难题输入了制脑之内。 仅仅几秒钟时间答案出来了几百亿的运算, 对于制脑来说完全是小意思。 接下来, 神浪拿起大毛笔开始涂色。 这四只大毛笔就在巨人的手上。 分别是黄、蓝、红、绿色色。 不需要沾颜料, 这大笔本身带有颜色。 而且用什么颜色的笔图在星球板块上, 就直接显示出什么颜色来。 这真是有些稀奇啊, 仿佛是一种磁场反应一般。 神浪开始涂地图板块。 仅仅图了一个。 无独子看不过去了, 太错了, 太慢了几百个板块呢, 都按照神浪这么慢的速度, 两个钟都未必够。 他直接夺过大笔。 什么颜色, 你说我图。 黄、 蓝、 绿、 蓝。 神浪拿出了一面镜子, 反射阳光照射在星球的某个具体板块上, 然后说出应该图的颜色。 无独子武功就是高, 动作就是快。 每一个板块一秒钟都不需要。 而且移动速度快得如同鬼影一般。 短短三分钟后竟然就涂满了一半。 此时, 在场一半人抬起头来。 因为他们发现, 至少到现在为止, 神浪的解答都是对的。 判断对错非常简单。 只要看任何相邻板块是不是不同颜色, 但总共颜色不超过四种便是了。 有人看就好默默装逼多无聊。 神浪俊美无比的面孔显得更加冷酷了。 站在巨人之手, 背着双手, 一副高等人雕你们这些低等种族做人的架势。 他这装逼的样子, 让下面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念头。 想要弄死他神浪继续, 无独子计中都不停留。 神浪动口, 无徒子动手。 又过了三分钟后整个星球地图板块, 已经全部涂色, 就剩下最后一块了。 神浪没有开口。 因为就算是一头猪, 也能看出是黄颜色。 最后一块版图我浪也不开口, 就算是留白了。 无独子见到神浪竟然停了, 不由的皱眉道, 说呀, 什么颜色? 妈蛋装逼失败美女恩师啊, 你就不能稍稍动动脑子吗? 最后一块周围有三个颜色了, 就剩下一个黄颜色了。 黄神浪无奈道。 无独子是不是读中了? 不, 他是一个超级科学家, 情商低到吓人, 但智商却高得吓人。 只不过不属于他的难题, 他连一点脑子都不愿意动的。 无独子涂上了最后一个板块。 顿时, 整个星球所有的颜色全部涂完。 大公告成几百个板块, 任何相邻板块都是不同颜色, 总颜色不超过四种。 整个离奇诡异的地图出现在众人面前, 不像是地图板块, 倒像是半高的印象派画作。 几百亿种排列组合, 就只有这一种是正确的。 就是眼前沈浪的解答全场所有人开始检查 然后彻底倒吸一口凉气。 竟然, 真的对了全对我, 我日了。 太可怕了。 这时间才过去了多少? 沈浪之前说是两课钟, 而现在仅仅过去了半课钟。 这个千年难题就解决了。 这个世界太诡异了无数天才耗费了半年多时间都没有解出来。 眼前沈浪竟然解出来了。 他只是一个土著而已啊, 完全没有接受过任何上古高级文明熏陶的。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啪啪啪啪啪忽然, 空气中响起了打脸的声音。 不是幻觉, 是真的因为沈浪在拍大腿不好意思啊, 有蚊子。 去你的鬼, 这个岛屿环境极度特殊, 根本没有任何生物, 更别说蚊子。 沈浪就是当众打脸。 打所有人的脸论装逼。 我浪爷又怕过谁来。 你们一刻刻装的跟高等文明代言人一样, 对世俗世界的人各种藐视。 其他学问我可能是不如你们。 但是就这次色定理。 我有日脑,足够秒杀你们所有人。 然后, 沈浪夺动观察银行公主的脸。 贱人, 你的脸疼不疼啊。 你们花了半年没有解开, 浪爷我用不到办课中就解了。 当日我去找你的时候, 你还带的二百五一样。 现在呢? 哈哈哈哈见到沈浪的小人嘴脸, 凝寒脸色确实白了一下。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沈浪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解答出来 因为他深入的了解了这个难题, 知道需要经过无数无数次的运算。 但现在事实摆在面前, 沈浪确实完成了。 他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狠狠打脸啪啪啪。 沈浪站在巨人的手上, 又在空中拍蚊子。 这个人实在是太贱了这真的就仿佛一道道耳光打在凝寒的脸上一般, 是的他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而此时最最喜突望外的, 便是浮屠山的主人了。 真是让人不敢置信啊。 竟然, 就这么完成了。 沈浪这个小白脸果然独死了得, 在算术天赋上这么高。 这个难题解开了。 一旦上谷一记入口开启, 那整个开发权就属于浮屠山了。 然后, 所有人都在静静等待。 沈浪心中也不由的有些焦急起来。 这个难题已经完全解开了呀。 为何这上谷一记入口还不开启呢? 沈浪确定这已经是唯一的解法了百分之百准确。 但是整个上谷一记毫无动静啊。 沈浪动用X光进行观察。 结果, 毫无所获。 这上谷一记竟然屏蔽X光。 还是因为外壳太厚了, 沈浪的X光也看不透。 太阳光照射在石头巨人手中的星球上。 然后, 这个星球开始渐渐亮起。 反射出了炫彩夺目的光芒。 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无徒子抓住沈浪的时候, 轻轻一跃, 回到了地上。 巨人手中的星球亮朔造了极致。 轰隆隆。 一声去响这个巨人手中星球猛的碎裂, 露出了一个多角形吸盘。 这, 这是钥匙。 这么复杂古怪的钥匙。 无徒子二话不说, 再一次攀掠上巨人的双手, 拿起这个古怪的钥匙, 然后跳回到岛屿地面。 轰隆隆。 紧接着, 巨人脚下无比颠硬的黑石地面开始碎裂。 这黑石地面原本坚固无比, 在肩部的坠气都钻不开, 再可怕的高温火焰都烧不穿。 而现在竟然直接粉碎成为鸡粉。 一阵风吹过。 厚厚的粉末飘散。 然后, 二十层楼的石头巨人开始旋转下沉。 发出一阵阵巨响。 半刻钟后, 整个石头巨人彻底沉入到了地下。 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黑石房子升了起来。 这房子不大, 仅仅几十平方米, 三四米高而已, 但依旧是坚不可摧。 这座黑石房子有一扇门, 门上有一个多边形洞口。 如果付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用刚才的多边形钥匙开启这扇门。 无徒子依旧二话不说, 拿着钥匙放入洞口之内。 咔嚓,咔嚓。 轻轻一转。 这上厚厚的特殊门缓缓打开, 露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入口。 通过这个入口, 应该便可以进入上古仪器之内了。 至此这个上古仪器正式被开启了。 从发现到开启, 整整用了235天。 浮屠山主人道, 多谢诸位师兄承让。 这个上古仪器属于浮屠山了。 恭喜浮屠山。 恭喜师弟。 在场其他超脱势力, 纷纷离去。 天涯海阁, 都天阁, 玄空寺, 通天寺等等。 包括凝寒在内, 除了浮屠山之外所有人退的干干净净。 浮屠山主人上前, 朝着神浪道, 神浪, 从今以后, 你便是我浮屠山的功臣了孔长老回去之后登记在侧。 神浪拜祝吴屠子长老门下, 归为花木堂一子。 锦村山长发指孔长老道, 此子曾经伪造我浮屠山令牌, 请主人试下, 应该如何承执。 浮屠山主人道, 空火相抵。 浮屠子道, 山长, 我答应过神浪, 如果他能够开启上古仪器, 一旦发现洗髓精, 奏杯审浪所有。 浮屠山主人点头道, 好。 阿信号, 下令浮屠山弟子正式登岛。 搜。 一只令电猛的射上了天空。 片刻之后几百名浮屠山高手登入这座黑岛。 并且开始在上古仪器入口处, 不防浮屠子正式将上古仪器入口钥匙递给了浮屠山主人。 不防完毕之后浮屠山主人道, 第一批人, 正式进入上古仪器内进行探索。 记住, 不要碰任何东西。 是。 十三名高手, 十三名浮屠山学士做好了一切准备,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拿着各式各样的装备, 开始进入上古仪器。 我也去浮屠子道, 我去找洗髓精。 浮屠山主人依旧点头。 浮屠子穿上防护服, 跟着进入了上古仪器之内。 沈浪没有进去。 他甚至没有开口要求。 他内心清楚地知道, 他是一个外人。 尽管这个上古仪器是他打开的, 他算是大功臣。 但探索上古仪器和他无关, 只能交给浮屠山最核心的成员去完成。 这就是士果果的界限。 沈浪是世俗中人, 浮屠山是超过势力。 不可越界。 沈浪甚至没有站在入口处, 而是在岛上闲逛了起来。 登上浮屠山岛屿的人越来越多。 海面上的大船越来越多, 而且全部都是南海舰派的。 这些舰队在周围海面游异。 浮屠山不但会占领整个岛屿, 还会清空周围这片海域。 燕南飞会在吗? 很快, 事实就告诉他答案了。 燕南飞来了一艘巨大的舰团靠近岛屿停下, 上面的旗子写着燕字。 上海名南海舰派替此登上岛屿布防, 直接排成了人墙, 挡在沈浪的面前。 燕南飞来拜见浮屠是主人了。 沈浪没有见到燕南飞的身影, 因为离得很远。 而且燕南飞直接清场了, 把沈浪隔离在700米之外。 接下来, 南海舰派的舰队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将这个岛屿周围海域完全遮蔽了, 获取了周围海域的所有制海权。 沈浪密起眼睛。 完全没有想到啊, 这南海舰派和薛氏家族海面势力竟然如此庞大吗? 这族族有上百艘舰船了吧? 加上水手也武士, 整整上万人了吧? 薛氏和南海舰派靠什么养这支舰队? 养那么多人吗? 陆桃城贸易航线, 没有薛氏的份额呀。 难道薛氏家族在南部海域开辟了另外的贸易航线? 南部的贸易航线? 而且为了保护这个上古遗迹, 为了清空周围海域, 薛氏和南海舰派竟然出动这么多舰队。 双方的关系仍比想象中更加亲密。 局面很复杂薛氏是沈浪的生死大一。 和清军大战之后, 差不多就该灭薛氏了。 现在看来, 灭薛氏或许比灭苏南更难一些。 苏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枭雄豪杰。 但他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了某版上, 真正用来对付沈浪的力量是很少的。 而薛氏不谋反。 一旦沈浪要灭薛氏, 那面对的就是一个超级庞然大物的权力反忽。 三王子, 宗氏, 薛氏, 黑水台沿河对几个人甚至是异体的。 要灭, 就要全灭这薛氏的力量远远比想象中强大。 现在众人看到的薛氏, 真的就仿佛是水面上的冰山, 剩下90%都在水下。 而且, 薛氏, 南海剑派和湖湖山, 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沈浪脑子非快韵短。 谋划着如何灭薛氏? 要灭薛氏, 就必须先灭南海剑派。 而南海剑派孤悬海外, 想要灭之, 必须先灭南海剑派的舰队。 如何灭之? 如何利用天时地力? 沈浪绞尽脑汁? 什么是天才, 就是提前200多天想着怎么害你? 现在清军还没有灭, 沈浪就已经开始预谋附属如何灭薛氏了。 沈浪在黑岛上细细观察行走, 感受这里的气候, 朝溪。 有些时候甚至趴下来, 将耳朵贴在这黑岛之上。 沈浪闭上眼睛, 开始回忆这片海域的地图。 南海剑派距离这个黑岛是不是不远呢? 那未来要灭南海剑派, 这个黑岛, 甚至这个上古遗迹是不是能派上用场呢? 对, 这个方向可以重点考虑。 燕南非拜见过了浮屠山主人然后, 他和浮屠山建堂孔长老一谈。 那小畜生去了浮屠山, 孔师兄为何没杀之? 孔长老道, 浮屠子弟死相护, 甚至愿意用八目堂长老位置交换, 让沈浪来且上古遗迹入口之谜, 没想到他真的解开了。 燕南非道, 小畜生现在就一人在岛上, 能杀吗? 不能孔长老道, 主人八卦了, 此人是算术天才, 上古遗迹未或许还有许多地方需要破解, 日后用得上。 燕南非目光一缩, 闪烁过一阵寒光。 孔长老道, 宁元鉴仪再警告过, 他给主人写过三封信, 浮屠山不要干涉越国政务, 不要纵神浪。 浮屠山的地盘毕竟在西人, 我们阅定办事的话, 天涯海得不乐意, 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也会不乐意的。 燕南非冷笑道, 我们这位岳王陛下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还有新管神浪, 这爷俩还真是投缘呢。 孔长老道, 主人说了, 朝堂上的事情就在朝堂上解决我们这些超脱势力不要或多干涉都国朝政, 惹怒了至尊皇帝陛下, 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此人口口声声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 倒是仿佛比世俗之人还要尊敬皇帝。 燕南非便不再谈审浪之事。 孔师兄, 我南海剑派效忠于浮屠山, 这次为了保护上古遗迹周围的海旋, 我们舰队几乎倾巢而出, 那浮屠山的有些武器和神秘文明点击, 是不是可以下放到一部分给我们。 燕南非道, 我们南海剑派越强, 浮屠山在这片区域的话语权就越大。 孔长老道, 放心, 主人已经发发了奔德堂已经开始整理, 几日之后就会将很多点击, 武器等等下放到南海剑派, 你准备接收。 燕南非道, 脱血山长。 南海剑派之主念南非只待了半个时辰, 便浩浩荡荡离去沈浪依旧探索整个黑岛。 周围, 无数南海剑派弟子, 浮屠山弟子来来往往。 构建堡垒, 构建防线。 所有人对沈浪都熟视无睹。 他和整个岛屿仿佛完全隔隔不入。 整整转了一圈 沈浪返回到了上古仪器的入口之处 然后焦躲的等待上古仪器里面有什么东西。 放在其他时候, 沈浪可能会好奇。 但是现在, 他只关心一件事情。 有没有洗髓精就算把整个天下的宝藏放在他的面前, 也比不上木兰一人。 希望上天保佑。 希望这个上古仪器里面有洗髓精无徒子曾经说过, 洗髓精出现在上古仪器的概率是六分之一。 但他没有说过。 过去一百年内, 整个中方世界就发掘了六个上古仪器。 也就是说, 过去一百年内, 就发现了一颗洗髓精而已。 所以, 能不能救活木兰? 明明天注定。 无徒子怎么还没有出来。 沈浪的内心越来越焦灼。 天色越来越暗。 太阳倩倩西斜。 沈浪越来越紧张, 甚至带着一点点惶恐。 如果无徒子找不到洗髓精。 那无论如何沈浪也要亲自进入这个上古仪器, 他要自己去找。 就算没有洗髓精, 也要找到其他东西拯救木兰。 忽然一股熟悉的香味传来。 无徒子出来了他直接撕开了防护符, 然后长长舒了一口气。 沈浪恭喜你, 你的娘子得救了, 我找到了洗髓精。 无徒子朝沈浪道, 他不但会苏醒过来, 而且还会蜕变为第二代血脉突变者。 然后, 无徒子将一个玉瓶递到了沈浪手中。 沈浪心中狂洗天可怜剑, 上天冬秋是卷步木兰宝贝的木兰你等着我, 夫君马上就来救你了。 沈浪紧紧抓住手中这个玉瓶子。 它是半透明的, 里面仿佛有三颗丹。 沈浪不由的一额, 难道这些都是洗髓精吗? 为何是丹药形状的? 这玩意不是要入入到水内的吗? 看上去倒像是直接服用的。 无徒子道, 洗髓精在丹丹里面, 这样才能封存无数年, 需要动的时候开启一个口子。 他们也在长年之中。 沈浪道, 那另外两颗也是洗髓精吗? 不知道。 无徒子道, 但是根据外形, 它们应该不是洗髓精。 沈浪道, 老师, 那这两颗东西您不要吗? 无徒子道, 我研究东西养修专注, 你若把这两样东西给我, 反而影响我的经历。 沈浪明白了。 这个无徒子是个超级科学家, 对神秘事物有着绝对的好奇心。 为了克制这种好奇心, 他只能强制自己不分心, 专注于某项研究。 所以, 对于上古遗迹他毫不关心。 对于玉瓶里面的另外两颗东西, 他也毫不关心, 而是直接交给沈浪。 如果他自己留下来, 会发生什么? 好奇害死猫。 他就会不断去想,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开启这两颗当丸, 如果这里面的东西非常神奇, 那就彻底完蛋了。 他就会想要将它们彻底研究透彻, 这样他原本的研究项目岂不是耽误了。 沈浪就是一个例子。 原本他专心智智都在培养和研究高级原虫, 结果沈浪来了之后, 他的血竟然把高级原虫全部弄死了, 而且还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太神奇了, 太诡异了。 于是他必须研究沈浪了, 我生生转了一个研究方向。 如果再转一次方向, 他觉得自己研究道路就彻底完蛋了。 所以任何人都别来逗货我沈浪将这个瓶子揣进怀中。 老师, 那我走了。 他当然半课中都不会停留, 要用最短时间挡回家中。 我和你一起走。 吴独子道。 沈浪一乐。 您跟我一起走是什么意思? 是顺路北上然后您回浮屠山? 还是跟着我回玄武侯爵府啊? 吴独子道, 我跟着你回玄武侯爵府。 吴独子道, 我父亲失败了, 但是你成功了, 所以我要看着。 沈浪明白了。 吴独子并非完全无情, 至少他内心对母亲充满了愧疚。 某种程度上, 他的母亲就是因为生他而去世的, 他的父亲亲及所有, 拼尽全力都没有能够救回他母亲的性命。 现在沈浪能够救金木兰, 这对吴独子来说仿佛也是一种救赎。 甚至吴独子这辈子都在研究血脉, 也可能是为了弥补内心的遗憾。 好, 欢迎老师。 沈浪道。 然后, 两个人离开了黑岛。 浮屠山之主正在看书, 见到吴独子要离开, 不由得道, 兔子, 你要走。 沈浪这次听清楚了。 这位至高无上的浮屠山主人确实喊的是兔子, 而不是兔子。 恩。 浮屠山主人望了沈浪一眼, 皱了皱眉, 仿佛想要说什么, 但终究没有说出口。 去吧。 沈浪和吴独子来到了海边, 然后看到了一艘小船, 上面坐着店往里迁修。 之前送吴独子和沈浪来的大船消失了。 舰王李千秋道, 那海船是南海舰派的, 被征用了。 沈浪明白了。 南海舰派不愿意用海船送沈浪回家。 或者说的更恶毒一些。 沈浪就算得到了洗髓精, 但南海舰派不给船, 沈浪赶不回去, 金木兰依旧要死。 而且这种死法更加绝望。 冥冥已经得到洗髓精了, 却因为时间耽误而功败垂成。 燕南飞虽然没有见过沈浪, 但是充满了绝对的恶意。 他想要间接弄死金木兰。 吴徒子脸色一变, 踩着一大块木板直接冲入到海中。 然后朝着一艘海船上游去, 来到了一艘舰船面前, 吴徒子含声道:" 我是浮屠山长老吴徒子, 现在要征用你的船只。 对不住, 宗主有令, 所以海船都必须参与东维海域的监控, 不得离开。 这艘舰船上的首领直接拒绝了吴徒子。 吴徒子含声道:" 我是浮屠山长老。 此刻, 浮屠山县堂孔长老走了出来, 淡淡道:" 吴师妹, 南海舰派已经帮忙良多, 我们为何要为难他们? 你既然来了, 就多待几天, 帮忙主人好好研究这上谷仪器。 吴徒子含声道:" 沈浪帮助我们开启了上谷仪器入口, 立下了大功劳, 连征用一艘海船都不能吗?" 孔长老道:" 沈浪确实立下了大功, 但是我们已经奖赏他了呀, 你的洗水经不是给他了吗? 而且主人已经赦免了他伪造令牌之罪, 你还想要怎么样吗?" 不管怎么样, 燕南飞和孔长老就是不窃船。 吴徒子气得浑身发抖, 又跳入海中, 游回到岛上。 我去找山长。 吴徒子朝沈浪道:" 沈浪摇头道:"不必了, 老师,我们发小船吧。 吴徒子不敢置信望着沈浪。 是你疯了? 还是我疯了? 这里距离陆地好几千里呢? 靠着搜小船。 而且此时羊游南下, 靠船讲话的话要猴年马月才能回家。 那个时候金木兰早就撑不住了。 而且这种小船根本不能远航, 随便一个大浪就轻浮了。 沈浪道:"老师,您相信我?" 吴徒子又看了沈浪一眼, 然后上船。 这艘小船确实很小, 三个人坐上去就已经显得非常拥挤了。 剑王李千秋拿起船桨用力化。 小船抵抗着南下的洋流, 艰难的北上。 剑王前辈的武功很高, 但是不能把魅力输入到小船上啊, 船桨提供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 不过剑王李千秋始终是相信沈浪的。 就这样, 三人腾着一艘小舟, 慢吞吞的北上。 哈哈哈哈。 南海剑派的弟子见只哈哈大笑。 沈浪想要靠着一艘小船划回家。 他这是在做梦吗? 随便一个小浪花, 就把这艘小船拍碎了, 到时候他们靠手划回去吗? 等到沈浪游回家, 金木兰早就死了, 说不定身体都烂了。 现在所有南海剑派的弟子都知道沈浪赶着回家就金木兰了, 所有人都幸灾乐祸的看着他, 希望他在海上寸步难行。 吴徒子沉默不言。 但是他表达的意思很清楚, 对不住了神浪, 我这个长老没有权威, 命令不了南海剑派。 吴徒子不会做人, 身居高位却是光敢司令一个, 但以他的身份完全可以命令南海剑派的弟子。 不过, 吴徒山县堂孔长老和燕南飞发出完全相反的命令。 不许借船, 让金木兰等死。 所以, 吴徒子的命令就不管用了。 剑王李千秋道:"神浪, 所以你不练武是对的, 没前途的。 这已经不是李千秋第一次说这样的话了。 他的武功很高, 超级高。 整个略国内能够超过他的人寥寥无几, 甚至不见得有。 但那又如何? 无权无事。 他和南海剑派有仇, 但那又如何? 孤身一人, 带着航员冲到南海剑派去大开杀钱。 他能杀几人。 他倒是不怕死, 但他死了之后, 妻子应该怎么办? 我们这些人, 武功就算再高, 也只是一把剑, 关键在于卧剑之人。 李千秋道:"神浪, 你就是卧剑之人, 我这支剑就归你了。 剑王前辈, 快乐神浪道:"不用等太久了, 我就能灭掉整个薛士, 灭掉整个南海剑派, 为我们复仇。 依旧和上次聂苏士一样, 将他们杀得干干净净, 不留一人一草一木。 剑王李千秋静静地划船, 又重复了一遍道:"我这支剑, 归你了。 就这样, 李千秋不断划船。 费信千辛万古, 整整几个时辰后, 划出了近百里。 一路上, 遇到了南海剑派的舰队。 不计其数。 看来沈浪隔海为王的战略, 薛士家族几十年前就已经完成了。 如今薛士家族在越国朝堂上, 也很超然啊, 他的小号南海剑派已经超乎寻常的强大了。 而此时, 海面上的浪潮渐渐大了起来。 小船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 靠着船长的力量, 已经完全没用了, 浪花星而易举将整艘小船拍的原地打转。 李千秋道:"沈浪, 接下来怎么办? 时间已经不多了, 木兰最多只能支撑五六天而已了。 沈浪道:"放心吧, 有大船来接我们了。 沈浪确实没有猜错, 仅仅一刻钟后, 一艘大船出现在他的面前。 玄空四的大海船三位施主, 彼此可有荣幸送你们一程。 一个老和尚道:" 哪怕隔着很远, 哪怕在惊涛骇浪之中, 这个老和尚的声音依旧清晰传入了沈浪的耳朵之内。 甚至这声音就仿佛在沈浪耳朵里面响起的一般。 是谁说玄空四的和尚武功不强的, 是谁说他们不练武的。 剑客后, 沈浪三人登上了玄空四的大船。 老纳玄空四祭灭, 拜见三位施主。 老和尚朝着沈浪三人拜下。 沈浪三人攻进海里, 拜见大师。 眼前这个纪念和尚, 是玄空四的长老。 这次挖掘尚武一计, 就是他带队的, 玄空四的方丈既空没有来。 沈浪道:"多谢纪念长老。 纪念道:"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请三位跟着我来, 用一下斋饭。 仓房之内, 也难了佛乡。 果然是狠肃的斋饭, 而且是奔餐制。 吃饭的时候, 几个人竞技无声。 吃完之后, 玄空四奔上了茶。 沈施主的算术造诣, 老那叹为官职。 沈浪道:" 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手上。 冀念长老道:" 沈施主, 其实彼此欠你一个人情。 沈浪道:" 您客气了, 大劫四歪门斜道, 人人得而诸之。 玄空四却实欠了沈浪不小的人情。 曾经在很长时间内, 大劫四将冲天四和玄空四打压地抬不起头来。 大劫四灭了之后, 玄空四和冲天四才恢复了元气。 沈浪灭苏南, 钻掘了大劫四中心之路。 沈浪在大劫宫上演的那青天雪峰, 更是摧毁了大劫四的神话。 寂灭大师道:" 沈公子对于今日之事如何看?" 沈浪道:" 太聪明不是好事, 尤其是一个世俗土著, 爱出风头的人要倒霉。 今天我解开了千年难题, 开启了上古一季的入口, 让所有人都不爽了, 包括浮屠山在内。 但我这个人就是爱出风头, 完全忍不住的。 寂灭大师道:" 人性之恶, 无法超脱, 我法无边也未必能够超度。 这个和尚倒是有意思, 说话完全不像试得道高僧, 嘴里的话也没有任何禅意。 寂灭道:" 不过老纳对沈公子的算术才华确实惊艳不已, 多方便的时候, 还请沈公子去彼室做客。 沈浪道:" 一定一定!" 寂灭道:" 那不打扰三位施主休息了。 悬公寺为沈浪准备了餐房 沈浪好好的睡了一觉。 次日醒来却发现悬公寺的船停了。 走出甲板一看, 却发现前面是朱天阁和天涯海阁的大船, 拦住了前面的。 寂灭大师, 可愿你去我天涯海阁做客。 一位天涯海阁长老道:" 寂灭长老道:" 下次, 下次吧。 朱天阁的一个周年道:" 在下朱天阁灵湖沫, 沈公子可在。 我在后面的沈浪低声道:" 麻烦大师跟他说我不在。 寂灭大师道:" 灵狐师弟, 沈公子说他不在。 我, 我日。 大师, 我算是看出你真面目了呀。 寂灭大师朝着沈浪双手合十, 一脸无辜道:" 抱歉沈公子, 出家人不打黄语。 沈浪忍俊不禁。 这个大和尚有意思了。 朱天阁的灵狐沫也不由得一乐, 这么打脸的吗? 本来想要邀请沈公子上船一去, 不过既然不方便, 那就算了, 告辞。 朱天阁的大船离去。 天涯海德长老道:" 寂灭大师, 请您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一下彼格。 我仅代表佐德鲁, 向贵寺的季空方丈发出真诚邀请, 彼格一定会扫踏香喉。 寂灭长老道:" 我会转达, 多谢邀请。 天涯海德的海船离去。 沈浪公身道:" 多谢大师。 刚才这一出, 仿佛没有任何烟火气息, 甚至还表现得非常恭敬有爱。 但其实不是这样。 天涯海德和朱天阁拦住了玄公寺的海船。 朱天阁行事霸道:" 想要强留神浪。 天涯海德为了维持自己的架子, 当然不会主动强留神浪, 但是他们却愿意配合朱天阁。 但是玄公寺寂灭大师却拒绝了, 表示他不会交出神浪。 正是因为玄公寺的强硬态度, 所以朱天阁才退走。 寂灭大师道:" 不谢, 不谢。 就这样玄公寺的大船送神浪到了天南行省的码头。 这里已经是越国境内, 是越王的地盘。 按照规则, 不管是天涯海德, 还是朱天阁, 都不可以对神浪有什么举动了。 当然了, 他们也可以打破规则。 但为了区区一个神浪, 打破这个规则大概不划算。 经过了这些天的接触后, 神浪已经隐隐感觉到了大延帝国皇帝制定的规则, 比如世俗王权和超过武道势力的权剑范围, 双方窃线等等。 沈公子, 那我们便告辞了, 请你在方便的时候, 访问底四企业长老道。 沈浪道, 一定一定, 多谢大师邀请。 然后, 玄公寺大船离去。 三人往北走了十几里。 这里有一辆马车, 剑王李千秋驾轻救赎赎车。 沈公子, 你为何不帮助玄公寺开启上古遗迹? 而要帮助浮屠山。 李千秋忍不度道。 沈浪道, 第一, 我也是刚刚感受到玄公寺的友谊。 第二, 这次上古遗迹的挖掘, 玄公寺只是旁观者第一时间发现这个上古遗迹的是天涯海阁, 然后是浮屠山, 最后是读天阁。 玄公寺是被邀请而来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次上古遗迹的开发权只能在天涯海阁, 出天阁, 浮屠山这三家之中产生, 玄公寺没有指望的。 这话一出, 无骨子不由的遗恶。 这件事情我身为浮屠山长老都不知道, 你沈浪竟然知道的这么清楚。 沈浪当然知道的清楚。 他长着一双超级八卦的耳朵, 在黑石岛上听着众人的交谈, 把里面的关系弄得清清楚楚。 玄公寺原本已经没落了几百年, 但是在十几年前, 他们推举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作为帮帐, 就是气空大师。 李天秋道, 当时天下人都不知道这位气空大师是谁, 但就是他把玄公寺重新带回到六大超脱势力的位置。 沈浪道, 那这位气空大师很了不起了, 老师您见过他吗? 糊涂子道, 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糊涂山。 问你牛逼。 宇宙级宅女。 沈浪道, 剑王前辈, 您认识气空大师吗? 李天秋道, 没事实一直到现在, 天下人都几乎没有见过这个气空大师。 所以天涯海蛾才会一而再地邀请他来访问, 就是想要摸透这位爵士高人。 沈浪忽然道, 剑王前辈, 您和我卯施谁的武功高? 吴徒子道, 他。 沈浪一个, 竟然还是剑王更厉害。 不过这也正常, 吴徒子完全是靠逆天的血脉天赋才这么强大的, 他也压根不整个练武的, 每天都在做实验, 哪有时间练武? 沈浪道, 剑王前辈, 您武功那么高, 而且还有剑王这么霸气的外号, 怎么那么耸啊。 李千秋也不恼, 道, 我这个大宗师的名头, 包括我这个外号, 都是别人测封的。 恶还真是这样的。 六大超脱势力组建一个委员会, 拟定天下大宗师的名额。 越国分六个, 楚国分六个, 吴国分五个。 没有经过他们测封的, 就算你武功达到了, 也永远不能被称为宗师。 这六大势力, 完全垄断了整个天下武道的话语权。 沈浪又道, 这次挖掘上古遗迹, 为何没有白玉京本人? 吴徒子道, 你不知道那句话吗? 沈浪道, 什么话? 吴徒子道, 整个东方世界无血的地方, 和白玉京无关有血的地方, 就是白玉京的势力范围。 哇, 这句话牛逼了。 沈浪道, 六大势力, 白玉京最强吗? 吴徒子道, 又没有打过, 谁知道谁最强。 但白玉京最神秘。 沈浪道, 比浮屠山还神秘吗? 吴徒子道, 浮屠山不神秘啊。 好吧恩师你这么觉得我也没有办法。 在天下人眼中, 浮屠山完全是神秘和恐怖的代名词了。 不过从中可以看出, 白玉京比浮屠山还要神秘。 四日沈浪经过了天南行省的首府, 天南城这是越国第三大城, 有三十几万人口, 城墙的周长超过三十里。 而此时的天南城, 同样是战云密布。 城门已经几乎关闭, 只开启一个口子。 城墙上密密麻麻都是士兵, 城墙之外一队又一队的士兵巡逻。 隔着很远, 沈浪甚至看到了天南行省大都督祝容, 他已经心刺上城墙检查城防了。 而且西南方向的关道, 源源不断都是凉车。 全部是送去南欧国的。 按照时间计算, 清军的十万大军应该已经进入南欧国境内了。 大战已经快要爆发, 甚至已经爆发了。 一旦大战爆发, 天南行省就是南欧国的大后方, 天南城就是后方第一大堡垒。 此时南欧国内的十五万大军, 几乎全部都是太子派系。 太子一系完全志在必得, 祝使家族也清洗所有。 沈浪没有丝毫停留, 依旧往东。 南欧国距离天南城超过三百里, 距离玄武城更是超过千里。 那边的战火一时之间也蔓延不到沈浪家里来。 三人飞快赶步。 到达了下一个驿站后三人换马, 不再乘坐马车, 而是直接骑马驶程。 二百里一万马。 三个人昼夜不停, 不眠不休。 一千里的距离, 仅仅两天时间就赶到了。 终于到达玄武城了驾,驾,驾。 玄武城门队, 涌出了一支军队, 大约有上千人, 迈着整级的步伐, 朝着西南方向而去。 领兵者,便是老熟人柳无颜城主。 他还在呢? 沈浪都快要忘记这个人了。 柳无颜见到沈浪之后也不由的微微一恶, 然后移开目光,继续率领军队前进。 真真是倾国之战呐。 连玄武城都要出兵一千, 而且由城主亲自率领。 这一场大战, 越国直接出兵十五万, 间接出兵恐怕超过二十五万了。 祝使家族真是恨不得将整个天南行省的兵压榨到极点, 全部送到南欧国战场。 沈浪微微皱眉。 这价是不妙吗? 祝使家族这样疯狂从整个天南行省调兵的话, 整个后方都空虚了。 万一南欧国战败沦陷, 那所有的战争压力都天南城了。 而一旦天南城沦陷, 那整个天南行省几乎没有一处可以防守的城市了。 到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 想想都觉得可怕。 太子一戏真是孤注一掷啊。 剑王李千秋也觉得有些不妙, 他不由的开口道, 就算南欧国失手, 天南行省防线也不会失手吧。 沈浪没有说话南欧国的战局虽然重要, 但那也等到救活了木兰宝贝之后再说吧。 恰,恰,恰。 沈浪三人快马加鞭赶到玄武侯绝府。 终于回家了, 姑爷回来了, 姑爷回来了。 沈浪不喜欢最后一分钟营救。 按照计算, 此刻距离木兰的最后期限还有三天时间。 而且应该没有坏事发生。 整个玄武侯绝府的气氛虽然凝重, 但至少没有天丰地裂的情形。 距离城堡大门还有好几百米的时候, 大门就打开到最大。 沈浪三人冲入侯绝府后, 直接跃下马。 片刻后, 一群人拥了上来。 沈浪的父母、弟弟、兵儿、岳父、岳母、金木聪等等。 他们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沈浪脸上, 充满了希望和忐忑。 这次就活木兰的希望, 完全递多在沈浪的头上了。 沈浪朝着他们点了点头, 表示这一行非常顺利, 众人稍稍松了一口气。 然后, 沈浪没有做停留, 直接快速朝着自己院子冲去。 岳父、岳母、小兵、沈浪母亲跟了上来。 进入院子后。 雪山老妖林长依旧守在门口。 你可回来了, 你再晚来几天, 木兰就。 林长老师的话没有说完, 让沈浪大起好感。 这个打架从来没有赢过的绝顶高手, 终于在这个家待出感情了, 不忍心对木兰说出那残忍的词语。 沈浪冲入了房间之内一个多月了, 她再一次回到了木兰身边。 安大使大夫在里面, 她整整受了一大圈, 整个人仿佛都要虚拨了。 木兰出事, 她完全无能为力, 沈浪走了之后, 维持住木兰性命的责任就落在她的头上了。 木兰不但是安塞士的半个主人, 而且还如同她的女儿一般, 如果沈浪不在而木兰发生了什么意外, 那安塞士觉得自己真的只有自杀意图了。 所有人都先出去, 我和老师在就可以了沈浪到顿时, 所有人整集离开房间静静的等在院子外面, 几乎平住呼吸, 向漫天神佛祈祷。 老师。 无徒子道, 解开木兰的衣衫。 沈浪上前, 将木兰的衣衫解开。 木兰宝贝瘦了。 她长眠不省差不多快五十天了, 整整瘦了一圈。 原本因为怀孕的丰润, 现在全部消失了。 而且脸色苍白的几乎快要和无徒子一样了。 她的呼吸和心跳, 已经微弱到了极致, 几乎都听不到了。 沈浪幸好赶到了。 一路上没有任何当个, 一个月内辗转一万多里。 终于赶回来了沈浪拿出了玉瓶。 针。 无徒子道。 沈浪拿出了针管。 无徒子一饿, 竟然是这种针管。 这是沈浪制造出来的现代针管, 可以抽吸, 可以注射的针管。 很好, 很奇妙。 无徒子道。 然后, 她拿出了那一颗洗髓巾。 竟然是红色的那一颗丹丸。 这不是针药, 因为表面那一层仿佛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物质。 无徒子捏着这颗针丸, 输入了内力。 几乎瞬间, 这针丸猛的亮起。 里面的东西苏醒了无徒子用针管刺入针丸之内, 无师自通, 将里面洗髓精抽出来。 沈浪终于看到了这洗髓精是什么样子的了。 果然是活的。 而且是血红色的, 看上去仿佛也像是一种蛊虫。 这不是蛊虫, 非常复杂, 我甚至也没有搞清楚。 这无数的洗髓精正释放着耀眼的红光。 木兰此时侧躺着。 无徒子深深吸一口气。 心中念道, 无年, 当年你就不该让我生下来, 否则母亲也不会有事。 当年你没能救回你的妻子, 今日我就当做是救活母亲一样, 救活眼前这个可爱的姑娘。 然后, 她将长振猛地刺入木兰的脊椎之内。 将耀眼的洗髓精注入到木兰的脊内。 刹那间木兰的整根脊椎, 瞬间爆出了红光。 她的整个胶躯皮肤, 仿佛透明了一般。 那无数的洗髓精能量, 仿佛活动一般彻底在她体内爆开了。 沈浪完全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木兰体内的血脉, 正在一寸一寸爆炸。 然后木兰的背后, 出现了无比神秘诡异的纹路。 仅仅三秒钟后木兰猛地睁开了双眸。 惊叶绝伦。 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木兰此时的眼睛。 仿佛充满了绝对的吸引力, 仿佛能够看穿一切。 释放出来的光芒, 简直博人心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人类的眼睛没有很多动物眼睛好看。 比如猫的眼睛, 就比人类的眼睛更加深邃迷人。 甚至在黑夜中, 猫的眼睛都仿佛能够发出悠悠夜光一般。 所以很多人甚至开玩笑说猫的眼睛能够通灵。 而此时木兰的眼睛, 真的比猫的眼睛还要璀璨, 还要深忧。 而且双眸释放出来的光芒, 越来越强烈。 整个郊区也带变化。 怀孕的女子, 就算分娩完毕后, 肚子也依旧是不小的, 需要不断的时间才会消下去。 甚至有些特别懒的女人, 她就不消下去了。 木兰伸完宝饭后, 肚子当然小了下来, 但是也依旧风鱼隆起。 但是现在, 整个身体仿佛着火了一般, 不但是通红的, 甚至还发出红光。 而且还在重塑身材。 整个身体仿佛在被抽长。 原本稍招风鱼的小腹, 悲坏的平坦了下去, 渐渐恢复到之前的超级小蛮腰。 她的两条腿原本就已经很长了, 已经是超级美丽大长腿了。 但是现在全身骨架都噼里啪啦的响, 仿佛面临第二次发育一般。 双腿竟然渐渐抽长。 沈浪惊呆了, 胡兔子也惊呆了。 老师,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难道不好吗? 你们男人不就是喜欢大长腿的吗? 可是, 可是, 沈浪心中不断的惊呼。 布兰宝贝别长了, 别长了, 再养你都要比夫君高了。 来到这个世界两年后, 沈浪又发育了几厘米, 大概一米八五左右。 布兰大概一米七三, 现在竟然又抽养了几厘米。 而且, 她的身体可不仅仅是抽长。 骨架, 筋脉, 肌肉, 皮肤都发生了变化。 这, 这就是第二次蜕变吗? 从内到外, 从上到下彻底的蜕变。 沈浪道, 老师, 这洗水晶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无图子道, 等我查阅了更强劲的上谷点击后, 再告诉你。 布兰这变化也太大了。 沈浪用X光眼检查她的身体。 发现她的骨骼密度有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现在她的骨骼坚韧程度已经远远远远超过了正常人。 还有她的筋脉正常人的筋脉也是有韧性的, 能够承受很大的力量。 但如果承受的力量太大的话, 就可能会出现筋脉断裂等等。 现代地球的那些短跑运动员, 最容易的就是出现这种伤。 而布兰此时的筋脉, 也得到了好几倍的强化。 也就是说, 她此时的身体能够承受更强的压力。 她拥有更强的爆发力。 这真是牛逼了。 这种血脉蜕变, 不靠内功, 直接增强身体素质。 然后沈浪还发现, 木兰的身材曲线竟然变得更加魔鬼了。 这, 这要命了呀。 木兰以前的身材就已经星暴击的了。 而现在, 双腿更长, 大腿曲线更加浑远比直。 小蛮腰更细, 而且充满了超级的力量感。 胸前形状更加完美惊悚。 总之整个身体都被彻底改造过了一般。 这身曲线, 已经仿佛是很难靠正常人类生长出来。 而像是幻想出来的一般。 有点像是游戏画面里面的某些特殊种族。 沈浪道, 老师, 这血脉蜕变, 难道还完全照顾女人丈夫的想法吗? 吴竹子道, 从你的角度上看, 她变化后的这个身材更适合搂着睡觉。 而从我的角度上看, 她这个身材蜕变是为了更加适合战斗。 这一说, 沈浪从战斗的角度去观察。 发现确实如此, 木兰的身体蜕变, 完全是为了战斗。 更加修长, 更加敏捷, 更加充满了爆发力, 就像是游戏中的精灵族。 终于, 身体的剧烈蜕变暂停了。 接下来竟然是面孔。 不要, 不要嘛。 木兰的面孔已经很完美了, 不需要变了, 不需要变了。 不许再变, 不许再变了。 半刻钟后, 沈浪嘖嘖称奇。 木兰的面孔变化后, 太, 太好看了。 轮廓没有变化。 但是鼻子隆起了一些, 面孔微微修长了一点, 眼窝也稍稍深陷了一些。 这, 这让木兰看起来仿佛有些浑血的感觉。 不是东西方浑血, 而是更加神秘的浑血。 当然, 木兰依旧是木兰。 所有人一眼就能看出, 此人是木兰。 沈浪现在可以直接拍着胸壶说。 我娘子以后是越国第一美人了。 种诗诗, 你一边去。 凝寒, 你的容颜再也无法笑傲江湖了。 此时, 沈浪真的深深感觉到了这个世界一点点的玄幻气息。 当然了, 天龙八部里面天山同老的反老环童, 鹿顶器里面的胖头驼和瘦头驼也非常具有玄幻性。 但沈浪还是被震撼到了。 之前血脉蜕变的实验, 他错过不止一次两次了。 蓝氏石兄弟从半残骑, 变成了正常人。 涅槃君从低能儿废物, 变成了王牌武士。 但是他们的外貌起码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现在木兰从内到外, 都发生了涅变。 整整一个时辰后, 木兰的涅变结束了。 身上通红火焰一般的光芒消失看。 但是雪白的后背上, 竟然留下了燕红的符纹雕纹。 看上去像是神秘美丽的纹身一般, 栩栩如生。 沈浪伸手触摸木兰的身体。 发现她的肌肤变得如此紧凑。 之前木兰常年练武, 身上的脂肪量很少, 肉很磁石, 但比较柔软的。 而现在木兰的肌肤, 真是充满了惊人的弹性。 而且如同磁器一般的光滑。 这样的皮肤, 真的只有现代地球上那些美女用PS修图后才有的效果。 沈浪反而充满了担忧, 这种变化到底是好事? 还是坏事? 老师, 你说木兰这个样子是上古人族的模样吗? 沈浪道。 无谷子道, 有点像。 沈浪道, 上古文明的人类, 和我们现在长得不太一样吗? 无谷子道, 上古典集中, 确实有一些人类的图形。 或许是为了适合战斗, 上古人类在某些层面发育的更加完美一些。 而且基本上要比我们现在的人更高一些, 深邃一些。 沈浪道, 这个世界除了木兰之外, 还有人使用过上古洗髓精吗? 无谷子点头道, 有, 白玉京的一个女人, 在35年前用过上古洗髓精, 她的名字叫姚池。 接着, 无谷子又道, 有传闻雷祖也曾经用过上古洗髓精, 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她青年应该已经五十几岁了, 但听说和二十几岁一样。 维祖, 仇妖儿的老师, 天涯海阁佐词阁主的梦中情人, 蜕变完毕后木兰反而继续沉睡。 不过这次的沉睡就不是长眠了, 呼吸有力, 心跳有力, 整个人生气勃勃。 这种沉睡是为了成长。 这就像是蛇长大后会对皮, 然后静静待在洞里一动不动几天。 等到她再一次出来的时候, 已经变得更强了。 沉浪抱起她, 想要进入浴宫里面沐浴。 结果? 抱不动。 有人类痴田明明抱得动啊。 木兰现在明明比痴田瘦啊, 这么魔鬼的身材, 看上去最多不超过一百二十斤啊。 无徒子上前, 将木兰抱起放在浴宫里面。 她的骨骼密度提升了, 虽然看上去瘦, 但分量不低。 而且以后心热的时候你要小心, 她的力量增强了很多, 但她自己却还不习惯, 一不小心用力过度, 就把你剁碎了, 旁骨碎裂麻烦的。 沈浪无语, 但也吓得一哆嗦。 老师啊, 你从来都没有碰过男人一根手指头, 你还真什么都懂啊。 清洗完毕后, 沈浪为木兰穿上了衣衫。 结果有些反了木兰生生被拔高了六七厘米, 而且长, 全, 都在腿上。 挨所有的裤子都不能穿了。 不过这样顶级无敌大长腿, 我, 我真的能玩十年呢? 想真的, 如果不是老师在边上, 沈浪都已经开始了。 此时, 岳母和沈浪的母亲依旧在院子外面, 向漫天神佛祈祷。 包括冰儿, 也在默念有声。 房门打开, 沈浪走了出来。 浪儿, 怎么样? 沈浪笑道, 大公告成, 木兰平安无事, 不过大概还要沉睡两天左右, 你们可以去看她了。 万幸, 万幸! 姑爷真厉害! 上天保佑, 上天保佑! 几个女人飞快地冲进了木兰的房间。 然后, 岳母苏佩佩发出惊呼。 这, 这是我的木兰, 怎么有些变了? 小冰发出一阵气呼, 天哪, 小姐变得这么美, 以后我还怎么活呀? 沈浪心中暗道, 冰儿你放心, 你虽然没有木兰美, 但是你比她糟吗? 救了木兰之后, 无狐子立刻离去, 半天都不停留。 她告别只说了一句话。 给我石管血, 以后我有需要你的时候, 随传随到。 沈浪二话不说, 抽出了石管血给她。 然后, 无狐子就这样走了。 沈浪心中的那个问题终究没有问出来。 老师, 我的前列腺之夜, 你究竟是怎么取出来的呀? 晚上, 沈浪舒舒服服沐浴登衣。 整个人瘫软在床上, 一动不能动。 这一个月奔波了一万多里, 一点点力气都没有了。 半斤都抬不起。 尽管已经做了十足的准备, 但大腿还是被磨得血肉模糊。 她真是从来都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头。 之前就木兰的时候内心激动紧张还不觉得, 现在真是火烧火燎的疼。 她真的还从来都没有受过这样的苦头呢。 丁儿小心翼翼的给她涂上药膏。 她本来还想要施展绝技的, 但空军这架势估计不行了。 涂好药膏, 穿上了宽松的毛子。 两个粉装玉拙的宝宝, 在边上爬来爬去。 沈蜜宝宝已经快要一多岁了。 而沈野小宝宝, 才两个月不到一点。 正常的小宝宝, 需要六个月后才开始学会爬行。 而沈野小宝宝, 不到两个月就开始爬了, 真是有些妖娃。 沈浪虽然浑身无力, 但看到萌萌的宝宝, 还是忍不住将沈蜜小宝宝抱了起来。 爸爸的宝贝丫头呀, 过去发生了太多事情, 竟然已经差不多六个月没有抱过了。 在国度的时候, 沈浪真是每天都在抱的, 完全爱不释手。 沈蜜小宝宝瞪大乌溜溜的眼睛, 认真看着沈浪。 爸爸! 爸爸! 喊完之后, 自己还拍手。 宝宝已经有八颗牙齿了。 沈浪内心柔软, 不知不觉错过了宝宝好多成长的瞬间。 人有了家之后, 是不是就要把自己的心分成好几个部分了? 父母一份, 妻子一份, 孩子一份。 沈野小宝宝精力旺盛, 本来一个人在大床上爬得兴致勃勃, 一边爬还一边研究这席子。 结果一抬头, 发现爸爸竟然抱姐姐, 不抱自己, 他直接翻身坐起来, 小嘴一眼, 哇哇大哭。 这小子才两个月呢, 竟然自己会翻身坐起了。 见到弟弟哭了。 沈蜜小宝宝放不哭的小手一指, 滴滴, 滴滴。 沈浪忍不住在小丫头的脸蛋上亲吻一口。 宝宝真棒。 沈蜜小宝宝又开始自己拍手。 沈野小宝宝见吃, 哭得更加厉害了, 还不已装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 冰儿白了沈浪一眼, 上前将沈野小宝宝抱起来。 我们不理坏爸爸, 娘娘恒小也宝宝。 但是冰儿不管怎么会, 沈野小宝宝都哭不停了。 有办法,冰儿把她往沈浪另外一边一塞。 沈浪用左手抱住。 瞬间沈野小宝宝的哭声恰然而止。 然后, 还用小手去推姐姐。 四日岳父在喜悦的同时, 有些愁眉不展。 喜悦当然是因为木兰已经好了。 愁眉不展是因为手中的这份公文。 准确说是三份公文。 上书台, 书密院, 天南行省大都督府。 其中书密院的公文是明记王叔亲自写的, 天南行省大都督府的公文是杜荣心自写的。 内容都一样希望全武侯为天下贵族做表率, 派遣军队进入第二战场。 南欧国是第一战场, 天南城防线是第二战场。 苏南覆灭之后整个越国就剩下两个老牌贵族侯爵了, 总摇和金卓。 总摇正率领十几万大军抵御楚国。 那么作为另外一个侯爵, 金卓不出兵心中真是过意不去。 按照他的想法, 国家新王体富有则之前南欧国之战, 只是小小的凭乱, 而且金氏家族正在面临新政危机, 不想出兵情有可原。 而现在是国运之战, 金卓觉得自己一不容辞。 祝容私信中更是口口声声称金卓为兄长, 希望他出兵两千, 并且保证绝对不会派去南欧国战场, 只是用来镇守天南城。 经过了一两年的发展, 那现在金氏家族有多少私军了呢? 六千没错, 依旧只有这么点。 因为拿下陆朝城之后, 金氏家族所有的精力和财力都用来发展海上舰队。 这六千军队, 要用来防守玄武侯爵府和陆朝城两地。 按照之前的性子, 金卓只怕已经率领两千私军去天南城了。 但现在, 他要征询沈浪的意见。 岳父大人置之不理便是。 沈浪道, 这次南欧国之战, 完全是太子一系在独岛, 我们不必凑这个热闹。 金卓侯学道, 浪儿, 你觉得这一战会输? 沈浪来到大地图面前。 驻使家族为了这一战, 投入了不计其数的金钱、物资, 还有政治资源。 沈浪道, 南欧国战场, 集结了十五万大军, 天南城防线集结了十万大军, 大手笔。 确实大手笔。 事情发展到这个局面, 已经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之外。 之前张初跟国军说过, 南欧国战场要增兵十五万, 才能维持故失。 国军当时就说不可能有十五万, 就算让越国财政彻底破产也无法增兵十五万。 因为沈浪的方体, 国军手中军费前所未有的富裕。 但就算这样, 他往南欧国战场也就是增兵十万, 先八万, 后两万。 之后天南城防线的构建, 则完全是祝氏家族出力了。 这十万大军怎么来的? 一部分是祝氏家族花钱雇佣来的雇佣军。 另外一部分就是祝氏家族透支政治资源, 从半个越国挤出来的。 沈浪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 先玄武城都要出兵一千。 玄武城的守军, 可是真正的二线地方军队。 不仅如此, 祝氏家族还利用自己的政治威望, 号召天下贵族出兵。 这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仅仅是金钱的代价, 未来朝堂和地方上的官职才是付出的真正下潜。 这些贵族派出自己的私军, 从某种意义上是投资太子。 谁都知道, 南欧国这一战关乎国运, 如果赢了, 便是不是之功, 谁也动摇不了太子的位置。 一旦未来太子登基为王, 那这些贵族的投资就能十倍都收回来。 靠着透支未来的政治资源, 注释在南方集结了二十五万大军。 那么多出来这十万大军的军费从哪里来? 当然又是引元会引元会有分事前, 他们不愿意借给宁元县, 但是却愿意借给太子宁义。 二十五万对战亲军的十万, 而且还是防守方, 还有坚城在守, 怎么看都是赢的。 沈浪道, 如果, 越国坚守不出, 不贪攻, 打十九消耗战。 那确实不会输, 但是太子等不及, 注释也等不及, 他们需要的不是不败, 而是一场大胜。 政治决定战争。 这点真是再对没有了。 现在太子一系已经骑马南下, 国军大肆拔高三王子的地位, 若太子不能立下这一场巨大功勋, 那他的位置真的就危险了。 现实逼迫他一定要夺得一场胜利。 否则在天下人眼中, 你都出动了二十五万大军, 还掠不了金军的十万野蛮人军队, 真是无能。 现在战局的关键点只有一个, 越国大军只能守, 不能攻神浪道, 我这次经过了金军的大南国, 也经过了南欧国, 近距离地观察过金军的军队他们的组织性, 纪律性确实不足, 但是个人战斗力真是远超越国军队。 在城池攻守战, 金军的大军会吃亏。 但只要离开城池, 进入山野树林之内, 进入大南国境内, 那,越国的军队就完了。 金卓道, 有这么严重吗? 越国可是有整整二十五万军队。 沈浪道, 到了那个环境, 军队多没用的, 到处都是大山, 到处都是密林, 别说二十五万军队, 就算三五万都施展不开, 而且一旦进入丛林, 那就是金军军队的天下, 他们如同豺狼虎豹, 如同毒蛇, 越国有多少军队送过去都是死。 沙满族武士的战斗力真的很强, 在山野树林之间如履屏蔽, 而且渐数其高。 金卓道, 金军明知道自己的军队空城不行, 为何还要来攻打南欧国三藤呢? 沈浪道, 引蛇出动铸林, 南宫澳都是老将, 这段时间始终坚守不出, 如同乌龟壳一样。 所以金军的十万大军就来攻城, 把自己和十万大军当作诱饵。 金卓道, 朱林和南宫澳会上当吗? 沈浪道, 如果他们作为绝对主帅的话, 不会上当。 因为这二人都用兵谨慎, 应可无功, 也不能诱惑。 但如果太子去了南欧国战场, 那一切都不一样了。 只要诱惑足够大, 越国大军一定会倾巢而出, 想要彻底灭掉金军, 灭掉大南国, 立下不是之功。 到那个时候, 便是越国大军的末日。 金卓沉默良久后, 道, 神浪, 那你是不是有必要上个奏折给陛下? 神浪道, 道, 当然要不仅仅我要上奏折, 宁政殿下更要在朝堂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两天时间过去了木兰还没有醒来此时, 就仿佛一个绝世睡美人一般。 她现在何止是健康, 简直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 虽然躺在那里, 但仿佛随时可能弹掉起来, 拿起弯刀冲出去厮杀一般。 而且身上的香味简直比雪隐还要浓烈了。 雪隐那是因为体内的浮骨伤骨虫, 才有特殊香味的。 而木兰这就是第二代血脉蜕变者自身的香味。 沈浪躺在她的身边。 我忍, 我忍, 终于, 沈浪没有忍住。 从木兰的脚踝开始闻, 一直往上。 哎我家娘子, 现在是绝对的天下第一美丽大长腿了。 这不是腿完颜, 而是腿完备呀。 片刻后, 沈浪更加忍不住了。 娘子还在昏睡之中, 我如果做了什么, 是不是有点禽兽啊。 可是, 气氛都已经到这了。 半途而背终究是不好的吧。 再说我们是合法夫妻呀。 心热很正常啊用了十秒钟说服自己。 沈浪吻上了木兰的小嘴。 木兰宝贝, 你千万不要怪我呀。 都怪你太困于迷人, 以至于夫君不是人。 十分钟后沈浪大败再一次怀疑人生。 怎么会这样啊? 我明明已经变得很厉害了呀。 或许我和木兰完全洗补相当。 现在木兰躺在那里沉睡, 我, 我都爱得这么惨。 那等她醒过来, 我, 我岂不是兵败如山道。 我男人的尊严呢。 我就说嘛。 蜕变不是什么好事。 都怪那个上古洗嘴精。 夫君, 吃饭。 丁儿走了进来, 见到眼前这一幕, 有些不敢置信。 我家夫君这么深够吗? 这么迫不及待吗? 不过, 姐姐还在沉睡, 夫君你为何不来找我呀? 人家这份时间对你朝思暮想的, 简直都要疯魔了。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我一会儿重新给夫爷做饭。 丁儿飞快退了出去。 片刻后, 她看近来一张小脸, 低声道, 夫君, 你要我一起吗? 啊? 这个世界果然没有取错的外号。 放在之前沈浪很心动的, 但现在, 她正在怀疑人生。 自己丢人的一面, 不可以让丁儿知道。 你去吃饭吧。 哦丁儿兴兴然走了。 她对自己的前途感觉到不妙。 所以她喜欢在国都, 虽然有应验在, 但毕竟两个人轮流还有水喝。 只要一回到家, 夫君保持每天都赖在小姐的房间里。 现在更不得了了, 小姐变得更美了, 身材变得更加魔鬼了。 看看, 她还沉睡着, 夫君就已经禽兽大挫。 等到她醒过来, 这还得了吗? 以后夫君或许就不会来我房间了, 十天里面能轮到一间都算是了不起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兵儿忍不住自哀自怨。 接下来, 神浪给自己找了一百个理由。 我肯定是太激动了。 这段时间太累了, 一个月奔波了一万多里啊。 铁打的身体也支撑不住啊, 而且经历了这样的大喜大悲, 所以体质大起大落也是应当的。 这很正常不是吗?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我神浪绝对是牛逼了。 六分钟后神浪绝望了我完了, 彻底完了。 什么上股洗水晶, 垃圾, 垃圾神浪趴在木兰的身上, 欲呼无泪。 这以后应该怎么办呢? 不过现在赶紧收拾作案现场。 然后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小兵的嘴巴好疯, 他不会说出去的。 我神浪的名声不能坏, 我不能让人知道我竟然做出如此禽兽的事情。 等到娘子醒来之后, 保证什么都不知道。 我神浪还是一个痴情君子, 形象不能破坏。 神浪就要起来为木兰沐语。 而就在这个时候。 木兰睁开了眼睛, 和神浪面面相亏。 我,我,我日啊娘子你早不醒,晚不醒, 偏偏这个时空醒来。 上天你这是玩我的吗? 不过, 木兰这眼神有些不对啊。 老天爷! 你该不会是要上演一出女主角诗意的狗卷戏码吧。 千万不要玩那样我会被打死的。 现在木兰大概半根手指头都可以将我碾死了。 宝贝, 这,这是鸡啊。 神浪伸出三根手指头。 木兰依旧睁大眼睛望着神浪。 神浪头皮发麻。 宝贝,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你丈夫, 我, 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合法的, 你千万别打死我。 木兰依旧没有说话。 神浪后背发凉。 宝贝, 你, 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木兰依旧没有反应。 神浪浑身冰凉。 完了, 完了真的上演失忆的狗血大戏了。 我是不是需要立刻逃跑啊? 晚一秒就要死了。 顿时神浪来不及穿衣裳, 直接偷身离去, 飞快狂奔, 逃之夭夭。 搜。 木兰郊躯如同闪电一般。 瞬间移动了十几米, 直接拦在了神浪的面前。 宝贝饶你,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不该趁着你睡饶的时候。 而下一秒钟。 神浪直接被按在地上。 木兰吻了上来。 夫君, 夫君, 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吧。 夫君, 我感觉好怪, 非常怪。 夫君, 我好像觉醒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能力。 娘子, 我真的不行了。 娘子, 要不然你先放过我, 以上再说。 我们有一个神野小败蛋已经够烦人的了, 就不生了吧。 沈浪百般求饶, 终于算是逃了过去。 要不然从今以后, 我跟着肥仔一起跑步做深蹲。 也不知道现在开始练还来不来得及啊。 老师, 你走得那么急干什么呀? 我还有一个问题没问了, 你们糊涂山有没有修炼房中秘书的上古秘籍啊? 丹药有没有啊? 吃下去之后, 直接以一笔百而不败的超级当晚有没有。 木兰去沐浴, 沈浪也跟着去半个小时后沈浪还是没能逃脱。 木兰实在是太失禅了。 而且这次沈浪表现很不错。 顿时得意洋洋起来。 看来我本时是有的, 就是有些时候发挥的不太稳定。 木兰才不会告诉他, 为了重认他的信心, 他有多么辛苦, 一定要掌握好绝对的节奏, 不能有丝毫误差。 否则, 他的这个人渣夫君就要疯了。 当然, 这次是真的不能怪沈浪。 木兰蜕变得太厉害了, 根本就不是区区弱渣沈浪能够抵抗的。 沈浪也就是在小兵面前撑一下威风。 沈浪趴在床上哀嚎。 木兰正在给他按摩后腰。 哭也, 你到底还出不出来吃饭呢? 丁儿在外面喊道。 自家男人本时他清楚得很, 过一个多时辰来叫他, 已经完全是给他面子了。 结果一进来, 丁儿发现木兰醒了。 小姐, 你醒了。 然后, 他就要飞奔出去。 丁儿, 你慢些跑出去喊, 我还想要和夫君独处一会儿。 木兰道。 这话就有些没良心了。 不过, 如果丁儿出去一喊, 保证这个房间内瞬间涌进来几十个人看木兰。 对于大家的关爱, 木兰当然很感动。 但他就是想要和夫君独处在一起, 一分钟都不想分开, 也不想被影响恨不得整个世界就只有他们两人。 好, 我知道, 小姐长高了两寸, 我趁着这几天, 把你的衣服改了改, 我这就去拿过来。 丁儿道, 对了, 要不要把沈野小宝宝抱过来。 不要。 沈浪和木兰一口同声道。 爱可怜的小宝宝, 爸爸妈妈只顾自己恩爱, 都不管你了。 片刻后丁儿把改好的衣衫送了过来。 首先是紧身蛇皮战装。 他当然知道人渣夫君的喜好, 就爱小姐穿紧身衣。 果然, 木兰穿上去后, 沈浪眼睛都直了。 这身材简直有些非人类呀。 真的像是游戏里面的那些超美帝精灵族, 而且还是战斗女精灵。 这两条超级大长腿, 真真是惊心动魄呀。 现在地球那些女行星为了上庆好看, 一个个瘦得如同感一样。 两条腿倒是显长了, 但腿形一点都不好看。 而现在木兰的两条腿。 腿形完美超级长, 而且魂圆有力, 充满了绝对的力量美感。 这才是绝美超级腿, 性感爆横。 胸口有点紧, 臀这里也有点紧, 到这里有点松。 这话一出, 丁儿几乎要妒忌的酷血。 小姐的身材本来就已经超级好了, 现在更是火爆的非正常人类一样。 曲线修长而又凹凸之急。 简直让人自卑。 像我们这种九十分美女是不是不用活了。 丁儿哀怨的看了沈浪一眼。 不晕以后大概是不会进我房间了吧。 丁儿真是着虑了。 沈浪不进她房间, 又怎么显得她厉害呢? 哈哈哈哈, 呜呜呜呜。 终于两个人亲密够了。 木兰才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整个玄武侯爵斧再一次欢乐得如同过年一般。 所有人都围着木兰, 责责撑极, 不敢置信。 长年一次, 竟然变得这么美了。 现在整个越国还有比木兰更美的女人吗? 应该没有了吧。 千惠的媳妇郑红见到, 反正我以后是不会站在木兰身边了, 把我衬播的跟丑小鸭一样。 丑小鸭的故事, 是冰儿讲给神秘小宝宝听, 郑红线顺便听到的。 金惠在天上赶紧道, 在我心中, 娘子你才是最美的, 独一无二。 田狗郑红线严肃道, 金惠, 你不要毫无底线, 要实事求是。 金惠道, 那娘子你是第二美帝。 郑红线眉毛疑数, 冷道, 看来你是嫌弃我了。 完了, 完了田狗果然没有好下场啊。 苏佩佩上上下下看了木兰好迷惠儿, 泽泽道, 木兰你还是我的女儿吗? 我的女儿哪有这么美啊, 你顶多算是我一半的女儿, 剩下另一半是浪儿给你的。 泽泽泽, 这皮肤, 真的像雨一样。 泽泽, 这屯曲线连浪儿的话笔都画不出来, 简直羡慕死人了。 说到一半, 苏佩佩赶紧住口不说。 毕竟神浪在这里, 作为长辈说这话不合适。 过了好一会儿, 苏佩佩朝真神浪道, 浪儿, 你那什么洗髓精还有第二份吗? 真没有了。 就算有岳母大人你也不能用啊。 那又不是美容产品。 宝贝, 预备, 好。 沈浪一喊。 木兰的魔鬼雕躯顿时弹射而出, 那两条超级大长腿狂奔。 这速度, 简直了百米六秒钟。 二百米十二秒。 三百米十九秒。 一千米六十三秒。 两千米一百二十七秒。 沈浪完全呆了这, 这, 我娘子还是正常人类吗? 这个世界确实有轻弓这种东西的存在。 但轻弓并不是说直接比汽车还快。 没有这回事的。 这更多是一种耐力, 长时间的快速奔跑。 剑王李千秋, 武功超级强。 但是他奔跑速度未必比大傻快的。 仇妖儿是神浪见过最快的人, 他那个速度, 绝对不像是人类。 大傻瞬间速度不算快, 但是他可以坚持几刻时辰在最高速度奔跑。 布兰宝贝的速度有多快? 和剑王李千秋差不多。 可是剑王完全靠的是魅力和轻弓。 布兰完全靠的是身体的爆发力。 不仅仅奔跑速度快了。 而且他的反应能力, 还有敏捷度, 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最惊人的是弹跳力。 宝贝, 抖你。 随着神浪一声高呼。 木兰竟然直接跃上了近五米高的防领。 没有任何借力, 直接跃上去的。 这, 这太逆天了。 这个世界人的武功很高, 也有轻功。 但之前波罗大宗师, 还有苏南, 想要冲上白夜郡城的城墙, 也是需要借力攀爬的, 根本不可能直接跃上去。 这个世界的人不会飞。 木兰也不会飞。 他完全是依靠身体惊人的弹力跃上去的。 这点连宗师强者都做不到啊。 内力再强, 也不能让身体拥有如此惊人弹力。 这就是直接在身体上开挂了。 上古人类这么强吗? 紧接着木兰拿出了自己的弯刀, 开始施展刀法。 快超级快同样的刀法, 杀伤力比之前强大了许多。 接下来测试力量的提升有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是非常大。 神浪明白了这个洗髓精大大增强了木兰的体质, 使得他身体弹力、速度、敏捷得到了超强的提升。 不算内力的话, 他的身体素质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世界绝大部分的人类。 但是力量提升一般, 内力有一定提升,但也一般。 但是个人战斗力上, 比起之前何止成倍提升。 而且不靠内力的武道是很惊人了, 拥有惊人的持久力。 可以一直战斗下去。 而靠内力的高手,开始猛如虎。 一旦内力耗尽,瞬间变菜漆。 刚刚蜕变的木兰, 无比兴奋, 仿佛得到了一个新玩具的孩子。 一只手夹着神浪, 到处广奔, 轻而易举攀爬上侯爵府内的任何一栋最高建筑。 轻而易举的攀爬城墙, 轻而易举地上了后面那一座高山。 沿着悬崖峭壁爬上去。 玄武侯爵府后面这座伤很高的, 还把两天托米, 而且全部都是悬崖, 从来都没有人上去过。 现在木兰上去了, 而且还把神浪带上去了。 两个人依偎在那里看落日。 在这个高度, 甚至能够看到海边了。 看着太阳从海面上落下去, 整个世界真就仿佛只有他们二人, 真是好浪漫。 木兰心中好高兴。 她终于强大了, 她终于可以保护夫君了。 但是还不够。 这仅仅只是刚开始而已。 人渣, 你说上古人类就像是我这样的吗? 木兰逆声道。 这个人渣她喊得娇逆无比, 害得神浪蠢蠢欲动。 哼哼, 要不是今天透支过度, 我就在这山顶上伴了你。 不过, 木兰痴迷的目光往往过来的时候。 浪爷直接说了。 娘子不行, 我, 我今天真的不行了, 我起码要休养到明天。 不管在什么时候, 我娘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沈浪道。 木兰吻上了沈浪的嘴唇。 人渣, 你是这个世界最了不起的人, 你是我的太阳木兰认真道。 对, 我就是你的日。 在木兰心中, 确实崇拜她的夫君。 尤其这一次她的长眠。 夫君为了她一个月奔波一万多里, 去了浮屠山, 穿越几个国家, 最后还去了南海剑派附近的上古遗迹。 最最关键的是, 明明是她开启了上古遗迹, 但她却连进入看一眼的念头都没有。 上古遗迹啊, 对任何人来说都有无以伦比的吸引力, 但沈浪毫不动心。 因为她要拿着洗髓精回来救她。 这些都是无徒子老师跟她说的。 当时木兰虽然沉睡, 但已经能够听到, 能够感受到。 当然了。 无徒子老师的话, 有些她自动过滤了。 比如你夫君是个人渣, 我是她的老师, 她还想要亵渎我。 又比如, 金木兰自从你治好了之后, 你夫君大概19次偷看我的胸口。 恩师真是冤枉人了。 就你那一对, 我就算偷看也啥都看不到啊。 最后无徒子老师终结了一句话。 你夫君就算是一个人渣, 但也是一个最爱你的人渣, 完全属于你的人渣。 夫君, 我不是说过, 我觉醒了一个新能力吗? 沈浪吓了一跳, 小心翼翼道, 娘子, 我已经知道你那新能力厉害了, 威力无穷。 但是夫君我今天真的不行了, 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了呀。 不拦一撑。 什么跟什么呀? 好吧, 那也算一个超能力。 可是, 人家还有一个超能力。 不是那个超能力, 是另外一个超能力。 沈浪一恶。 她的脑子里面顿时想起了漫威电影里面的那些超级英雄。 超能力。 是X教授那种, 能够进入别人大脑。 还是万磁王能够控制所有的磁力。 又或者绿巨人的爆发。 木兰宝贝, 我, 我不是故意调虑你的呀, 身体出轨不算出轨。 我能感受整个世界。 木兰道。 呃, 这, 这我也能啊。 木兰道, 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但是我仿佛能够感受到树木的成长, 能够感受到大地的低雨, 能够感觉到山川的哀宁, 能够感受到海洋的咆哮。 神浪顿时精神一震。 这看上去不像是超能力。 但, 其实很算的。 三个时辰后, 要下雨了。 木兰道, 我甚至能够感觉到空中, 水汽再凝聚。 神浪抬头一看。 月明星熙, 晴空万里, 哪里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啊。 木兰又道, 我仿佛能够感觉到, 两天之后, 东部海面上会有一场飓风, 因为它们已经开始酝酿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十月了呀, 快要入冬了, 台风天气已经微呼极微了。 那我们瞧手以待。 然后, 神浪静静躺在木兰的腿上, 一遍又一遍玩着她的小蛮腰。 果然, 两个时辰后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不见了, 被乌云遮住了。 真的要下雨了。 木兰带着神浪下山, 回到了玄武侯爵府内。 刚刚进入院子, 就听到神野小宝宝的哭声。 小宝宝好委屈。 妈妈醒过来之后, 她就只看了两眼, 然后她竟然和爸爸出去玩了, 把宝宝扔在家里。 木兰将小宝宝接了过来。 神野小宝宝的哭声, 瞬间停止, 然后往木兰胸口上凑。 儿子, 你注定要失望了。 木兰身体蜕变之后, 还没有来得及涌出的奶水也彻底消失不见了。 神浪抱着神秘宝宝, 木兰抱着神野宝宝, 两个人站在窗口前, 看着外面噼里啪啦下起了大雨。 真是神仙劝吕一般。 两日后东部海面掀起了飓风。 神浪碳围观止 木兰这个超能力简直太准了比中央气象台还要准。 这也是上古人类的特殊能力。 他们能够感知这个世界的变换。 又或者这本就是人类的能力, 只不过渐渐消退了。 上古洗髓星把木兰的这个能力激发了出来。 毕竟木兰在怀孕的时候, 就已经显示出这个端倪了。 神浪距离还有十几米, 刚刚进入院子, 她就能够感受到, 而且说夫君来了, 当时大家还惊艳不已, 说木兰和神浪感情深, 心有灵犀。 对于木兰这个超能力, 神浪展开了无限的联想比如地震, 比如火山喷发, 比如海啸。 这些都是犹豫造的, 都是由能量积蓄的, 那木兰能不能提前感应到呢? 神浪在家都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 明正在国都过着地狱一般的日子。 她整个人瘦了二十几斤以上, 如今已经只有一百斤左右了。 每天睡眠时间三个小时, 都是一种奢侈。 她担任天月啼都已经快要一年了。 如今所有的任务, 已经得心应手。 甚至, 她所做的事情已经完全超过了一个天月啼都的范畴。 现在群臣对她又有了另外一个印象。 老黄牛, 黑锅侠。 兴兴烈夜夜, 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而且背进了天下黑锅, 国军的锅她要备, 群臣的锅她也要备, 太子的锅, 商王子的锅她瞳孔都要备。 战士, 所有的事情竟然都让她办下来了本来尊红酒绿, 喧嚣防拔的国都, 硬生生让她变成了一座冰冷的城市。 宵禁, 人口停止流动, 粮食分配制度, 战时物价, 战时义务劳益, 战时赴税征收等等等等。 所有的事情都让她办下来了。 一切都为战争让步。 提前为战争积攒夺利, 免得到时候措手不及。 整个国都辖区, 成为了一个战时的机器。 仿佛那个散漫奢靡的大都市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严苛冷酷的战争之城。 尽管大家依旧取笑名正傻, 得罪全天下, 便宜了太子和三王子。 天生黑面, 最适合飞黑波。 但是内心深处, 对于他的能力却已经认同了。 宁政此人, 冷酷刚正, 本时还是有的。 但是在宁政的科政之下, 整个国都也几乎荆蹄力尽。 时时刻刻都处于寝崩之中。 所有人都对南方瞧手以待。 快开战吧否则我们真的受不了了。 距离南宫奥大军进入南欧国已经几个月过去了。 所有人对大战的情绪从恐惧变成了淡然, 到现在已经充满了期待。 鞍锦有课结果。 否则这种焦躲真的要让人崩溃了。 赶紧开战吧。 国军民原县, 越国群臣, 越国万民, 甚至整个东方世界, 都瞪大眼睛。 就等着那一声炸响。 开打吧我们已经等待了太久, 已经准备足够久了。 越国的战争机器彻底运软了起来, 已经进入了复打复行的局面。 10月19日金军十万大军, 正是兵临城下将南欧都城包围的水切部攻死。 十月国十五万大军在南欧国境内, 其中十万在南欧都城。 守军的最高统帅便是驻林。 银罗公主镇守赛沙藤, 这是南欧国的第二大藤。 南宫奥镇守南欧国第三大城, 洛叶城。 三座城市, 形成鸡脚, 互相持缘。 平南大将军驻林依旧照常喝粥。 他在南欧国已经两年了, 真是否心力血, 竭尽全力。 两年前他还是英姿勃发, 满头乌发。 而现在他的头发几乎白了大半, 几乎老了十岁。 这个鬼地方太熬人了。 幸好, 这种煎熬要结束了大决战终于来了鼎广和想象中的不一样。 原本丧家之犬一般的金军, 竟然变成了大南国军, 竟然率领着十万大军杀回来了。 铸林面孔仿佛无悲无喜。 但内心却心潮澎湃。 这一战, 不仅仅是越国的命运之战, 更是他铸氏家族, 也是他铸林的命运之战。 若是赢了太子之位稳固如山。 而他铸林将棋斗削撤, 进入疏密院, 成就一个武将的边风。 这代表着铸氏家族不仅仅掌控了越国的文官, 也带武将阵营占据一大片阵地。 上天保佑我铸林, 立下服侍之公子时, 外面响起了惊天的战鼓声咚咚咚咚。 铸林大将军不管不慢, 吃完了手中的这碗粥。 然后站起身来, 张开双臂。 侍从为他穿上铠甲 这是世界上最顶级的铠甲, 轻便而又肩部。 出自天涯海阁。 穿戴完毕后, 铸林拿起大剑, 缓缓走出了南欧国主府。 翻身上马, 身后几百名精锐骑士, 整齐上马。 飞快驶程到西边的城墙, 走到城墙之上瞪惊一看。 外面无边无际, 都是金军大军。 兵过一万, 无边无际。 兵到十万, 彻天连地。 那便是金军吗? 两年过去了, 仿佛也没有什么变化呀。 还是那么丝丝纹纹, 只是皮肤稍稍黑了一些。 虽然他已经成为大南国之军, 成为了沙满族的共主。 但身上没有穿王袍, 甚至仿佛成为了沙满族的酋长一样, 身上穿得很简单, 手臂和肩膀都露在外面, 直接光着身子穿抬甲, 后面一袭黑色的披风。 头顶上, 戴着那是王冠吗? 真是粗糙啊, 仿佛就是普攻的黑铁钻造的。 还有他的十万大军。 站得歪歪斜斜的。 军容一点都不整齐。 工程器械呢? 头十斤呢? 都没有。 就只有歪歪扭扭的工程梯。 这简直就是一支原始部落的军队。 但柱林内心却没有丝毫轻视和懈怠。 因为, 他从这些沙满族武士严重看出了残暴, 嗜血, 唯独没有畏惧。 这南欧国都城, 已经算是大成了, 城墙高五仗, 后两仗。 在这些沙满族武士面前, 应该是庞然大悟。 面对这种奸程, 简直是所有军队的噩梦。 这意味着要付出几倍的代价, 才能攻打下来带倒着无数的流血和牺牲。 柱林大将军和金军对视了一眼。 金军拔出大箭。 工程。 一声令下沙满族大军朝水一般朝着城墙涌了过来。 啷啷大叫, 如同出龙的野兽一番。 南欧国大决战, 正式开启。 南欧国大战爆发南欧国大战爆发随着几百名船令兵奔驰而出。 短短几天之内。 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越国。 终于开战了整个越国万民本能的竖起了所有的汗毛, 睁大了所有的眼睛。 秦广阁得很远, 但所有人还是平度呼吸。 目光仿佛要越过千山万水, 眺望战场。 终于开战了整个天南腾防线, 进入了战备状态。 十万大军, 全部就为所有的将领, 全部甲咒在身, 随时等候命令, 准备开赴南欧国战场支援。 国度之内所有人听到开战的消息。 常常松了一口气。 这一声霹雳终于砸下来了。 接下来就是等待结果了。 不管怎么样都会有结果的。 太子宁义, 乃相处宏主, 时时刻刻寝绷着精神。 一旦战局明朗, 盛局在握。 太子宁义就会立刻南下, 错陈南欧国, 指挥整个战场, 收获这一场国运之战的胜利果实。 终于开战了。 沈浪收到了情报之后, 叹息一声。 他和木兰的神仙日子结束了风军, 我要跟你去, 我不想离开你身边木兰的意志非常坚决。 沈浪点了点头次日, 他和木兰, 还有李千秋, 踏上了舰船, 前往涅槃岛。 两日之后沈浪再一次靠近了涅槃岛。 然后, 见到了无比惊艳的一幕。 前面巨大的悬崖上。 密密麻麻都是人, 三千多名第二涅槃军, 正在徒手攀爬几百米高的悬崖。 这悬崖何等险峻? 这一摔下来, 保证本身碎骨啊。 而且, 这些涅槃军竟然用绳子串在了一起。 这意味着一个人摔落下来, 可能几十个人一起摔下来。 当然, 也有可能是一个人摔下来, 剩下几十人将它拉住。 结果, 沈浪亲眼看着他们每一个人都爬上了山顶。 没有一个人掉下来徒手攀爬几百米悬崖。 这, 这能力真是惊人了。 等到了战场之上, 还有什么地形能够难倒他们? 金军的沙满毒武士已经够牛逼的了, 在山野丛林之间如雨停地。 但比起眼前这支涅槃军, 还是远远不如。 两个时辰后三千八百多名第二涅槃军, 整整齐齐站在校场之上。 大宗师, 这支军队成了吗? 沈浪问道。 难道大宗师见到木兰, 不由得一乐, 眼睛睁到最大。 怎么? 难道大宗师道, 这, 这仿佛像是我在上古典集中看到的人。 果然如此。 接着, 难道大宗师上上下下盯着木兰看, 目光光热。 当然, 他不是耍流氓。 木兰在他眼中, 就是孙女贝勒。 他是惊艳。 这个身体素质, 太强了简直超越了这个世界绝大部分人类了。 沈浪道, 大宗师, 这第二涅槃军成了吗? 成了, 等风来蓝道大宗师无比傲然道。 按个多时辰后风来了, 大概三级左右。 不算是大风。 但对于射箭来说, 这种锋力已经是致命的了。 蓝道大宗师道, 几。 三千八百名涅槃军, 整整齐齐弯空搭建。 全部是二弹强弓。 射, 射, 射。 随着一声令下。 第二涅槃军不断发射在风中, 箭雨不断暴射而出。 二弹强弓威力太大了, 能够将锋力影响前少到极致但他们射的不是靶子。 而是一百米之外的小树林, 它们瞄准的是树枝各自瞄准, 各自射击。 嗖嗖嗖嗖嗖。 箭如闪电。 顿时间前面这个树林, 仿佛雨打发酵一般。 无数树枝, 纷纷断折。 刷, 刷, 刷。 三千多列盘军箭与狂射不歇。 平均三秒钟一电三分钟后每个人射出了五十几箭。 三千多人, 射出了近二十万支箭。 然后前面一百米之外的那片小树林, 直接被射出了大部分的树枝, 全部被射断。 一百多棵树, 全部只剩下了光感。 沈浪彻底惊验木兰彻底惊验泰, 太强了这支军队一旦出现在战场上会再一次震惊世界的只要在他们的射杀范围之内, 注定会是一场屠杀蓝道淡淡道, 沈浪, 这第二涅盘军大成了, 可以上战场去创造奇迹了, 可以去震惊天下了表现的妖灭的不仅仅是神野小宝宝, 还有阿鲁壮宝。 如今还不到一周岁的她,已经撞得如同小牛犊一般,足足有毅力高了。 如今已经是十月下旬,枪国已经下了两回雪了,非常冷。 但阿鲁壮穿得非常单薄,光着屁股在雪地上爬,玩得热气腾腾。 不是阿鲁娜娜虐待孩子,而是她根本就穿不住衣衫,只要多穿一件她就哇哇大叫然后自己扯下来。 雪地里, 大傻正在练武,拿着一根五百多斤中的玄铁大棒狂舞方圆几米之内,完全无法近身。 狂舞铁棒的钢器,直接让人睁不开眼睛。 甚至她都为十几米处就仿佛被直升机刮过一般,没有任何积雪。 剑王李千秋离开了枪国之后,大傻留了下来。 这里毕竟有她的妻子和孩子。 如果没有剑王在,就没有人偷袭她了。 她的格档技能训练就暂时落,了,下来了。 不过剑王临走之前,交给了她一套棍法。 名字就叫破风盆。 根本不是上古秘籍,就是一套最普通的棍法。 从头到尾就只有九招。 大傻每天都要练习一千多遍。 如今,她已经练了二十几万遍了。 没有人知道她的武功有多么厉害,但是枪国的老太监说,大壮王夫的威势已经超过老将王阿鲁刚了。 至少现在枪国女王阿鲁娜娜已经完全不是大傻的对手了。 甚至整个枪国所有的酋长、大将都来挑战过大傻。 结果让人比较绝望。 她能够打到你夫。 就算一开始占了上风,但你的内力中秋是会耗尽的。 而大傻的力量源源不断,如同惊涛骇浪一般,不需要半个时辰, 所有的对手都要会了。 此刻,枪国女王阿鲁娜娜正在处理空物。 大傻在练舞。 阿鲁壮在雪地里光着屁股打滚,也没有人管她。 这就是枪国的孩子,哪怕是王子,也是放养式的。 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却顿时淹没了蛋蛋和小鸡,冰冷的感觉让阿鲁壮小宝宝顿时觉得淡淡一缩,有点强妙。 于是,她直接站了起来,然后蹲了下去,小鸡放水。热腾腾的童子妙把雪都融化了。 呀,嘎嘎嘎嘎。 阿鲁壮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般,继续用力妙。 结果妙完了。 她还想要抽妙积雪,但没妙了,她就憋着用信。 哭。 她放了一颗屁。 嘎嘎嘎嘎。 顿时,她又高兴地在雪地里面打滚。 大傻和阿鲁壮这对父子没心没肺傻高兴。 江王宫里面的阿鲁娜娜有些心烦。 因为这已经是第三起了。 江越之间的边境冲突。 原本江国和越国关系非常亲密,甚至边境都形同虚设。 越国的骑兵有些时候会进入江国内练兵,而江国的骑兵有些时候也会进入越国境内。 但自从天西行省中都督张子旭上任之后,一切都变了。 她首先曾兵援阵援侯爵府宝美。 然后拆掉了越国境内所有的江国航营,最后在两国边境上大建防线。 这副机防的样子,顿时让阿鲁娜娜很不爽。 但是她没有发作,毕竟越王宁元县对江国的态度非常友善。 之后,沈浪辞光回家。 阿鲁娜娜也没有翻脸,因为她已经收到了沈浪的密信。 甚至这个时候,越国还有大批使官呆在江国王城内。 既然张子旭表现出一副如林大敌的架势,阿鲁娜娜修下令,以后江国骑兵不再越境。 江国武士尽管尽管不爽,但也寝尊王令。 但是楚国往江国派遣了大量的间谍。 他们要么扮演江国武士,偷袭越国边境堡垒。 要么扮演越国武士,偷猎江国牧民的牛羊,甚至杀人放火。 如果相遇两国充满互信,楚国鉴别这种挑拨离间的伎俩当然不会成功。 但是现在张子旭这个态度,让两国的互信下降。 久而久之,楚国的阴谋渐渐渐折。 两国边境的气氛变得凝动起来,甚至起了三次强烈的冲突。 几天之前江国又有一个小部落受到了袭击。 所有的牛羊全部被抢走,几十个牧民被杀光,十几个江国女子被玷污。 幸存者说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就是越国武士干的。 那个边境部落求长当然不干了,直接率领的上千骑兵杀向边境,请越国交出杀人凶手,否则便要动武。 张子旭麾下的军队尽管对江国充满了敌意,但还算是谨慎的。 不管江国骑兵再如何挑衅,都始终闭门不出。 那个部落酋长把状告到了阿鲁娜娜这边来,女王也非常头疼。 她当然不能斥责自己麾下的酋长。 因为她是江国的女王,必须站在自己子民这一方。 但这件事情明显又是楚国间谍的阴谋。 张子旭虽然对江国充满了戒备,但她不可能违背越王明元件的旨意, 表面上她也大赞越枪有益的,甚至她还主动访问过江国王城。 阿鲁娜娜就算想要责败她,也仿佛找不到理由。 但越江两国关系之所以陷入兵点,这张子旭确实要负最大责任。 此人表面越江友好,暗地里不断增兵两国边境,首先破败了两国互信。 当然,张子旭也有自己的理由。 首先,江国女王阿鲁娜娜和沈浪关系密切。 而沈浪是太子的敌人,张子旭作为太子嫡系,当然要提防江国。 并且江国之内有一股很大的势力是新金军的。 就是以英阳为首的原雇佣军,这批雇佣军很多都是沙满族武士,他们都把金军当成了沙满族的英雄和救星。 一直想要推动大南河枪国的结盟。 金军已经派遣几波使臣过来,邀请阿鲁娜娜与盟共享越国领土,邀请枪国加入维越联盟。 甚至只要阿鲁娜娜答应,未来天西行省南部就全部割让给枪国。 原镇远侯学府内天西行省东都督张子旭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办公,而不是在天西都督府。 这镇远侯学府何等华丽,何等高高在上。 他此时手中有近三万大军,其中大半都是袁正卓的军队。 张子旭是十几年的壮元郎,真正的潇洒倜倜,天偏美男。 这个人怎么说呢?文才很好,正才也不错。 但极其自负。属于自食才华,藐视天下的那种。 在他眼中,越国寻臣只有两个人被他放在眼里。 一个施柱红主,半个便销,半个肿疗。 剩下诸人在他眼中,皆是无才之辈。 张冲在他眼中,有干台而无政治眼光。 沈浪在他眼中有鬼才,而无干台,更无政治眼光。 他一直都坚信,祝宏主老去之后,祝荣成为越国文臣之领袖。 而祝荣下位之后,就该他张子旭上位了。 放心吧,阿鲁娜娜女王直爽性情,是不会真正翻脸的, 也不会真正派兵进攻越国边境的。 张子旭道,此女憨直近乎愚蠢,既不能进攻越国,又不能责怪首架球长,只会自己焦头烂额。 天西行省中都督部长使道,大人英明,那为何我们还要集结三万大军在这边境线上,表示出一副戒备枪国的样子。 张子旭道,有备无患,军队是需要敌人的,他们的脑子里面时时刻刻都需要一根弦紧绷着,否则就会成为一片散沙。 说来也真是可笑,正是因为阿鲁娜娜内心憨实,对越国亲近,我才表示出咄咄逼人,若他跟上两代枪王那样阴毒跋扈的话,我们八戒都来不及,哪里敢这般冷傲。 长使道,此消彼长,人善被人击。这就是政治。张子旭笑道,只要有人退让,就会有人步步紧逼。况且我这样做错了吗?国战当前,难道我就不该守住边境线吗?当然应该,天下人都指不出大人的错儿。 长使笑道,但他心中清楚地知道,中都部张子旭只是泄妻揽兵权而已。就如同他所说,任何军队心中都需要一个敌人的,否则心就散了。就算没有敌人,也要创造一个敌人出来。这样,天西行省的军队才会凝聚在一个人的麾下。张子旭这一手非常成功。天西行省南部的军队原本没有任何敌人,不管是土国大军,还是金军大军,距离他们都很远。 张子旭新官出道,这些军头都有些桀骜不逊,不愿意听话,张子旭兵权很难掌握在手。于是他就制造了一个假想敌,哪怕这个假想敌是盟友枪国。在这种假想敌效应下,两国的关系果然越来越紧张。而越国的军队因为畏惧和茫然,也惦见凝聚到张子旭的麾下。半年时间来,他基本上掌握了这三万军队。张子旭知道自己在冒险,算是一种战略讹诈,甚至是欺负阿鲁娜娜老师。 但是将在外军队有所不受。当时的沈浪可比他疯狂多了,冒险多了。况且,他张子旭完全没有违背国军的旨意啊,任何公文,任何奏折都是大谈乐枪友好的,甚至自己都主动去访问过江国王城两次,还给阿鲁娜娜送去了礼物。张子旭对自己这一手是非常得意的。 这个天西行省中督督之时,他也越多越有滋味了。居心火测,居心火测。宁元剑收到黑水台的密爆后,勃然大怒。 好你个张子旭。把人拼命地维护和江国女王的友谊,你却在拼命拆墙脚。 你真是欺负人家女王憨直啊。 阿鲁娜之后,宁元剑变得冷静下来。 他能怎么办呢?下旨,让张子旭把边境的防剑撤掉。 又或者是直接罢免张子旭。 都不可能的。 天西行省中督督一职,只能由太子仪系的人担任。 换成任何一个人上位都是一样的,因为江国女王是沈浪的绝对盟友,那就是太子仪系的敌人。 而且张子旭踩着钢丝跳舞,却始终没有去突破阿鲁娜娜的底线,不会真的把他逼向敌人一方。 比如这次枪国骑兵冲击边境,他始终下令军队匕首不出,没有进一步升旗冲突,甚至表现得非常忍辱不动的样子。 此人就是太聪明了。 欺负老实人呐但是大敌当前,国战当前,你张子旭就不怕晚火刺坟吗? 宁元宪在心中给张子旭此人换了一个大大的他。 上一次他牵涉到军粮他没案,宁元宪觉得此人还是可用的。 而这一次,张子旭的举动让他非常失望。 不过很快宁元宪又叹息了一声。 若这次国运之战胜了,太子之位稳如大山,这张子旭也不需要他宁元宪提拔。 若太子败了,张子旭所谓太子嫡系,前途也就完了,宁元宪是否对他打岔也不动要了。 都是聪明人,都是聪明人就是太聪明了下旨,斥责张子旭,不要有具体罪名,直接斥责便是。 收回张子旭家族的牌匾,就是先王赐予的牌匾。 乡国女王阿鲁娜娜望着前面这群沙满族武士心痛如同刀脚。 整整两千名武士,会在她的面前。 女王陛下,您就如同天上的月亮,能够为您效忠,是我们毕生的荣幸。 但现在我们沙满族有了自己的太阳,我们的太阳,我们的金军需要我们。 我们沙满族也有了自己的国家,大南国需要我们,祖国需要我们。 所以,请您原谅,我们不能再效忠您了。 这些人全部都是沙满族武士,曾经效忠阿鲁娜娜的雇佣军。 他登上王位之后,陆陆续续有八千雇佣军前来效忠他,里面大部分都是沙满族武士。 您如果感到愤怒,可以杀了我们,也可以下令我们自杀。 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绝对不会苟活。 其中一个沙满族武士将弯刀横在脖子上,只要阿鲁娜娜一声令下,她就会毫不犹豫割开自己的喉咙。 阿鲁娜娜常常呼了一口气。 去吧,去吧。 多谢女王陛下。 这两千沙满族武士起身,解下身上所有的铠甲,弯刀,弓箭。 然后,他们就这样势迢迢离去。 没有带走任何一件东西,就这样光溜溜地返回沙满族,去效忠金军。 他们宁可放弃一切,一无所有也要去投靠金军。 从中可见金军在沙满族武士心目中是何等地位。 大将鹰阳道,对不起女王,我阻挡不了他们,我。 他们,我也不能阻挡他们。 女王摇了摇头道,有些事情,终究是要发生的。 涅槃岛审浪看着前面这支三千八百人的涅槃军,心中激动不已。 在阿金库尔一战中,五千英国长弓兵,击败了三万法国大军,射杀了一万多敌人,自身伤亡不过二百。 但英国长弓兵和眼前这支涅槃军比起来,又要差得很远了。 不管是意志力,还是战斗力,甚至装备的弓箭,都远远不如。 这支涅槃军上战场,会是何等经验? 沈浪完全无法想象。 不过,眼前这第二涅槃军的装备还是不够。 首先,防护太差换装。 沈浪一声令下,一车又一车的新装被推了出来。 打开之后,新式铠甲这些铠甲当然不能和第一涅槃军相比,仅仅只有四十新重而已。 但却采用最好的钢材锻造而成。 虽然轻薄,但坚固程度也远超一般的铁甲。 想要防御敌人的战刀和枪刺或许有困难,但抵御敌人弓箭射击应该还是可以的。 而且这身铠甲的制造工艺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这是一支山地军队,需要攀爬悬崖,高山,穿梭丛林。 所以铠甲一定要灵活,轻便。 设计就一定要符合人体工学。 为此,整个铠甲不得不大量使用左甲,甚至皮甲。 而且南欧国那边天气闷热,所以在头盔上有大量的开孔。 穿上全新的铠甲之后,第二涅槃军均容大变。 显得尤为鹦鹉矫健。 换弓箭。 第二涅槃军虽然有足够的力量和耐力,但正常的二弹弓还是太强了。 哪怕是第二涅槃军,一口气也只能连射五十起箭而已。 如果需要瞄准的话,那对体力消耗更加巨大。 随着一声令下。 第二涅槃军换上了全新的复合弓,用现代工艺打造的复合弓。 这完全是弓箭的革命性突破。 现在奥运会的射箭比赛,就全部用复合弓。 所有人不由得微微一恶。 这弓看上去很复杂精巧,但是不威武啊。 确实如此。 反驱弓看上去才是真正的霸气十足。 但是猛的一拉弓弦,第二涅槃军的兄弟们立刻感受到不一样。 竟然,这么省力。 尤其是拉满弓之后,所需要的力气完全减小到最低程度。 这样更有利于瞄准,有利于稳定弓身。 开始试射。 第二涅槃军开始上手试射。 妙,妙,妙这新式弓简直太好了。 威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强了。 因为省力了,所以射速反而更快,精准度更高。 有了这新式的弓箭。 在战场上,一定能够将敌人杀的鬼哭狼嚎。 蓝道大宗师一声令下。 远距离覆盖。 3800名第二涅槃军,弯弓搭前,挟持天空。 朝着250米外的树林瞄准放,放,放。 随着一声令下剑如雨下。 再一次暴风雨一般的覆盖室射击对异疯狂暴射,又是三分钟。 又射出去了十几万只剑顿时,二百多米外的那片小树林被射残了。 仿佛被野兽蹂躏过一般。 审浪,木兰和蓝道大师进入那片小树林检查这宫殿威力果然强悍。 在这么远的距离,竟然依旧有杀伤力。 密密麻麻的剑枝钉在树干上,地上。 有些吸一些的树枝,甚至依旧被射断了。 不过在这个距离内,瞄准已经完全靠天意了。 只能是远距离覆盖性杀伤。 想要精确点杀是不可能了。 但,这已经是颠覆性的突破提升。 天下任何一支宫殿守军队,有效杀伤距离一般都不超过百步。 超过这个距离射箭,都被认为是浪费。 而沈浪这支第二涅槃军,至少可以在两百米外对敌人进行射杀。 这是何等巨大优势? 收回剑枝。 随着蓝道大师一声令下,三千八百名涅槃军进入树林之内,收回剑枝。 这些剑的剑头都是用最好的钢材铸造而成的。 当然了,如果完全靠铁像打磨的话,那就太慢了。 现在的金山岛野炼攻防,已经用上了比较原始的流水剑作业。 比如这每一支箭头,都是先把滚烫的钢水倒入箭头模具之中,冷却之后拆开模具。 然后大量的原始箭头送到打磨坊去进行打磨。 而且打磨箭头也不是靠人力了,而是水车转动齿轮,转动磨石。 再不济,也是用脚踩的磨石。 提前半年多数箭,如今已经铸造了天门数字的箭支。 这些箭头应该采用上好的钢材,所以硬度和韧度,锋利程度远超一般箭支,破甲完全没有问题。 但涅槃军回收每一根箭之后,都会仔仔细细检查。 如果箭鱼有问题,就进行修剪,甚至替换。 如果箭矢有问题,他们就会自己用磨石一点点重新打磨,确保箭头保持最锋利状态。 大宗师,您觉得谁最适合作为这第二涅槃军的首领? 神浪问道。 难道大宗师一指木兰? 原本我觉得没有人配成为这只涅槃军的首领,苦头欢也不行,他是一个厉害的统帅,但他不是神射手。 难道大宗师道,但是见到木兰之后,我觉得这支军队仿佛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一般。 神浪一恶,木兰也不是神射手啊。 当然了,之前木兰的射数是非常不错,但他最擅长的还是马战。 弓来,最强的弓。 片刻后,有人送来了一支超级强弓。 这是一张铁弓,也是复合弓,竟然有一米六高。 而且弓壁极粗,弓弦也前所未有的粗。 这弓已经超过三弹了,箭支都需要特制。 有人递上来一壶箭。 这箭果然不一般,超过了一米二长度,重量也超过寻常箭支一倍。 此时风已经更大了。 木兰拿起这支超级强弓。 顿时神浪然了,使了这姿势太美了太性感了简直秒杀那些游戏的宣传海报。 这三弹多的超级强弓,木兰轻而一举张开。 几乎没有瞄准。 搜。 猛的一箭射了出去。 这箭支真是快如流星,几乎如同子弹了。 轻而一举,直接射断了二百六十米外的一根树枝。 巧合。 意外。 紧接着,木兰射出了第二箭。 第三箭,第四箭几乎每一箭都能射中一根树枝。 太,太强了。 这才是真正百发百中啊。 这么远的距离,堪比狙击手了。 关键木兰完全没有瞄准的呀。 血脉蜕变后,这么强吗? 木兰觉醒的能力是一种感知,对大自然的感知。 这种感知在战斗力上,首先是危险嗅觉,其次就是空箭射数。 它真的是不需要瞄准的。 顶级射数,就是这血脉蜕变后的富裕的天赋。 它才是真正的顶级神射手。 神浪望着木兰道,宝贝,这第二涅槃军,从今之后属于你的了。 四日神浪率领第二涅槃军登上几十艘舰船,浩浩荡荡离开涅槃岛,返回玄武城。 距离南欧国大战的爆发,已经过去了七天时间了整个越国,再一次陷入了胶着之中。 战局如何了?是赢了还是输了? 整整七天,都没有消息传出来但是谣言已经满天飞了。 听说了吗? 南欧国大战,我们输了。 铸林大将军战死了,南宫奥将军投降了,宁罗公主被俘了。 听说宁罗公主不仅被俘,而且还被丢入了万蛇窟,活生生被毒蛇咬死了。 我们越国大军死得惨啊,尸山血海啊,整个地面都被尸体铺满了。 当然了,这只是其中一种流言。 还有越国大盛的流言。 什么金军已经投降,金军已经被杀了,金军已经被俘,正押往国都。 但是,越国大败的流言传播的最广,也最为逼真。 这当然有楚国间谍的功劳,但归根结底还是越国民众内心的恐惧和怨恨。 整个越国范围内,都进行了宵禁。 甚至,没有得到官府的许可,任何超过三十人的聚会都是非法的。 因为人一多,自然就成为流言的温床。 但就算这样强力压制下,都没能阻挡流言的爆发。 而且愈演愈烈。 整个越国人心惶惶。 尤其是靠近南欧国的天南行省。 甚至有些民众都开始整理行囊,随时准备逃命。 而那些豪强贵族,已经开始关闭家门,下令所有的武装家丁日夜职守。 而此时,最最焦灼的人绝对是天南行省总督祝荣。 九天时间过去了。 他已经收到了上百份战报了。 但内容几乎都是一样的。 金军大军极度疯狂,毫不畏死。 虽然缺乏大型工程器械,但极度勇敢,极度凶弹,如同野兽一般。 简直如同飞蛾扑火一般的工程。 每一次收到战报,祝荣总督都心惊肉跳。 虽然几乎每一份战报的内容都是一样。 但他完全能够看得出来,局势越来越危险,越来越惊心动魄。 因为每隔一个时辰左右,就会有一封新的战报从南欧国战场传来。 所以祝荣总督几乎不用睡觉了。 打盾都是奢侈。 大人,您去睡觉吧,若真的有大事发生,我叫醒您。 盐无忌忍不住道。 不,我不能睡。 祝荣总督道,万一一物战机,那我就是千古罪人。 盐无忌道,总督大人,您太紧崩了,这对战局非常不利。 您难道没有发现,整个总督府的气氛都压抑得无法呼吸了吗? 整个天南城万民已经人心惶惶了吗? 所有的战报都要先经过您的手,下人会通过您的表情去判断战局,您的面孔太压抑凝重了,下人就会觉得战局肯定不利, 他们出去之后难免会和家人提起传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放大之后,还不到国都就会演变成为大仗溃败的流言。 作为主帅,您需要坦然一些,放松一些,自信一些,这样下面的军队才能士气高昂。 您难道不知,天南城很多百姓都已经收拾家当,准备逃亡了吗? 祝荣总督一饿,然后深深拜下道,谢谢先生请醒,是我不对,关心则乱了。 严无气道,总督大人,您去睡觉,明天一定要精神异议出现在城墙上,出现在万军之中,击碎所谓溃败的流言。 祝荣总督点头道,好,就依先生的。 然后,他深深吸一口气,回到房间中躺下睡觉。 但,内心焦灼,又如何睡得这样? 严无气见之,就点燃了一炷香。 片刻之后,祝荣总督终于睡着过去了。 然而,祝荣总督仅仅只睡了一个多时辰,就立刻被吊醒了他几乎是猛地坐起,惊骇道,怎么了? 怎么了? 严无气道,祝林将军最新战报,南欧国都承西城墙沦陷,亲军大军攻上了城墙。 祝荣猛的一颤,头皮几乎裂开战场的亮片终于引起质变了。 噩耗终于传来。 那么南欧都城的战局真的如同战报中的那么凶险吗? 不是实事更加凶险。 越国的军队简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 鲜血和生命的洗礼。 当时张冲率领五千军队守白叶俊成,苏南大军最多的时候超过三万围攻,整整打了半个多月都没有打下来。 那一战已经堪称惨烈之极。 但是和南欧都城防守战比较起来,就显得非常小儿科了。 南欧国都城这一战几乎从第一天开始,就让人毛骨悚然。 所有人都知道沙满族的武士非常勇敢。 但没有想到竟然这么封魔。 这架势何止是不畏惧死亡。 简直有点争先恐后送死的架势。 铸灵挥下手军近十万,新军攻城大军也是十万。 按说攻城一方,起码要两三倍以上的兵力。 一比一兵力,完全没法打的。 更别说金军没有大型攻城器械。 但是大战的第一天,就差一点被冲上了城头。 武藏高的城墙,对于沙满族武士来说,并不是一个让人敬畏的高度。 这群人扛着歪歪扭扭的攻城梯就冲上来。 有攻城梯要往上爬,没坐攻城梯竟然也要往上爬,手里拿着两根铁爪,如同壁虎一样往上攀登。 越国军队哪里见过这等疯狂的架势? 一开始几乎被打萌,差点就被攻陷了。 但铸灵挥下毕竟算是越国最精锐的军队之一,一开始的措手不及之后,接下来立刻进行组织了猛烈的反击,遏制了杀蛮族大军的攻势。 接下来,就双方就陷入了拉去战。 总的来说,前面五天时间内,越国军队还是战去上风的,毕竟是守城坊。 有着不计其数的滚木,调石,混油等等。 但是金军沙满族大军也有一个杀手锏。 那就是弓箭每一个沙满族武士都擅射,而且他们每一个人的弓箭都射得很远。 尽管从地面往城墙上射之龟很大,但是双方弓箭手数量悬殊太大了。 沙满族武士长年每月在丛林中打猎,几乎每一个都是射手。 而越国军队只有专门的射手队伍才装备弓箭,甚至射数还落后。 所以,沙满族的射手给越国军队带来了惊人的伤亡。 战局从第七天起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胜利的天平朝着金军一方滑去。 无他,因为越国军队的任性比不过沙满族武士。 经过了七天的激战后,越国守军越来越疲倦,士气也渐渐低落下来。 战争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想象,所以各种物资的消耗比想象中快很多。 城墙上的滚木、调食、滚油越来越少了。 而沙满族大军经历了几天大战之后,对于工程站竟然渐渐熟练了起来。 关键是他们面临这么高的伤亡,士气竟然依旧高昂。 经历了七天的大战后,这些沙满族武士竟然还斗志昂扬,杀气冲天。 这也是他们特殊生存环境决定的。 沙满族大部分地方还是蛮荒部落,依旧靠狩猎为生。 沙满族武士一旦进入森林狩猎,经常就是十天半个月不回家,几天几夜不睡觉完全是家常便饭。 他们的生存条件太恶劣了,所以锻炼了他们惊人的任性和意志。 这次金军统一整个沙满族,大南国崛起。 这大大激发了沙满族武士的荣誉感,无数的沙满族雇佣军纷纷前来口奔。 而这些雇佣军,都是西域诸国豆母出身。 他们从小到大以战斗为生,不仅要和人战斗,还要和野兽战斗。 论单兵战斗力,沙满族武士真是远超越多士兵。 终于战局突破了某个平衡点沙满族的武士再一次冲上了城墙。 而这一次,他们没有被推下去。 涌上城墙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整个西边城墙防线几乎崩溃,眼看就要沦陷。 柱林大将军几乎眼眶玉裂。 在最短时间内让行军主部写了几分战报,用最快的速度送往明罗公主,南宫奥,祝荣三处地方。 尽管在三天前他感觉到战事不妙,提前向南宫奥和明罗公主求援过了。 完了完了柱林大将军几乎遍体冰凉。 然后,他带领着柱氏家族的精归武士,全部压了上去。 柱林身迁士族,身后上千名柱氏武士疯狂厮杀。 然而,就算这样,依旧挡不住沙满族的攻势。 城墙上的沙满族武士依旧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柱林几乎要绝望了。 这可是南欧国的都城,一旦沦建了,那沙城和落叶城也根本挡不住。 金军一旦夺了此城,那更是士气冲天这个时候,柱林脑子里面想起了父亲的目光,想起了太子的期待。 若真的沦建了,那我柱林还有何面目返回博都? 不如就在此战死了吧然而柱林命不该绝就在这个时候。 北边尘土滚滚,东边尘土滚滚。 整个地面都在颤抖宁罗公主率军来源,南宫奥率军来源。 三天之前刚刚收到求援信,他们就出兵了。 两人来的援军不多,仅仅只有两万五。 但还是改变了战场的局面。 新军的军队,不得不奋出两万,抵御南宫奥和明罗大军。 投入攻城的力量大大减弱。 而随着援军的到来,柱林守军士气高涨。 终于,付出了无数的代价之后,柱林大军再一次将沙满族军队推下了程序。 南欧国都城西城墙保住了顿时间, 柱林大将军几乎须拖倒地而南宫奥和明罗的两万五千大军和金军的军队在原野上激战了半个时辰。 双方都有伤亡。 但是明罗和南宫奥大军伤亡数量要多得多。 不过金军大军也仿佛用尽了最后的力量。 西洋西下,双方停战南宫奥和明罗公主进入南欧国都城。 这一战,险象还生但南欧国都城终究保不住了。 可是,整个棋局,彻底发生了变化。 原本三元大将守南欧国三城,祝荣总督在后方添南城池园。 结果因为金军大军太厉害,使得三元大将提前在南欧国都城会合。 这就如多莫骨牌,产生连锁效应南宫奥和明罗来了,那南欧国另外两座城池就空虚了,金军很可能会趁机奔丁偷袭。 怎么办? 当然只能从第二战场,也就是天南城防线要兵南下。 但如此一来,整个大后方就空虚了。 南欧国主府内。 祝林,南宫奥,明罗公主三人静静无言。 今日之战局,真是惊魂一刻。 差一点点,这座城市就沦陷了。 祝林举起酒杯道,大恩护言谢,两位今日算是挽救了局势。 三人引人一杯。 这是淡淡的裹酒,喝不醉人。 然后,三人静静无言。 按说城池守住了,应该高兴才对,但是再高兴不起来。 一比一的兵力,竟然差点被人打下来。 金军的沙满逐军,太强了。 祝林探西道,和这样的军队作战完全是一场噩梦,每一个人都如同野兽一般毫不畏死,甚至主动赴死,之前南欧国军队叛乱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呢,那些叛军也是沙满族人呢。 宁罗公主道,南欧国人已经被训换了,变得和越国人差不多了。 而这一次亲军带来的是最纯种的沙满族武士,他们从五六岁开始就进入丛林狩猎,对于他们来说,活着是一场历恋,死亡反而是一种亏宿。 太疯狂了,这个世界上就不应该有这种种族存在。 祝林探西道,宁罗公主道,时刻杀蛮族人,最多只有三个人可以活过三十岁,在这种充满死亡的环境中,任何人都会锤炼成为猛兽的。 之前这些猛兽分散在丛林里面,而现在金军把他们带出来了,并且将他们凝聚在了一起。 南宫傲道,祝林将军,这几天大战下来,伤亡多少? 三万七祝林道。 南宫傲道,这么多? 他完全不敢置信,守藤一方竟然出现这么大的伤亡。 祝林道,是啊,太残烈了。 杀蛮族武士的弓箭太凶残标钻了。 杀蛮族武士两次冲上城墙,都带来了惊人的伤亡。 南宫傲道,那金军的伤亡呢? 祝林道,应该在四万左右。 也就是说,攻城方和守城方伤亡比例竟然快要达到一比一了。 竟然打成了这样,简直不敢置信。 祝林还是保守稳动的,事实上新军大军的伤亡超过了四万。 对于一般的军队来说,伤亡过半早就士气崩溃了。 但是杀蛮族大军竟然依旧雄断威武。 曾兵把祝林大将军道。 宁罗和南宫傲陷入了沉默。 曾兵。 那就相当于放弃后方,放弃了天南腾防线了。 但是眼下没有什么比南欧国都城更加重要的了。 于是三人联名写信给祝荣总督,并且奏请国君,请求增兵。 祝荣总督收到那一份战报后,整个人几乎天风地裂一般。 但是。 两个时辰后,他又收到了一份战报。 顿时常常松了一口气。 南宫傲和宁罗公主持援,南欧国都城终于守住了。 而此时,他的命令已经发出去了。 三万大军驰援南下。 一日之后,他又收到了宁罗公主、南宫傲、祝林三人的联名逆信。 请求驰援。 祝荣总督一咬牙,再一次派出四万大军南下至死。 整克天南城防线,就剩下三万大军了也就是说这第二战场几乎形容虚设。 不过,第二战场本就是为了第一战场服务的。 按照这个驾驶,如果第一战场轮件了,那第二战场根本就保不住从严格意义上, 继续增兵南欧国是需要国军同意的。 但救兵炉救火,根本就来不及。 幸亏祝使家族竭尽全力,透支了政治资源要来了十万大军。 否则这一战真是威了。 亲军大军的厉害,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一开战就差点颠覆了战局。 几日之后天南城省七万大军进入南欧国战场。 其中五万进入南欧国都城,两万分别进入沙城和洛叶城。 至此,南欧国都城的越国首军达到十三万之距。 整个南欧国战场内,越国军队达到十八万而此时亲军的沙蛮族大军,已经不足六万。 双方兵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三比一。 战局再一次陷入了僵持之中。 接下来金军大军有发动了几次小规模的攻城。 但双方兵力太过于悬殊了,全部都无攻而返,双方各有伤亡。 11月15日金军大军忽然全部离开战场,到头北上这是要攻打沙城啊如此一来,沙城威也然而就在这时候, 祖荣总督挺身而出,率领两万大军进入沙城,使得沙城大军超过四万五千人。 金军猛攻沙城。 之前南欧国都城都差点被攻下来,更何况是沙城。 但祖荣总督这个文臣远比想象中更加厉害一些,从一开始就孤注一致,将四万五千大军全部押上,不留任何一点余力。 整整基站四个石沉。 祖荣总督亲自率领加盯上城墙作战。 双方伤亡无数。 这一战时间虽然短促,但是更加坦烈,更加显向还生。 差一点点,这座城市就要沦陷了。 沙蛮族大军实在是太强了。 祖荣总督觉得时时刻刻都在地狱中煎熬。 他甚至在内心进行倒计时。 援军赶紧到,赶紧到来呀,否则沙城就要完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南宫澳终于率领齐兵北上沙制。 南宫澳和祖荣总督内外夹击。 终于,金军这只勇猛无敌的沙蛮族武士军团遭遇了大败。 六万大军伤亡超过两万,率领不足四万大军后撤。 这一撤就是六十里,退回到黑水寨中填尸伤口。 至此南欧国大战第一阶段结束。 越国获得。 越国获得了阶段性胜利。 金军接连在南欧国都城和沙城上撞得投破血流,死伤无数。 从形势上看金军彻底失去了主动进攻的机会。 胜利了。 南欧国主府内驻林、南宫澳、营国公主热泪盈眶。 现在终于可以放开了肚子喝酒了。 太不容易了。 虽然战局只持续了短短的一个月,但是太残烈了。 也太惊险了。 差一点点整个战场就要崩溃了。 幸亏底援大将当机立断,甚至驻农总督作为文官都亲自出战。 否则沙城也已经沦陷了。 乔亲军大军这无敌的驾驶,一旦让他走走一座城时,那后果完全不堪设想。 尤其是后面那一战。 虽然只持续了三个多时辰,但越国大军伤亡近三万终于胜利了。 一个月时间,金军十万大军伤亡六万多。 越国二十五万大军,伤亡超过八万。 如今如今南欧国战场内越国大军超过十六万,而金军只有三万多。 双方的力量已经极度悬殊。 金军大军虽然无敌,但是工藤蒋秋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解。 一旦气势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对,对,对。 这杀满足武士,毕竟还是不行,只有武勇,没有谋略。 这新军政治手段或许厉害,但军事不行,火候差了一点点。 给国租传捷报,给整个越国传捷报。 而就在此时驻林大将军道,是时候了,应该让太子殿下南下了。 这话一出,宁罗公主沉没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 驻林大将军的目光望向了南宫奥。 这个时候,你终究需要表态了。 南宫奥狠是娇着。 一方面,他效忠于国军。 但另外一方面,这一战赢了,太子一戏如日中天,他无法抵挡。 国军虽然不至于是西洋,但毕竟已经五十几岁的人了。 而太子如同冉冉升起的朝阳。 最最关键的是,南宫家族有致命的法柄落在都市家族手中。 驻林大将军道,书密大任,南欧国战局进入了全新的局面,我觉得这个时候需要太子殿下先来坐镇,如此来能够服务士气,振奋您心。 这一战老夫已经身心去皮,完全支撑不住了,担任不了南欧国都城镇守一职,要不然镇北侯也一定坚韧了。 驻林这句话已经非常入谱了。 南宫奥大任,您不想太子来南欧国主持战局?您是担心他来抢功劳了?那要不然把所有的功劳全部给您? 顿时,南宫奥没有了退路,直接洗身道,驻大将军说哪里话,两位说得有理,越是这个翻箭时刻就越发不能懈怠,不必要一劳永逸,彻底消灭金军主力,这个时候尤其需要太子殿下主持大军,我同意。 驻林大将军大笑道,镇北侯果然是国之玉柱,我们三人这就联手上斗国军如何?南宫奥哪里能够说不? 于是,三人怜悯写了一份凑报一边向国军报写。 另外请求国军,派遣太子南下,主持战局,彻底剿灭金军。 或许是因为太紧张了国军最近怕金森综合征已经有些明显了,空手的时候总是忍不住震战。 为了掩饰,他手中都要抓住一件什么东西? 他的内心太焦躲了,南欧国大战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尤其是开局半个月,传来的都是坏消息。 宁元县也是一日三晶,甚至对自己,对越国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金军就如此厉害,仅仅十万人,就差点夺了南欧都城。 尤其是那一次战报,南欧国西城强劲呼沦陷。 宁元县当时真是遍体冰凉。 他心中清楚得很,南欧国都城是整个战场最大的宝美,一旦沦陷,就意味着整个战争的失败。 幸好,祝林和南宫拗手下来了。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此时不仅仅是整个国都,整个王宫都禁止了所有的娱乐。 王太后每日只时两周,整日在佛堂面前为前方战士祈祷。 任何太监宫女走路的时候,几乎都不敢发出一点点声音,唯恐对贵人们有一点点惊扰,引来性命之危。 整个王宫,整个国都都处于极度的压抑。 暗地里的流言,愈演愈烈,根本扼杀不尽。 所有人都清楚,若是南欧国这一旦败了,那楚王的二十八万大军,就会疯狂呼向越国天西行省。 到那个时候对于整个越国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宁元县虽然非常想念神浪,无一日不想着他的回归。 尤其看到宁正如此出色,他的这种想念就越发迫切。 尽管他知道,一旦南欧国战场胜利,就意味着神浪回归之路彻底断绝。 但,他毕竟是越国之王。 他当然是无比迫切想要胜利。 比起神浪的回归,越国的生死存亡更加重要。 神浪那个小混蛋在玄武城过得不知道有多么快活。 上天保佑,满天神佛保佑。 一定要让越国度过这一场劫难,一定要让南欧国之战获胜哪怕是变非,他疼爱宁正。 他深深知道,若是南欧国之战赢了,太子之位便稳固,宁正夺敌希望无比渺茫。 但站在夫君宁元县的角度上,他还是渴望胜利。 神佛保佑,神佛保佑。 南欧国获胜,南欧国获胜。 王太后祈祷的声音明明只是在佛堂角落响起,但是却仿佛响彻了整个王宫。 而就在此时一对精锐武士疯狂时辰北上八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 南欧国战场,大获全胜,大获全胜。 国都玄武城门守军千户,正是蓝二。 骨头欢升官了,成为了城卫军统领。 蓝氏时兄弟也全部升官,从百户晋升为千户。 听到消息后,蓝二心中一颤,一时间飞袭莫名。 他的命运已经和宁正紧紧捆绑在一起了,若南欧国大战胜利,那宁正殿下夺敌就渺茫了。 阿百里加急,南欧国战场大获全胜。 这支报信的骑兵队伍,由远而近。 蓝二顿时大声吼道,开启城门,开启城门。 玄武城门缓缓打开。 报信骑士冲住国都之内,放声大吼。 且报,且报,南欧国战场,我越国大胜。 且报,且报。 按道理说不应该攻南大吼的。 这支报信队伍应该用最快的速度进入王宫之内,先把这个捷报禀告国区宁元县,然后再召告天下。 然而,出于某种特殊的心思。 这支报信队伍一路上就疯狂高估。 他们到了哪里,哪里都听到了南欧国战场大获全胜的消息。 顿时整个国都沸腾了沉寂了几个月的国都,压抑了几个月的国都。 彻底陷入了欢乐海洋无数民众从家中冲了出来。 漫无目的,却又拼命地撒欢者。 越国万圣,越国万圣。 陛下万岁,万岁。 此时程卫军本应该维持秩序,将这些人赶回家中。 毕竟按照战时条例,没有提督府同意,任何超过三十人的聚会都是非法。 但看着这些广欢的人群,成卫军没有任何动作。 陛下,大喜,大喜。 王公之门一山审开启。 报信的集市飞奔而入,畅通无阻,直接来到了大殿之内启禀陛下,南欧国平乱,大获全胜金军十万大军,剩下不足四万,仓皇退去。 此时,正在大朝会,原本气氛是压抑的。 这个暴劫的武士冲进来高呼,把所有人都震了一下。 群臣先是一呆,然后广喜这个胜利的消息终于来了吗? 太子的内心几乎要沸腾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宰相祝宏主面孔瞬间通红,呼吸急促起来。 太不容易了祝使家族付出了无比巨大的代价,终于换来了这一场艰难的胜利。 耗费了无数金钱,透支了无数的政治资源。 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顿时,太子宁义直接跪下大声道,恭喜父王,贺喜父王。 祝宏主跪下,恭喜陛下,贺喜陛下。 然后,满朝臣子等等齐齐跪下,恭喜陛下,贺喜陛下。 这些人口中喊的是恭喜陛下,但心中却几乎喊的是恭喜太子,贺喜太子。 南欧国战场大胜那几乎就意味着太子之位,稳固如山。 国军宁元县听之,先是一阵大喜,然后一阵阵恍惚赢了吗? 这就赢了。 赢了好,赢了好然后,他的目光望向了太子。 对方的眼睛暴射出无比傲然的光芒,尽管非坏而是。 但宁元县还是看到了。 这一场胜利,不然是寡人的胜利,但最大的胜利者还是太子啊。 过去几个月内,他拔高迎级,打压太子。 现在太子终于要扬眉吐气了吗? 宁元县又忍不住朝着宁正望去一眼。 原本的宁正是害怕害怕的,而现在已经受得脱行了。 他才是真正的偶心力血。 他才是忍辱负重,一心为国分忧,为军分忧,从来不喊一声苦,一声泪。 好儿子啊,可惜了但是,这一战赢了中秋比输了好。 国军宁元县收拾心情,哈哈大笑。 诸位爱卿请起。 这等好消息,立刻去告诉太后,招告天下,万民红了。 祝林辛苦了,宁罗辛苦了,南宫奥辛苦了,祝荣也辛苦了。 众臣再一次拜下。 恭喜陛下,贺喜陛下。 然后,这名报信武士首领道,陛下,宁罗公主,祝林大将军,南宫奥大将军三人连宁奏折线上。 国军宁元县眼睛一眉。 果然来了呀真是办客都不停。 但宁元县却依旧大喜道,递上来,快递上来。 那个武士将奏折先递给大幻官李笋,然后由李笋检查之后再转交国军。 宁元县拆开一看。 其实那里面的内容他早就知道了。 让太子前往南欧国战场坐镇,去收割最大的胜利火石。 宁元县孝道,祝林、宁罗,南宫奥联名上奏,南欧国战局进入了新的阶段,转手为空的阶段。 他们要避劳永逸,彻底灭掉金军努力,拥保南欧国平安。 所以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包围战,歼灭战,拿地图来。 几个宦官把一副大地图搞搞挂起。 宁元县道,金军率领四万杀蛮族残军退到了黑水寨,这是一座废弃二十年的寨子,也是南欧国最西边的土地。 他们想要打一场大歼灭战,大包围战,彻底消灭金军,彻底击败这个所谓的大南国这三人想要让太子去坐镇南欧国,主持整个战局和物资运转,朱青认为如何? 宁宁你你愿意去吗? 太子宁一道,儿臣原为父王分忧,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因为距离的更近,所以审浪甚至比国军更早收到了南欧国的捷报然后,他叹为官职金军奴逼。 他第一次几乎要攻下南欧国都城是真的。 当时他确实竭尽全力,想要堂试着拿下南欧国都城。 但后来发现攻打不下来,他立刻放弃了这个念头,执行了原有的战略。 引蛇出动。 这个计谋虽然简单的不得了。 但是金军竟然为此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 法戏演到了极致部,这甚至不是戏。 而是以身作耳,上演生死存亡之人生大序。 沈浪站到地图面前,冷笑道。 太子宁一若去南欧国,迎接他的或许是万劫不复。 我们也应该准备了,或许用不了多久,就该我们上场表演了。 刹那间,神浪几乎能够捕捉到金军的心思。 他深深地知道煞蛮族军队的优势和劣势。 所以金军一开始的战略目标只有一个,彻底打乱越国南部的战略部署,完全利用越国内部的夺敌斗争,把胜利成果放到最大。 但是真正开打之后,金军发现自己的军队完全比想象中的更加强大。 所以他稍稍动摇了一下,想要夺回南欧国都城。 这毕竟是他的梦蒋之城,也是未来大南国的都城。 这一次尝试差一点点就成功了。 然后,立刻回到了自己的正轨。 金军的野心大的吓人啊。 神浪道。 金卓侯觉道,他想要什么? 神浪道,他不但要夺回南欧国不土,还要全迁越国努力,更要和楚国、吴国一起肢解越国,以报杀父之仇。 接着神浪开始在地图上搜索。 夫君,你在找什么? 乌兰问道。 神浪道,我再找一个据点,当局面彻底崩坏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守哪一个点? 应该把哪个城池定为止损点? 神浪在地图中不断搜索。 这个城池必须符合两个特点。 第一,不能太大。 第二,一定要卡在关键之处,挡住杀蛮族大军北上,东进。 西去之路。 很快,神浪找到了这座城池。 天南行省阳哥俊腾。 这座城池距离玄武城六百里,距离天南守护三百里,距离国都一千里。 接下来,他可以作为关键止损点。 如果局面真的如同沈浪所料,乐霸道极致的话。 那么沈浪将在这个点上力挽狂澜,拯救越国之星岛,国都朝会上太子慷慨陈词,愿意南下,主持南欧国战场。 属于太子一系的官员纷纷英和。 开玩笑,处使家族付出了这么巨大的代价,就是为了让太子去收获这个最大的胜利果实。 怎么可能不去? 而且大家都绑在太子的战车之上,当然希望太子一战并乾坤。 而三王子一系虽然有心反对,却无力出口。 这个时候出口反对,会被太子气恨一辈子的。 所有人不由地将目光望向了种恶和薛彻,三王子迎起此时在天北行省担任大都府,种恶和薛彻就是派系的首领。 如果要开口,也是这两个大佬先开口,我们这些小杂鱼是没有资格的。 结果种恶和薛这面无表情,显然是不会开口的了。 陈副义!陈副义!陈副义! 在场官员纷纷出列,赞同太子南下,竟然是一面倒的局势。 而就在这个时候,明正竟然出列了。 所有人一恶。 什么时候你也开口说话了? 现在没有你什么事了。 之前明正只是埋头做事,在逃堂之上几乎从不开口的。 现在南欧国战局胜利了,明正你这个非黑锅的可以退开了,你的利用价值已经没了。 而且如果你现在也站出来支持太子民意。 管了,太子绝对不会接纳你了,你连投降的资格都没有了。 儿臣反对明正道。 这话一出,所有人震惊。 明正竟然反对。 你算老鸡啊。 在这件事情你有什么发言权吗? 都倒这个关头了,莫非你还不甘心,还想要挣扎一下? 还要阻止太子去电弓立业? 真是堂壁挡车。 明元县一恶道,哦。 明正你为何反罪呀?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还是明正第一次公开在朝堂上说话呀。 明正道,其一,我越国军队擅长守城,不适合在山野丛林作战。 况且金军大军现在退守黑水寨,从攻方变成了守方,与我军更加不利。 反驳兵部侍郎初略道,长平侯不懂军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没什么,不知得无罪。 如今金军残军已经退守黑水寨,那么这个黑水寨是什么呢? 兵部侍郎攻伸道,陛下,陈斗胆用一下地图。 宁元县点了点头。 兵部侍郎道,整个越国可以说没有人比我更加熟悉黑水寨的了, 因为当年就是我负责建造的这座营寨。 二十几年前,越国和南欧国联军,大战沙蛮族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军队无法驻守南欧国都城之内,所以就在南欧国边境之上建造了黑水寨。 它本来是要建成一座城堡,堵住沙蛮族的入侵入线,守住南欧国的西南边境。 听到这里,众人点头。 在场很多老陈还记得当时的事情。 按照计划,这个黑水寨本来应该建造五年左右,形成一个坚固的防线。 但后来突发了一件事情,南欧国主死在了战场之后,引起了一系列的变故,黑水寨的建设也就暂停了下来。 所以黑水寨仅仅只完成了五分之一的建造,各项防御功能都不完整, 根本不是一个坚固的防线,没有城墙,没有城堡,只有最原始的木头军营,木头带墙, 而且起码荒废了十几年,早就破烂不堪,根本承担不起防御之用,简直是不堪一击。 金军残军守此地,完全是自寻死路。 其次,此时越国战场内,我越国有十七万大军,而金军不足四万, 五比一的兵力都打不过杀蛮族大军的话, 长平侯是不是也太瞧不起我们越国精锐了。 这话一出,所有人纷纷点头。 宁元剑道,宁正,你还有什么想法,一并说出来? 宁正道,其次,我担心这是金军的阴谋,引蛇出动的阴谋。 这话一出,全场失之以敌。 多,天下就你明正一个聪明人。 阴谋?你是说金军在演戏了? 他的十万大军伤亡了六万多,几乎去了三分之二。 用这么大的代价来演戏? 荒有至极啊,你是幼稚呢? 还是居心夺策。 宁正硬着头皮道,所以儿臣认为,太子殿下不应该轻涉险地。 兵部侍郎冷笑道,长平侯,那按照你的话说, 我们畏惧金军如神,就应该任由他在南欧国的土地上游炼, 就算他只有三万多残军,也不能去碰,也不能去打了呗。 那我倒是想要问问,对于金军应该怎么办呢? 宁正硬道,金军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叛逆, 而是大南国主,我们要面对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整个沙蛮族,所以要扬长必短,打持久之战,打堡垒战。 宁元县道,你的意思是,在南欧国和大南国边境县修建大量的堡垒? 对,这本就是我们擅长的事情。 宁正硬道,这话一出,全场哗然。 这是疯了吗? 简直可笑吗?在整个边境线上修建矛垒,何等窝囊? 现在金军就剩下三万多残军了,不想着趁胜堆积,一举捏之,竟然还想着持久之战。 长平侯,我本觉得你是埋头做事的忠臣,但现在看来真是大失所望。 兵部侍郎道,我知道你和太子殿下有矛盾有分歧, 但也不应该为了一起私利而耽误了博士,这等行径真是辱没了你的身份。 这已经是非常严厉的指控了。 但所有人都觉得有理。 随便用脑子想想都知道,此时是消灭金军主力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非但不趁胜吹击,反而要龟缩防守。 还不是怕太子殿力不是功勋。 你昨天没有了指望。 但你难道不知道,你早就没指望了。 宁正道,陛下,诸位大人你们只看到了清军只有不到四万残军, 而且退守在一个无险可守的黑水寨。 但你们为何不想想,一旦他再一次后撤, 返回到大南国的丛林和山野之间,应该怎么办? 我们的大军在那里根本施展不开, 况且我们如何知道清军就没有援军了, 他现在都有整个杀蛮族。 兵补侍郎道,长平侯还是多虑了, 南宫澳和陆林将军已经率领大军即将完成对黑水寨的包围, 清军插翅南非了。 如今大军已经在黑水寨周围修建临时堡垒, 对清军的大包围已经开始了。 明正道,如果是在空旷平原, 那这种大包围圈是能够奏效。 但是在南欧国多山多林之地, 想要彻底包围难如登天。 明元县忽然道,明正,这是你的看法, 还是沈浪的看法? 明正道,这是我的看法, 也是沈浪的看法。 然后,他递上来一份信道, 这是沈浪给陛下的亲笔信。 宁元建议挥手。 李笋把沈浪的信递了上来。 打开一看, 里面沈浪写得清清楚楚。 面对清军和大南国, 只能持久作战, 在边境线上构建堡垒, 不要妄想一举灭之。 国军微微皱了皱眉。 首先,对于沈浪他是绝对信任的。 但这个持久战, 非常不符合他的心理。 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持久这个词。 他最喜欢的是一举并乾坤, 就像灭掉苏南叛乱那样多爽快。 其实沈浪和明元县是一模一样的, 两个人都没有耐心。 但是沈浪心中清楚。 想要在战场上打赢金军, 有可能。 但想要一举灭掉大南国。 想要靠军事手段灭掉沙蛮族。 那还是不要做梦了。 如今大南国的领土比越国还要大呢, 到处都是大山, 到处都是原始密林。 任何大军进入之后, 只会活生生被托死, 彻底被淹没。 苏联灭不了阿富汗, 美军灭不了越南, 越国当然也灭不了大南国。 见好就收吧,陛下。 这是沈浪在信中给明元县的最后一句话。 能够获得眼前这个胜利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别再奢望更多了。 家生饭虽然难吃, 但总比饿死得好。 明元县对于这个局面虽然很不舒服, 但本能还是愿意信任沈浪的判断。 深深吸一口气, 明元县道, 此事, 在意。 这话一出, 整个朝堂立刻沸腾了起来。 竟然在意了。 陛下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计太子的功业, 你也不想太子立功不成。 当年你只身前往无尘变消的大营之中, 岂不是比今天更加冒险? 而如今太子去南欧国坐镇指挥, 十拿九稳, 绝对稳果的圣局, 你却不允许他去。 真是荒谬可笑, 果然桃堂上的消息一传开之后, 万众怒骂。 国都万民的怒火全部喷向了明镇, 喷向了沈浪, 甚至喷向了明元县。 明镇国费, 沈浪国费为了一己私利, 竟然不顾国家之利益。 为了不让太子立功, 竟然要放好金军。 无耻, 无耻之急。 不计其数的唐河奉张, 血片一般飞向了王宫之内。 在有些人的组织和操纵之下, 无数平民纷纷围堵天阅提督府, 围堵长平侯爵府。 每一次明镇一出门, 就有无数人指着喊国贼, 国贼明镇不是沈浪。 沈浪是得罪不得的, 因为他心眼小, 不管你是不是平民, 动不动就杀你全家, 动不动就把你抓到奔驰里面活活溺死的。 但明镇非常宽宏大量, 别说是民众指着他骂, 就算之前提督府内那些阳凤 因为给他制造各种障碍的下属官员, 他几乎都一个没杀。 国贼,国贼,国贼。 于是, 本来已经被烧掉一次的金氏别院, 又被烧了一次。 烧了之后, 还活生生往里面拖了几万斤粪片, 臭气冲天。 当然, 此时金氏别院半个人影都没有。 沈浪压根就不在国都, 你只能算是打死老虎了。 那个国不万民的愤怒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有沈浪和明镇的意见 看起来完全站在所有官员, 所有万民的对立面。 眼下南欧国大胜, 正是一举小叶新军, 大获全胜的好机会。 你们竟然还龟缩退守, 竟然要放跑金军。 国贼, 千臣, 活该先刀万剐。 别说越国国都的民众了, 就算放到现代地球的民众看到这个局面, 只怕更加愤怒。 民众都是这样的, 恨不得刺激国家秒天秒地秒空气。 只要不霸气, 那就是丧权辱国。 很快就有人把朝内分为了两派, 太子一系是主战派, 明镇和沈浪是可耻的投降派。 这次是真正的千夫所指。 不管是朝臣, 还是万民, 都坚定认为自己站在正义一方。 沈浪和明镇为了一己私利, 为了打压太子, 绝对的奸臣明镇之前在祭天大典带来的经验表现, 早就灰飞烟灭了。 之前因为他的严苛战时管制, 得罪了商人、 官员、 平民, 早就被骂的狗血淋头了。 但是当时国都万民心中还是知道的, 明镇尽缓严苛, 但他做的事情是对的, 是有利于国家利益了。 但这一次明镇绝对是国费别说是天下万民, 其实就算明镇嫡系的成卫军, 也非常不理解。 明镇殿下不是这样人的, 不会为了自己利益致国家于不顾的呀。 不会因为妒忌太子而损害国家利益呀。 但明镇和沈浪表现得这么怂, 让成卫军弟兄们也有些不满。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此时太子一戏, 绝对是占据了天时和人和。 整个越国的民众都站在他这一方, 期待他南下, 一举剿灭金军, 剑下不适之功, 保越国几十年安宁。 唐河明镇和沈浪的奏章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玄武侯金卓, 也被疯狂唐河。 之前书密院和天南行省大都督府的政令, 请金卓为天下贵族做出表率, 率领两仙司军进入第二战场。 结果, 金卓拒绝了。 这件事情放到现在来看, 更是大逆不道。 国难当头, 哪怕一个小贵族都出兵南欧国战场, 你金卓可是越国为二等老财侯学呀, 竟然不发一兵一促。 你可有任何中军爱国之面。 谋反之意, 昭然若接呀。 然后, 更加荒唐的谣言传播了出来。 说沈浪不满被流放驱逐出国都, 已经背叛了越国, 背叛了国军。 金氏家族已经和金军勾结了, 打算分割天南行省。 沈浪居心妥特, 想要放走金军, 仰扣刺重。 而宁正是个傻子, 被沈浪玩弄于鼓掌之中。 当天下意志统一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阻挡。 宁正已经出不了门了。 就算去了天阅提督府, 也完全做不了事了。 他下的任何命令, 完全得不到执行了。 除了他嫡系的官员之外, 任何官吏, 甚至是南义和平民, 都全面抵抗他的任何政令。 完全寸步难行。 接下来大朝会中, 哪怕面对排山倒海一般的压力, 宁正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 太子不能南下。 大军不能清出, 要和金军进行堡垒战, 持久之战。 每一次, 他都被踢得体无完肤。 然后, 他和沈浪完全被钉在投降派的耻辱柱上。 真是冤枉了。 沈浪还可以说是居心叵测。 但明正真是一心为国的。 岳飞坚持北上, 收复尸体, 那是京中报国, 那是千古忠义。 秦贵和宋高宗为了自己私立而阻止岳飞北伐, 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岳飞, 是真正的国贼, 千古支持。 但明正哪有投降的意图? 他完全是担心落入金军的陷阱, 把近二十万越国主力大军折损了, 到那个时候才是灭顶之灾。 他提出的堡垒战术, 虽然耗资巨大, 而且见效很慢, 但确实唯一稳妥的战略, 但天下臣民哪管这个? 你就是想要放好金军, 你就是见不得太子立功, 你就是国匪。 两个人的画像被贴满了整个国都, 千奇百败的画像都有, 丑态百出。 藤卫军刚刚撕下来, 立刻贴上去更多。 而且沈浪和宁正的国贼画像上, 每一张都是跪着的的, 脸上写着国贼, 背上写着国贼。 每一张画像上, 都被吐了无数的口水, 甚至泼上了奋便和女人的每月周期的血袋子。 一开始是画像, 后来就是木头雕像了, 把沈浪和宁正雕琢的栩栩如生, 依旧是跪着的国贼雕像。 沈浪收到这些信之后, 怒急返效。 闹吧, 闹吧我已经好久没有装逼打脸了。 吃钱最多打几万人的脸。 这一次, 打几百万, 上千人的脸, 只怕更加过瘾。 现在万民理会沈浪和宁正越凶狠。 他日就越衬托得宁正伟大光正。 等各天下都是错的, 唯独宁正是对的, 而且在朝堂坚持己见, 还不够可贵吗? 这样的人, 做太子难道不理所应当吗? 朝会进入了第十天明元县心力憔悴。 他的压力也无比巨大。 因为在有心人的引导之下, 天下臣民也隐隐把他归为口祥派了。 昆君, 这个名词已经再一次出现了。 站在天下臣民的对立面, 哪怕作为国君, 也是非常可怕的。 关键是南宫澳, 祝林和宁罗公主的奏折, 一天一份, 源源不断送上来, 催促太子南下。 表达的意志越来越强烈。 大包围圈已经完成。 万万不可放逃了金军。 这个大包围圈前所未有巨大, 祝荣总组又一次在天南行省征兵。 或者说压榨。 无数贵族、官员, 都把自己的武装家丁送了过来。 南欧国战场上, 越国的大军已经超过了二十万。 二十万面对金军不到四万。 难道还不打吗? 难道就这样放好了金军? 而且这个战斗规模已经大到了极致, 纵横几百里。 宁元县的心也在摇摇欲坠。 宁正, 你看完这些奏报之后, 意见可有改变。 宁元县温和问道。 宁正仔仔细细地看这些奏报。 老实讲, 他现在也有些迷茫了。 他毕竟没有去过南欧国, 只是在地图上真的看不出真相的。 如果让他自己看算的话, 他都觉得这一战能打。 金军残军已经被包围了, 二十万打三万多人, 怎么都赢了? 但沈浪的逆信一封接着一封。 内容都是一样的。 金军有阴谋, 宁正要坚持原来的观点, 绝对不动摇。 当宁正看不清, 看不透的时候, 那他就选择相信神了。 此时, 满朝的大臣都死死盯着宁正。 此人就是最后的障碍了, 一举灭亡金军的障碍, 太子建功力烈的障碍。 被所有大臣虎视眈眈望着, 宁正也感觉到一阵阵头皮发麻。 儿臣依旧坚持原有的观点, 太子殿下不能南下既然已经对金军顽腾了包围, 那就继续包围, 在原地构建堡垒, 逐渐缩小包围圈, 不要轻易开战。 宁正说出了自己的观点顿时, 一个律师忽然猛地冲了上来, 对准宁正脸上, 猛地一拳砸了过去。 宁正国贼, 沈浪国贼, 获国殃民, 勾结金军, 危害设计, 当千刀万剐, 千刀万剐。 都未同僚, 为了越国之天下, 为了越国之万民, 诛杀国贼呀。 然后, 几十名年轻的官员纷纷冲了上去, 蹲起拳头攻打明正。 竟然是真的要将他当堂打死。 国军明元宪完全惊呆了。 这一幕, 再一次出现了吗? 如果神浪在的话, 也会惊呼, 这一幕终于出现了吗? 中国历史上淘堂斗殴的大戏虽然不多见, 但也不少见, 光明朝就发生了几次, 锦衣卫指挥室都被人活活打死在朝堂之上。 至于国外就更多了, 英国医院打架历史超过八百年, 甚至拿着手枪护射。 但在越国历史上, 就只发生过一次。 国军先是一惊, 然后勃然大怒。 李笋, 给我打。 随着明元宪一声令下, 李笋带着几十名内卫冲了进来, 拿起木笋, 朝着打人的官员狠狠撒去。 短短片刻, 就倒下了一地, 几十名官员被打倒在地, 鬼孤狼嚎, 鲜雀淋漓。 李笋去把明正扶了起来。 他遍体鳞伤, 脸上鲜雀淋漓。 明正武功虽然不是顶级, 但也很高的, 打这些文臣, 完全是绰绰有余。 但他始终没有动手。 那些臣子不要体面, 他还要体面。 将这些大逆不道的贼子全部拿下, 全部拿下, 抓进大理寺随着明元宪一声令下, 几十名官员全部被抓起, 押去了大理寺然而。 在押去大理寺的路上, 他们竟然受到了英雄一般的待遇。 好样的, 不愧是中腾, 但为了国家大义殴打奸腾, 殴打国贼。 天出国贼。 天出国贼。 这几十个官员顿时出名了。 他们的名字短短时间内传遍了整个越国, 无数书生为之写诗写词歌颂。 他们的家族, 也享受到了巨大的荣耀。 当地贤达官员, 纷纷上门拜望。 真正的光宗耀祖。 而且进入大理寺监狱之后, 他们也完全享受了超一流的待遇。 大理寺监狱里面的族资们最是势力, 连张冲都大坦被他们嘚嘚死, 而现在一口一个爷, 一口一个英雄, 甚至刺掏腰包轮流请求。 这哪里是堕毛, 完全是当大爷来了。 11月29一份奏折打破了局面。 祝荣总督定导, 生命垂危, 已经无人主持大局, 请陛下立刻派遣大员南下。 祝氏很难为了让太子南下, 竟然让祝荣定危了。 这可是甄定危, 国军肯定是要派御医去的。 不管祝荣是怎么生病的, 但一定要病倒, 而且要奄奄一息。 紧接着, 祝林和南宫奥奏折再一次传来。 金军两桃几乎用尽, 而且因为卫生状况恶劣, 已经有疫情, 杀蛮族军队不断解缘。 正是消灭金军迁在南盟时机。 终于这件事情挡不住了。 祝荣病倒了, 他是整场大战的统筹者, 现在没有人主持局面步行。 谁去? 除了太子, 谁去都不行。 国区宁元县常常哭了一口气。 宁毅, 我知道你想去南欧国, 我之前拦着你, 真不是怕你立功, 而是真的担心会将你置于险境之中。 太子宁毅扣手道, 儿臣多谢父王关心。 宁元县道, 沈浪虽然和你为敌, 但他的话还是要听的。 此人在大局上还是非常忠贞的, 你去了南欧国之后, 一定要谨慎, 谨慎, 再谨慎。 太子扣手, 儿臣谨记在心。 宁元县又道, 包围金军, 若能够将他击退便是胜利。 万万不可让大军深入大南国, 雄寇莫追。 儿臣谨慎父王教会。 宁元县沉默了良久, 道, 宁毅, 我知道你心中恨我。 但我和你说一句掏心窝的话, 不需要你消灭金军, 只要将他赶走, 就是大胜, 你的太子之位就稳了。 太子扣手, 儿臣竭尽全力。 四日太子率领五千骑兵南下, 前往南欧国战场国军率领大臣相送。 国都万民相送那场面, 简直是热火朝天。 越国万圣, 越国万圣。 剿灭金军, 太子万圣。 天出国贼, 天出国贼。 太子望着这一幕。 简直是万民拥戴他不由的有些热血沸腾, 目光望向宁元县。 此刻的宁元县没有刻意挺直腰板, 竟微危险的有些沟楼。 国军此时真是心力憔悴了。 你已经老了, 等着我取而代之吧。 太子宁义心中冷笑, 等我消灭金军归来, 天下任何人都无法阻挡我了, 包括你在内, 父王。 我这一去南欧国, 二十万大军在首。 谁还能挡我? 神浪。 区区跳梁小丑而已。 我宁义入南欧国, 便是蛟龙入海我宁义这次注定凤凰涅槃出发。 太子宁义一声令下。 武奸骑兵, 浩浩荡荡南下。 国军站在原地, 一直看, 一直看。 直到宁义的背影不见为止。 宁元县不由地望向东边方向。 神浪, 你这个小混账, 这一次希望你的乌鸦嘴不要说中。 王八蛋, 王八蛋。 宁元县回到大车免之内随他去, 随他去接下来不管是雷霆还是暴雨, 不管是荣耀还是翠涅。 寡人都随他去了。 玄武侯爵府内公子, 太子南下了黑镜丝武士禀报。 沈浪迷醉的闭上眼睛。 真正的大戏, 真正的好戏, 终于快要上演了哈哈哈哈宁义, 我就等着你全军覆灭的消息了。 太子率领五千骑兵一路南下, 速度非常快。 完全是急行军的标准, 日行近二百里。 这是最精锐的骑兵, 甚至达到了一人双马的级别。 看上去不牛逼, 实际上冷兵器时代这个行军速度已经很快了。 而且这支骑兵队伍几乎不用带资重, 一路上到处都有人补给。 距离还有一百多里的时候, 下一个驿站不要说军粮, 就连沐浴的热水和美味佳肴都已经准备完毕了, 太子宁义只要一顶下来就能享受到无上的待遇。 可还不止如此。 一路上都有精锐骑士队伍前来投靠。 全部都是越国的豪门贵族子弟, 带着家族最精锐的武士, 有些人甚至千里迢迢加入队伍。 这当然是寝上添花, 但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 如今太子完全是人心所向, 这一波就是刷功劳的。 万一在太子面前露个脸儿, 那这场投资就能换来十倍回报。 所有人都知道, 如今南欧国战场上, 越国军队超过了二十万。 金军的沙满族大军不足四万, 而且还面临了断粮和瘟疫。 这是一场必胜吃战。 所以太子明义还没有到天南城, 身边的骑兵就已经增加到八仙人了。 整个越国大半的贵族都派人来了。 不仅如此, 太子军队每经过议程, 必有无数读书人和民众前来迎接。 当然, 读书人是自发的。 因为太子的利益就是越国读书人的利益, 他的基本盘就是文官。 天下文臣为了太子之位, 甚至敢和国军对抗。 至于这些老百姓是怎么来的就不得而知的, 但总之就是单石湖江, 万民拥护。 而且从太子离开国都的那一天起, 整个文官系统就开始了舆论造势。 一天比一天升级。 几乎将南欧国之战 轰托成为百年一来最伟大的战争。 甚至比二十几年前 无越大战还要重要, 还要伟大。 只要打赢了这一战, 只要灭掉金军, 就能换来越国几十年的长治久安。 这话是没有错。 但空脱得太过分了, 几乎要上升到圣战的地步。 但读书人就是这样的, 与不惊人死不休。 等太子进入天南行省的时候, 整个舆论造势已经到了巅峰。 如火如荼, 鲜花着寝, 烈火烹楼一般。 无数民众也被读书人带动, 跟着一起嗨起来, 如知如罪。 很快注视家族觉得自己发力过猛了, 想要稍稍冷却一下。 但是来不及了。 此时就算没有注视的引导, 就算没有文官势力的引导, 整个越国读书人已经陷入了自嗨了。 文人支持太子, 部分五人支持三王子, 傻逼支持明正。 这一条已经深入人心。 整个越国的文人都已经觉得, 维护太子地位, 人人有责。 这甚至不是为了太子, 而是为了读书人的利益而战。 完全自发性地宣传太子率领的这一场大决战。 拼命写诗, 拼命写画本, 而且花钱让说书先生在九楼客栈抢南欧国之战。 一时之间, 简直就是铺天败地, 天下瞩目就连最偏僻的山野之中老农都知道即将要爆发一场国运圣战, 太子殿下亲自出战剿灭越国最大的敌人金军, 这是一场灭国之战, 将换来越国几十年的长治久安。 就连傻子都在街上高扑面着, 太子来, 金军王太子来, 大难倒在这种山姑海啸中, 太子率领的骑兵进入了天南横。 此时, 宁义迎来了最最强大的一支援军。 天涯海阁武士仅仅只有二百人, 但全部都是高手。 当然了, 他们身上毫无标识。 率领着二百天涯海阁武士的, 是左慈阁主的另外一名寄名弟子, 李南峰从中可见, 银行公主对宁义的这一战有何等重视? 这二百名高手, 只有一个目的, 保护宁义。 这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大。 万众宠爱于一身。 太子进入大都督府, 殿祝荣总督。 祝荣总督的病是真的, 这几个月呕心沥血, 确实透支的厉害。 但病得这么严重确实假的, 是专门服下了特殊的药物之后, 才显得生命垂危。 太子殿下, 臣不能给您行礼了。 您一道, 舅舅不必多礼, 你为我做的事情, 我都在弃在心里。 祝荣总督道, 我越过二十万大军包围青军三万多残军已经快要一个月了, 但太子您不来这一战不敢打。 当然不敢打。 万一太子没来, 大战就彻底赢了, 就灭造青军了, 那就尴尬了。 我还没有开枪你又倒下, 显得我枪法特别准吗? 祝荣总督道, 殿下呀, 如今整个南欧国战场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而这个东风就是您。 太子道, 一切物资都准备齐全了吗? 祝荣总督道, 全部妥当, 只有多, 没有少。 这就奇怪了。 之前开战的时候, 处示家族跌进全力, 物资还显得比较紧张。 如今二十万大军包围青军, 物资反而充裕了起来。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之前大家不知道输赢, 害怕自己的投资打水漂啊。 而现在眼看着就要赢了, 天下商家, 贵族, 包括领园会当然就放心地赦贱了。 每一日都有堆积如山的物资运入南欧国战场, 锦上添花的事情谁都愿意做。 祝荣道, 为了这一战, 我助使家族几乎把几十年的家底都掏出来了。 太子宁义道, 祖父和旧父的恩情, 宁义永不感望。 祝荣道, 殿下, 我说这句话不是为了示恩, 而是想要告诉您, 谨慎, 谨慎, 再谨慎。 太子宁义道, 我明白, 祝父。 祝荣主租道, 去了南欧国之后, 战士尚要相信杜林, 相信南空澳, 他们都是酒精沙场的老将。 这话一出, 太子宁义心中稍稍有些不坏。 祝荣你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不相信我了。 说白了就是让去做一个菩萨雕像, 让人共忍。 祝荣还真就是这个意思。 太子您只要人来就可以了, 至于您的智慧和才能还是留着以后用吧。 这一次就错想其成, 把我命意当成三岁小儿了吗? 但祝荣不敢不谨慎, 整整二十万大军, 一旦折损, 助使家族在越国几十年的精灵都不知流水了。 太子之位, 也几乎就要不好了。 您一道, 就不放心, 这一次我去南欧国, 只戴眼睛和耳朵, 不戴嘴吧。 祝荣知道太子心中不坏了, 赶紧放隔口气道, 天下严重了, 严重了。 太子忽然道, 审浪说, 金军可能有阴谋, 就不觉得呢。 祝荣总督陈默骗客道, 为帅者, 万事都要考虑周全。 审浪说金军有阴谋, 是为了引蛇冲众, 但当然慌佑, 毕竟他折损了三分之二的大军。 但依旧不可不防, 所以陈对太子只有一言, 穷空落追, 一旦金军逃入了大南国境内, 我们大军千万不要追赶, 不要进入丛林, 不要进入大山。 太子明义点头道, 我明白。 祝荣总督再一次重重强调, 大南国境内, 到处都是密林高山, 我们大军根本施展不开, 会被活活拖死的。 一旦金军突围逃走, 万万不可追赶。 太子明义道, 我明白。 四日太子明义率军一万, 进入南欧国境内至死整个战场上的越国军队, 达到了惊人的二十一万。 五天后太子明义赶到战场陈祝林, 参见太子殿下。 陈南姑号, 参见太子殿下。 这几个大将还算是矜持的, 而剩下的高班将领会减得就非常直接了。 我们望太子如同婴儿望之父母, 殿下来了, 大局就定了。 对对对, 太子殿下来了, 我们的心也就安了。 太子明义一丝不口的海里, 然后道, 大姐, 助林将军, 南宫将军, 你们都是一代名将, 这一仗该怎么打, 不完全仰仗都为了, 我是来学习的, 只戴眼睛和耳朵, 不戴嘴吧。 这话一出, 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会将者最怕的就是上位者瞎指挥。 太子能有这样的态度, 再好不过了。 但是口头上, 大家当然要马屁奔飞。 太子殿下英明, 我等马首是瞻。 只要太子殿下一声令下, 赴汤好火, 在所不辞。 太子明义道, 在国都就传闻, 金军缺凉了, 这是真是假。 宁罗公主道, 是真的, 因为, 他们已经开始吃同类了。 这话一出, 众人忍不住作偶。 助林大将军道, 杀蛮族所有的伤兵, 都被杀了, 制成了肉干。 明义道, 那金军大军中爆发了瘟疫, 是真是假。 是真的。 南空傲道, 我们在高处看得清清楚楚, 尸体排列的整整齐齐, 然后全部被烧掉了, 不计其数, 若非瘟疫, 不会如此。 那么金军军中, 开始识人了是真是假。 假的说实话, 之前的杀蛮族确实干过这事。 但是金军统一了杀蛮族后, 第一件事就定下了律法, 识人惹死那么掠脱之后看到所谓的识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是用面团做的假人。 一刀刀切下来, 放进锅里面主, 然后分食之。 因为距离太远了, 而且这件事情太过于精总, 所以没有人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尤其之前的杀蛮族, 是有过前科的。 那么瘟疫一事是真是假。 群中发生瘟疫, 是比较正常的事情。 尤其是杀蛮族这种军队, 卫生状况比较差。 但是金军继位之后, 只要他所在的军队, 所有水都要烧开了再喝, 这还是跟神浪学的。 当然了, 杀蛮族的武士长期在这险恶的环境中生存, 早已经练就了同步铁卫, 就算喝再脏的水也不会有神本事。 所以很多人觉得喝烧开的水, 完全是多此一举。 为此金军甚至纵用了特殊的手段。 比如在生水中下毒, 让喝生水的沙蛮族武士发生大规模的病变。 这群当然是治好了, 但是却留下了可怕的印记, 那情景惨不忍睹。 从此之后, 沙蛮族大军也开始喝烧开的水了。 不仅如此, 金军还引进了几百名大邪室的医僧。 所以基本上不会爆发大规模的瘟疫了。 那么怎么会有瘟疫的团员呢? 很简单让一群人包裹全身, 去烧大量的尸体便室了。 这次开战, 沙蛮族大军有无数的死亡者。 之前沙蛮族都流行苦葬, 没有烧尸体这一说法。 现在金军洽令, 大规模火化尸体。 每天都烧, 而且一天比一天多。 而且抬尸体的人, 焚烧的人, 全部从头包裹到脚。 从一天烧几十具到一天烧几百具。 越国的痴后看到了, 当然判断这肯定是有瘟疫了。 人是很奇怪的物种, 他们特别任意相信自己看到的事情, 更相信自己任意相信的事情。 比如沙蛮族食人, 那肯定是真的, 肯定是缺凉了。 如果不是有瘟疫, 为什么要烧尸体, 而且还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所以金军牛逼, 完全将心理战术发挥到了极致。 就算是演戏, 也演到了极致。 太子明义听之大喜。 天时地利人和, 都在我这一方。 这下子想要不赢都难了。 几位将军, 那何时可以开战呢? 他的态度依旧非常天公。 南宫奥不好开口, 不光望向了柱林。 我们早已经准备完毕, 随时都可以开战。 柱林大将军道, 三日之后是十二月初九, 王道及时, 可以开战。 南宫奥点了点头。 宁罗公主点了点头。 太子明义道, 那行, 就十二月初九全军开战, 消灭清军。 宁罗公主道, 如今战场上猛将如云, 就不缺我一个女流之辈了, 我这便返回南欧国都城了。 众人点头同一次日, 宁罗公主率领一万大军, 返回南欧国都城。 如果俯看整个战场, 任何人都会被震撼。 纵横几十里的地面上, 密密麻麻到处都是军营, 到处都是沟壑, 到处都是木头搭建的临时堡垒。 真的是无边无际, 遮天避日。 越国二十一万大军, 真的是将整个黑水寨包围得严严实实。 整个黑水寨, 只见了五分之一, 经历了二十几年倒塌了很多, 如今剩下的不足三千亩而已。 这战墙全部都是木头建的, 大约两丈左右。 高度是足够了。 但是经过二十几年风吹雨打, 都已经开始鼓烂了, 风一堆甚至开始摇晃。 想要依靠这个战墙进行防守。 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这三天时间内黑水战的金军大营内显得非常安静。 而且也没有石人, 也没有焚烧尸体了。 但这更加让越国军队相信, 杀蛮族缺粮, 而且爆发了瘟疫。 之所以不再石人, 是因为知道决战要来了, 所以把剩下的粮食全部放出来了。 至于不再烧人了。 也是因为知道决战马上爆发, 瘟疫就算再蔓延也无所谓了。 瞧瞧, 金军都不需要演戏, 越国这边都能够进行脑谷了。 那么金军这边为何知道大决战马上就要来呢? 傻子都知道, 因为太子冥义的旗帜已经矗立在越国军营的每一个角落, 高高在上。 三天的时间, 飞快而过十二月初九, 越国二十一万大军队正式对黑水战发动了总攻。 太子冥义和金军之间的大决战, 就要正式爆发按照冥义想象, 他和金军之间应该亡见亡的。 应该如红史书中一样, 开战之间两国的君主星星相惜, 退化一般, 引九即真。 如果这样的话, 冥义一定奉陪。 结果金军压根没有露面, 这让太子冥义好生失望, 这让他错失了一次表现王者之风的机会。 陶阳快要升起了越国将领整齐注视着太子冥义。 等待他的一声令下太子冥义, 一步一步登上率台。 这率台非常高, 整整有十几仗, 几乎能够俯瞰整个战场。 也能够看到黑水寨里面的沙满族军队。 冥义每走一级台阶, 内心都无比豪迈, 就仿佛提前走上了王座一般。 这一战之后谁能阻挡我问鼎越国? 谁也不能赴王明援剑都不能, 更何况是神浪这样的土鸡娃狗, 跳梁小丑。 等我继位, 宁正要死, 神浪要死, 金镯要死心目蓝, 哪怕五年, 十年之后, 你也依旧是我的, 放心, 我等得及此时, 太子冥义甚至在内心感激金军。 谢谢你如此强大, 如此神奇, 这才助救了我的不是工业。 杀金, 你注定是我的踏脚石。 你之前表现得越辉煌, 就越发衬托得我命以天命所归。 等太子登顶率台的时候太阳猛的一跃而起。 叫何吗? 当然不是, 宁义计算着时间爬台阶的。 而且, 第一缕阳光直接照射在这率台上, 照射在太子宁义的身上。 刹那间, 他浑身金黄, 背弃绝伦。 几十名将领, 无数越国将士, 昂首行住墓里。 十几万大军, 仰头望着宁义。 真正万众瞩目啊。 在所有人眼中, 太子宁义真就如同这冉冉升起的朝阳, 让人不可阻挡。 宁义稍早压制内心的澎湃。 新军呢? 为何还不出现, 还不让公看看你? 深深吸一口气。 宁义大吼道, 今日一战, 将贴定我越国几十年长治久安。 万岁, 万岁, 万岁。 越国万圣, 越国万圣。 二十万大军, 其声高呼声音震天太子宁义猛的拔剑, 用尽所有力气高呼道, 开战, 将煞蛮族叛逆斩尽杀绝。 顿时今天的战鼓响起十几万越国大军, 潮水一般朝着脆弱不堪的黑水寨涌去大决战爆发杀, 杀, 杀。 战斗, 一开始就进入白日化的状态。 这黑水寨的木墙, 确实不堪一期仅仅不到一刻钟, 所有的债墙就几乎被全部推倒了。 无数越军涌入寨内嗖嗖嗖嗖。 杀蛮族的剑雨出现了果然犀利无比但这样的剑雨, 又能施展几波。 尽管带来了巨大的伤亡, 但比起越国大军的数量, 又算得了什么。 两支军队, 很快短兵相接白日战越国近二十万, 杀蛮族不到四万但是。 杀蛮族惊人的战斗力枯显了出来。 如此悬殊的军力, 竟然占个旗鼓相当。 没有任何计谋, 就是鲜血和生命的撞击。 整个战场, 杀得天昏地暗。 血气冲天。 太子宁毅站在高台上, 常常松了一口气。 在开战之前, 他真的担心金军在黑水战里面会有什么阴谋。 甚至他脑子里面都想出了好几个轻松的画面。 比如大军冲入之后, 发现里面几乎空无一人, 杀蛮族大军全部跑了。 又或者冲进入之后, 发现到处都是陷阱。 甚至设身处地站在金军的角度考虑, 应该如何打这一战。 比如, 大量挖掘地堂, 几万人在一个多月时间内, 足够将整个黑水战地下挖的四冲发达了。 一旦进入地道之内, 越国大军的人数优势完全消失殆尽。 在狭窄的地堂之内, 完全可以将杀蛮族武士灵活骁勇发挥到极致。 又比如用瘟疫战术。 整个黑水战内都是感染了瘟疫的尸体, 总之, 宁毅脑子里面不知道为金军构思了多少种战斗办法。 因为他觉得金军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一定会有阴谋诡计的。 结果, 完全没有竟然就是最野蛮, 最直接, 最血腥的战斗。 这就好, 这就好就这样短兵相接, 我既被兵力与你, 又有何惧? 金军, 都说你厉害, 也不过如此而已。 此战, 我赢定了随着越国大军杀入黑水战内, 包围圈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但是, 宁毅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从场面上看, 越国军队当然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就如同茫茫海水, 包围了中间的一座礁石一般。 但也如同惊涛骇浪撞击礁石, 瞬间粉身碎骨在两军交战之处。 竟然是越国军队落入下风杀蛮族武士竟然如此强悍。 不到四万, 对战近二十万, 竟然都不败。 这一点都不奇怪。 当时金军十万大军攻打南欧国都城, 驻邻守军也有十万, 有奸腾在手, 都差点被攻了下来。 而且之前几场大战, 越国作为守城的一方, 山王竟然比金军还多了两三万。 此时原野作战, 杀蛮族武士的骁勇善战, 完全发挥到了极致。 在越国诸江心中, 新军大军又是经历缺军粮事件, 又是经历了瘟疫, 肯定大量减员, 而且士气低落。 实际上, 人家根本没有减员, 士气依旧高涨。 这群人都是疯子, 从小都在死亡中挣扎活下来的。 比这更加绝望的困境经历的多了, 这点算得上什么? 被四五倍的敌人包围当然可怕, 但是比得上被十几条恶狼包围可怕吗? 鸡战依旧在继续厮杀震天, 血流成河。 越国军队几乎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新军的杀蛮族大军虽然也在伤亡, 而且数量惊人。 但是, 他们越死越疯狂。 最后简直就如同疯狂的野兽一般, 主动冲上来找死一般。 每一个人, 都仿佛要同归于尽的驾驶。 而越国的军队, 越打越心惊。 甚至开始左护右盼, 看后面的人还多不多, 需要寻找安全感。 这种极度血腥的战斗, 真如同烈日贯血。 每一分每一秒, 都有无数人死去杜林大将军头皮发麻, 南宫傲心惊胆战。 这群人为何不绝望啊? 你们被包围了一个多月, 为何不沮丧啊? 站在高处的宁义真的震惊了, 他甚至颤抖朝着驻林道, 不会输吧。 这杀蛮族的武士, 竟然真的强到这个地步。 驻林大将军道, 沉醒出战。 太子宁义点头道, 准。 顿时, 杜林大将军率领新卫, 冲杀入战场他率领的是驻使家族最精锐的武士, 果然止住了颓势。 越国的军队再一次战去了上风战士。 又过了两课中越国大军再一次出现了骚乱, 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么疯狂的战斗。 面对的根本不是军队, 而是一群野兽。 有一支越国军队受不了这么可怕的杀戮, 转身逃跑。 整个局面, 再一次摇摇欲坠。 南宫傲道, 太子殿下, 臣请出战。 准。 南宫傲率领几千七位出战。 再一次止住了颓势。 太子宁义真是遍体冰寒。 没有想到金军大军没有任何阴谋诡计, 在如此悬殊的兵力之下, 依旧如此彪悍, 竟然逼迫两个大疆亲自出战。 又过了两课中越国又有一支军队士气崩溃, 转身逃跑。 执法队已经拼命杀人, 依旧指不住他们的逃跑。 一支军队逃跑, 就可能意味着整个战局的崩溃, 哪怕现代越国大军依旧是金军大军的好几倍。 太子殿下, 陈景出战。 此人是太子的嫡系张兆, 袁天越提督。 他统帅的一万骑兵, 已经是越国最后的军队了。 这支军队是一半是太子从国都带来的, 另外一半是越国贵族子弟投靠来的精锐骑士。 这一万骑兵是压阵的, 根本不会出战的, 唯一的目标就是保护太子。 但现在没有办法了战局快要崩溃了。 张兆朝着天涯海德里南风望去放心, 我二百名天涯海德武士, 一定能够保护太子殿下。 李南风有绝对的信心, 他率领的二百名顶尖武士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藐视天下武道。 或许不适合上战场, 但保护太子安危, 绝对没有问题准。 太子宁义下令。 张兆率领一万骑兵, 冲入战场终于, 再一次止住了颓势太子宁义全身都湿透了, 整个头皮都一阵阵发麻。 事先他完全没有想到, 战局会如此险恶, 如此惊人。 三元大将, 全部出战。 甚至自己的中军都压了上去。 终于金军杀蛮族大军的战斗力被压榨到了极致。 整个战场进入了另外一个平衡点。 越国大军, 再一次占据了上风。 太子宁义不知道, 双方伤亡情形究竟如何, 但是身边的李南风目测, 杀蛮族大军伤亡应该在一万多, 越国大军伤亡在三四万左右。 听到这个伤亡对比, 太子宁义道歇一口凉气。 越国士兵竟然要三个换一个。 而且更加可气的是, 越国大军就算伤亡了三四万, 最多也不超过四分之一的战损, 还有十六万, 竟然屡次要崩溃。 而金军的沙蛮族大军伤亡超过三分之一, 依旧士气恢弘。 双方军队的战斗力相差太大了。 幸好准备充分, 幸好准备了二十万大军。 否则这一战, 真是生死未卜。 此时, 基本上胜局已定了。 这是一种是一旦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 在没有外力的影响下, 就很难挽回局势了。 之前越国战局几次要崩溃, 都有新的军队持员上去, 止住颓势。 可是金军可没有援军所以, 这一战要赢了。 不好, 金军要突围李南风忽然道, 果然剩下两万多杀蛮族大军要准备突围了。 而且是主帅和大将杀在最前面, 行腾了一个尖刀阵形进行突围为首那人, 戴着银色面具, 手持一支银枪, 骁勇无敌, 袭在战马之上, 几乎没有一盒之敌。 那便是金军吗? 身影仿佛有些熟悉啊但太子明义管不了这么多了。 大声下令, 堵住他, 堵住他, 务必不让敌人突围。 但是, 没有用的双方士兵战斗力相差太过于悬殊了。 柱林大将军, 南宫奥大将军亲自冲锋, 阻挡敌人主帅。 依旧没有拦路越国军队内心已经怕了。 见到杀蛮族大军突围, 反而松了一口气。 刚才战斗的惨烈, 实在让人畏惧, 他们不是圣人, 也不是野兽, 他们懂得害怕。 就这样杀蛮族独帅率领两万多大军, 轻而易举在越国包围圈撕开了一个口子, 直接突围, 杀了出去柱林河南宫奥率领骑兵追击但是黑水寨内, 还算是平整的。 而出了黑水寨的范围, 到处都是丛林河大山, 根本不利于骑兵追击。 这些杀蛮族武士, 化整为灵, 钻入大山, 钻入树林之内, 速度飞快, 如履平地。 根本堆不上这种地形, 面对这种军队, 真是让人绝望。 凝凝有骑兵, 凝凝有十几万大军, 依旧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突围, 逃脱的无影无踪然而。 太子凝义心中并没有多少沮丧。 赢了就行, 赢了就行他是务实的。 被刚才那几个时辰的欺乱彻底惊到了。 已经不想着要消灭新军了。 能够将他赶出南欧国, 能够将他击退, 就是巨大的胜利。 反正捷报随便他写。 赢了就是赢了虽未全功, 但依旧是伟大胜利。 而就在此时那位沙蛮族主帅反而得身回来。 骑在高头大马之上, 远远眺望着太子凝义。 太子凝义一乐。 此人就是金军。 为何戴着银色面具? 他之前不和凝义见面, 现在是什么意思? 虽然沙蛮族大军强大无比, 但以金军毕竟失败了远。 而就在此时沙蛮族大军主帅摘掉了脸上的银色面具, 露出了他鹦鹉薄发的面孔。 太子浑身站立,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竟然,竟然是他。 哈哈哈哈, 宁义你没有想到是我啊? 你没有想到我竟然没有死吧? 此人援越国阵远侯苏南难怪银枪无比。 难怪刚才太子宁义看着觉得非常眼熟。 竟然是苏南。 他,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现在不但未死, 而且武功仿佛晋升了。 太子宁义浑身冰凉颤颓敌敌人主帅竟然不是金军。 那,那金军在哪里? 想到某种可能性, 太子宁义的内心净乎要崩溃了。 一直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请订阅本频道, 请点赞留言分享。 请订阅本频道, 请订阅本频道,